马斗福音 马斗福音第一章 亚巴郎之子 达魏之子耶稣基督的祖谱 亚巴郎生伊撒格 伊撒格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 犹大由塔玛尔生裴勒兹和泽拉黑 裴勒兹生赫兹龙 赫兹龙生阿兰 阿兰生阿米纳达布 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 纳赫雄生萨尔梦 萨尔梦由拉哈布生波阿茨 波阿茨由卢德生敖贝德 敖贝德生叶瑟 叶瑟生达魏王 达魏由乌里亚的妻子生撒罗满 撒罗满生勒哈贝汉 勒哈贝汉生阿比亚 阿比亚生阿萨 阿萨生约莎法特 约莎法特生约兰 约兰生乌齐亚 乌齐亚生约唐 约唐生阿哈赤 阿哈赤生希泽克亚 希泽克亚生莫纳社 莫纳社生阿梦 阿梦生约什亚 约什亚在巴比伦留洗期间 生耶克尼亚和他的兄弟们 留洗巴比伦以后 耶克尼亚生沙尔提尔 沙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 泽鲁巴贝尔生阿比乌德 阿比乌德生厄里亚金 厄里亚金生阿佐尔 阿佐尔生扎多克 扎多克生阿辛 阿辛生厄里乌德 厄里乌德生厄雷阿萨尔 厄雷阿萨尔生马唐 马唐生亚各伯 亚各伯生若瑟 玛利亚的丈夫 玛利亚生耶稣 他称为基督 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 共十四代 从达卫到留洗巴比伦 共十四代 从留洗巴比伦到基督 共十四代 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 他的母亲 玛利亚 许配于若瑟后 在同居前 他因圣神有孕的事 已显示出来 他的丈夫若瑟 因是义人 不愿公开羞辱她 有意暗暗地羞退她 当他在思虑这事时 看 在梦中上主的天使 显现给他说 达卫之子若瑟 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 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 是出于圣神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 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切事的发生 是为应验上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看 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 人将称她的名字为 厄马奴儿 意思是 天主与我们同在 若瑟从睡梦中醒来 就照上主的天使 所嘱咐他办了 娶了他的妻子 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耶稣 当黑洛德为王时 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了 看 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 说 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见到了他的心 特来朝拜他 黑洛德王一听说 就惊慌起来 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 他便召集了众司纪长和民间的经师 仔细拷问他们 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 他们对他说 在犹大的白冷 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 你犹大帝白冷啊 你在犹大的俊义中 绝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 他将牧养我的百姓 以色列 于是黑洛德 暗暗把贤士叫来 仔细询问他们 那星出现的时间 然后 打发他们往白冷去 说 你们去仔细寻访鹰海 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 好让我也去朝拜他 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 看 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星 走在他们前面 直至来到鹰海所在的地方 就停在上面 他们一见到那星 极其高兴欢喜 他们走进屋内 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 碎斧斧朝拜了他 打开自己的宝匣 给他奉献了礼物 即黄金 乳香 和墨药 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 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 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 他们离去后 看 上主的天使托梦写于若瑟说 起来 带着鹰海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 直到我再通知你 因为黑洛德 即将寻找这鹰海 要把他杀掉 若瑟便起来 星夜带了鹰海和他的母亲 退避到埃及去了 留在那里 直到黑洛德死去 这就应验了上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我从埃及 那时黑洛德 那时黑洛德 他听到了声音 那时黑洛德 他便起来 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 进了以色列地狱 但是一听说 阿尔赫劳 即他父亲黑洛德 做了犹太王 就害怕到那里去 梦中得了指示后 便退避到 加里雷亚境内 去住在一座 名叫纳扎类的城中 如此应验了 先知们所说的话 他将称为 纳扎类人 那时 习者若汉 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 说 你们悔改吧 因为天国临近了 这人便是那 借伊撒易亚先知 所预言的 在旷野里 有呼号者的声音 你们该当 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执他的途径 这若汉 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 腰间竖着皮带 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 全犹太 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他那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过 并在约旦河里 受他的洗 他见到许多法利赛人 和撒度赛人 来受他的洗 就对他们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叫你们逃避 那即将来临的愤怒 那么 就结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 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 我们有亚巴郎为父 我给你们说 天主能从这些石头 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 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被砍到投入火中 我固然用水洗你们 为使你们悔改 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 比我更强 我连提他的血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 他的波及已在他手中 他要扬尽自己的河场 将他的卖力收入舱内 至于康比 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那时 耶稣由加里雷亚 来到约旦河若汉那里 未受他的血 但若汉想要阻止他 说 我本来需要受你的血 而你却来救我吗 耶稣回答他说 你暂且容许吧 因为我们应当这样 以完成权益 于是若汉就容许了他 耶稣受洗后 历史从水里上来 忽然天为他开了 他看见天主圣神 有如鸽子降下 来到他上面 又有声音由天上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那时耶稣被圣神 临往旷野 未受魔鬼的试探 他四十天四十夜进食 后来就饿了 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 他回答说 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只靠饼 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 把他立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就跳下去 因经上记载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载 你不可试探上主 你的天主 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 将世上的一切国度 及其荣华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俯俯朝拜我 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 那时 耶稣就对他说 去吧 撒旦 因为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开了他 就有天使前来伺候他 耶稣听到若汉被监禁以后 就退避到加里雷亚去了 后又离开纳扎类 来住在海边的格法翁 即住在泽布隆 和纳斐塔里境内 这应验了 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泽布隆帝 与纳斐塔里帝 通海大陆 约旦河东 外方人的加里雷亚 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 看见了耗光 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 为他们出现了光明 从那时起 耶稣开始宣讲说 你们悔改吧 因为天国临近了 耶稣沿加里雷亚海行走时 看见了两个兄弟 称为伯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 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渔夫 他就对他们说 来 跟从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 渔人的渔夫 他们立刻舍下网 跟随了他 他从那里再往前行 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 赛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旺 在船上 同自己的父亲 赛伯德修理他们的网 就召叫了他们 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 和自己的父亲 跟随了他 耶稣走遍了全加里雷亚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民间各种疾病 各种灾样 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 人就把一切有病的 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 附魔的 巅峰的 瘫痪的 都给他送来 他都治好了他们 于是有许多群众 从加里雷亚 石城区 耶路撒冷 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 跟随了他 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 坐下 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 他遂开口教训他们说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安慰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保育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 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 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是有福的 你们欢喜踊跃吧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 是丰厚的 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 你们是地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可用什么使他在闲呢 他在毫无用途 只好抛在外边 任人践踏罢了 你们是世界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 并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灯台上 照耀屋中所有的人 照样 你们的光 也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 光荣你们在天之父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废除法律或先知 我来不是为废除 而是为成全 我实在告诉你们 即使天地过去了 一撇或一化 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 必带一切完成 所以 谁若废除这些 戒命中最小的一条 也这样教训人 在天国里 他将称为最小的 但谁若实行 也这样教训人 这人在天国里 将称为大的 我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的义德 超过经师和法利塞人的义德 你们绝进不了天国 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 不可杀人 谁若杀了人 应受裁判 我却对你们说 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 就要受裁判 谁若向自己的弟兄说傻子 就要受议会的裁判 谁若说疯子 就要受火欲的罚 所以 你若在祭坛前 要献你的礼物时 在那里想起你的弟兄 有什么怨你的事 就把你的礼物留在那里 留在祭坛前 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 然后再来献你的礼物 当你和你的对头还在路上 赶快与他和解 免得对头把你交与判官 判官交给差役 把你投在狱里 我实在告诉你 非到你还了最后的一文 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你们一向听说过 不可奸淫 我却对你们说 凡注视妇女 有意贪恋她的 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 若是你的右眼使你跌倒 弯出她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 为你更好 若你的右手使你跌倒 砍下她来 从你身上扔掉 因为丧失你一个肢体 比你全身投入地狱里 为你更好 又说过 谁若修妻 就该给她修书 我却给你们说 除了拼居外 凡修自己的妻子的 便是叫她受奸污 并且谁若取被修的妇人 就是犯奸淫 你们又一向听过对古人说 不可发虚事 要向上主偿还你的誓愿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总不可发誓 不可指天 因为天是天主的宝座 不可指地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不可指耶路撒冷 因为它是大王的城市 也不可指你的头发是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白或变黑 你们的话该当是 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其他多余的 便是出于邪恶 你们一向听说过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我却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 若有人掌击你的右甲 你把另一面 也转给他 那愿与你征颂 拿你的内衣的 你连外衣也让给他 若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求你的就给他 愿向你借贷的 你不要拒绝 你们一向听说过 你应爱你的近人 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 因为他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 也光照善人 降于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 税吏不是也这样做吗 你们若只问候你们的弟兄 你们做了什么特别的呢 外邦人 外邦人不是也这样做吗 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 如同你们的天赋 是成全的一样 马斗福音第六章 你们应当心 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人意 为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 你们在天赋之前 就没有赏报了 所以当你施舍时 不可在你前面吹号 如同假善人 在会堂及街市上 所行的一样 未受人们的称赞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 他们的赏报 当你施舍时 不要叫你左手 知道你右手所行的 好使你的施舍 隐而不露 你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当你祈祷时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爱在会堂 及十字街头立着祈祷 为显示给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 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祈祷时 要进入你的内室 关上门 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祈祷时 不要唠唠叨叨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 只要多言 便可获得垂云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 在你们求他以前 以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 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在天的父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成形于地 如在天上一样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今天赐给我们 宽免我们的罪债 犹如我们也宽免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免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赋 也必宽免你们的 但你们若不宽免别人的 你们的父也必不宽免你们的过犯 几时你们进食 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 面带愁容 因为他们苦丧着脸 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赏报 至于你 当你进食时 要用油磨你的头 洗你的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 但叫你那在暗中之父看见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们不要在地上 为自己积蓄财宝 因为在地上有虫柱 有秀石 在地上也有贼挖洞偷窃 但该在天上 为自己积蓄财宝 因为那里没有虫柱 没有秀石 那里也没有贼挖洞偷窃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必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所以 你的眼睛若是康健 你的全身就都光明 但是 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 你的全身就都黑暗 那么 你身上的光明 如果成了黑暗 那该是多么黑暗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 而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 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 忧虑吃什么 或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 忧虑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它们不播种 也不收获 也不在粮仓里囤积 你们的天赋 还是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 你们中 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数 增加一种呢 关于衣服 你们又忧虑什么 你们观察一下 田间的百合花 怎样生长 它们既不劳作 也不仿织 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撒罗满 在它极盛的荣华时代 所披戴的 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 田地里的野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在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信德薄弱的人啊 何况你们呢 所以 你们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这一切 都是外邦人 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远晓得你们 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寻求 天主的国 和他的义德 这一切 自会加给你们 所以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 足够一天受的了 马斗福音 第七章 你们不要判断 你们不要判断人 免得你们受判断 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 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 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 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 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 或者你只能对你的兄弟说 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 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 假善人啊 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 然后你才看得清楚 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珠前 怕他们用脚践踏了珠宝 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 你们求 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 必要找着 你们敲 必要给你们开 因为凡是求的 就必得到 找的 就必找到 敲的 就必给他开 或者 你们中间有哪个人 儿子向他求饼 反而给他石头呢 或者求鱼 反而给他蛇呢 你们纵然不善 尚且知道 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你们在天之父 岂不更将好的 赐于求他的人 所以 凡你们愿意 人给你们做的 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 法律和先知 即在于此 你们要从窄门进去 因为宽门和大路 导入丧亡 但有许多的人 从那里进去 那导入生命的门 是多么窄 路是多么狭 找到他的人 的确不多 你们要提防 假先知 他们来到你们跟前 外批羊毛 内里 却是凶残的豺狼 你们可凭 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荆棘上 岂能收到葡萄 或者吉林上 岂能收到无花果 这样 凡是好树 都结好果子 而坏树 都结坏果子 好树 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 也不能结好果子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必要砍倒 投入火中 所以 你们可凭 他们的果实 辨别他们 不是凡下我说 主啊主啊的人 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 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到那一天 有许多人 要向我说 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 因你的名字 说过预言 因你的名字 驱过魔鬼 因你的名字 行过许多奇迹吗 那时 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吧 所以 凡听了我这些话 而实行的 就好像一个聪明人 把自己的房屋 建在磐石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袭击那座房屋 他并不坍塌 因为基础 是建在磐石上 凡听了我这些话 而不实行的 就好像一个愚昧人 把自己的房屋 建在沙土上 雨淋 水冲 风吹 袭击那座房屋 他就坍塌了 且坍塌得很惨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向有权威的人 不像他们的精师 马斗福音 第八章 耶稣从山上下来 有许多群众跟随他 看 有一个赖病人 前来叩拜耶稣说 主 你若愿意 就能洁净我 耶稣就伸手抚摸他说 我愿意 你洁净了吧 他的赖病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 小心 不要对任何人说 但去叫司机检验你 献上梅色所规定的礼物 给他们当作证据 耶稣进了阁法屋 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 求他说 主 我的仆人瘫痪了 躺在家里 疼痛得很厉害 耶稣对他说 我去治好他 百夫长答说 主 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因为我虽是属人泉下的人 但是我也有士兵赎我全向 我对这个说 你去 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 你来 他就来 对我的奴仆说 你做这个 他就做 耶稣听了非常诧异 就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以色列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 有这样大的信心 我给你们说 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 同亚巴郎 伊萨格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作息 本国的子民 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 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耶稣遂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 就照你所信的 给你成就吧 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耶稣来到伯多路家里 看见伯多路的岳母 躺着发烧 就摸了她的手 热症就从她身上退了 她便起来伺候她 到了晚上 人们给她送来了许多附魔的人 她一句话就驱逐了恶神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样就应验了那借 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她承受我们的脆弱 胆喝了我们的疾病 耶稣看见许多群众围着自己 就吩咐往对岸去 有一位精师前来 对他说 师父 你不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你 耶稣给他说 湖里有穴 天上的飞鸟有巢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门徒中有一个对他说 主 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对他说 你跟随我吧 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 耶稣上了船 他的门徒跟随着他 忽然海里起了大震荡 以至那船围浪所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他们遂前来唤醒他说 主 救命啊 我们要丧亡了 耶稣对他们说 小心得的人啊 你们为什么胆怯 就起来斥责风和喊 遂大为平静 那些人惊讶说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竟然风和海也听从他 耶稣来到对岸 加达腊人的地方 有两个附魔的人 从坟墓里走出 向他走来 他们异常凶猛 以致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说 天主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期还没有到 你就来这里苦害我们吗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正在沐放 魔鬼恳求耶稣说 你若驱住我们 就赶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对他们说 去吧 魔鬼就出来进入猪内 忽然全群猪 从山崖上直出入海 死在水里 放猪的便逃走 来到城里 把这一切和附魔人的事都报告了 全城的人就出来会见耶稣 一见了他 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马斗福音第九章 耶稣上船过海 来到自己的城 看 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摊子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孩子 你放心 你的罪赦了 经诗中有几个人心里说 这人说了亵渎的话 耶稣看透他们的心意 说 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 什么比较容易呢 是说 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 起来 起来 行走吧 为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 摊子说 起来 拿起你的床 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 回家去了 群众见了 就都害怕起来 遂归光荣于天主 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 耶稣从那里前行 看见一个人在睡棺那里坐着 名叫马窦 对他说 跟随我 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在屋里坐席时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 也来通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 法利赛人看见 就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的老师 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一起进食呢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你们去研究一下 我喜欢仁爱 胜过祭宪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照义人 而是来照罪人 那时 若汉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赛人多次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当新郎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那时他们就要进食了 没有人用 没有人用未挑过的布做补丁 补在旧衣服上的 因为补上的必扯裂了旧衣 破绽就更加坏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入旧皮囊里的 不然 皮囊一破裂 酒也流了 皮囊也坏了 而是应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 两样就都得保全 耶稣向他们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位首长前来跪拜他 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 可是请你来 把你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必会火 耶稣起来跟他去了 他的门徒也跟了去 看 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女人 从后面走近 摸了他的衣服碎头 因为他心里想 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 我就会好了 耶稣转过身来 看着他说 女儿 放心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从那时起 那女人就好了 耶稣来到首长家里 看见吹笛的和乱哄哄的群众 就说 你们走开吧 女孩子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把群众赶出去以后 耶稣就进去 拿起女孩子的手 小女孩就起来了 这消息 传遍了那整个地区 耶稣从那里前行 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 说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他一来到家 瞎子便走到他跟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 他们对他说 是 主 于是 耶稣摸他们的眼 说 照你们的信德 给你们成就吧 他们的眼便开了 耶稣严厉警戒他们说 你们当心 不要使任何人知道 但他们出去 就在那整个地区 把他传扬开了 他们出去后 看 有人给耶稣送来一个 附魔的哑巴 魔鬼一被赶出去 哑巴就说出话来 群众惊奇说 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 这样的事情 但法利塞人们却说 他是仗来魔王驱魔 耶稣周游各城各村 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宣讲天国的福音 治好一切疾病 一切灾殃 他一见到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慈心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像没有牧人的羊 于是对自己的门徒说 庄稼固多 工人却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 来收他的庄稼 马斗福音第十章 耶稣将他的十二门徒叫来 授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可以驱住邪魔 医治各种病症 各种疾苦 这是十二宗徒的名字 第一个是称为伯多禄的西满 和他的兄弟安德类 再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望 菲利伯和巴尔多禄茂 多莫和税利玛窦 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和达斗 热成者西满 和覆卖耶稣的尤达斯伊斯加略 耶稣派遣这十二人 祝福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你们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了的羊那里去 你们在路上应宣讲说 天国临近了 病人 你们要治好 死人 你们要复活 赖病人 你们要洁净 魔鬼 你们要驱逐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分尸 你们不要在腰带里 背下金 银 铜钱 路上 不要戴口袋 也不要戴两件内衣 也不要穿鞋 也不要戴棍杖 因为工人 自当有他的食物 你们不论进了哪一城 或哪一村 查问其中 谁是当得起的 就住在那里 直到你们离去 你们进那一家时 要向他请安 倘若这一家 是堪当的 你们的平安 就必降临到这一家 倘若是不堪当的 你们的平安 仍归于你们 谁若不接待你们 也不听你们的话 当你们从那一家 或那一城出来时 应把尘土 由你们的脚上扶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和哈摩拉地 所受的惩罚 比那座城 所受的还要轻 看 我派遣你们 好像羊进入狼群中 所以你们要 鸡颈如同蛇 淳朴如同鸽子 你们要提防世人 因为他们要把你们 交给公议会 要在他们的会堂里 鞭打你们 并且你们要为 我的缘故 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 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 当人把你们交出时 你们不要思虑 怎么说或说什么 因为在那时刻 自会赐给你们 应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 而是你们父的圣神 在你们内说话 兄弟要将兄弟 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 要将他们害死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为众人所恼恨 唯独坚持到底的 才可得救 但是 几时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 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直到人子来到时 你们还未走完 以色列的诚意 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 也没有仆人胜过他主人的 徒弟能如他的师父一样 仆人能如他的主人一样 也就够了 若人们称家主为贝尔则布 对他的家人 更该怎样呢 所以 你们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没有遮掩的事 将来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隐藏的事 将来不被知道的 我在暗中给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 报告出来 你们由耳语所听到的 要在屋顶上张扬出来 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 而不能杀害灵魂的 但更要害怕 那能使灵魂和肉身 陷于地狱中的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 但若没有你们天赋的许可 它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一一数过了 所以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 还贵重呢 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 也必承认他 但谁若在人前否认我 我在我天上的父前 也必否认他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是为把平安带到地上 我来不是为带平安 而是带刀剑 因为我来 是为叫人脱离自己的父亲 女儿脱离自己的母亲 儿媳脱离自己的婆母 所以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的家人 谁爱父亲或母亲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爱儿子或女儿超过我 不配是我的 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 不配是我的 谁获得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谁为我的缘故 丧失了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谁接纳你们 就是接纳我 谁接纳我 就是接纳那派遣我来的 谁接纳一位先知 因他是先知 将领受先知的赏报 谁接纳一位义人 因他是义人 将领受义人的赏报 谁若只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一杯凉水喝 因他是门徒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 马斗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嘱咐完了他的十二门徒 就从那里走了 位在他们的城里 施教宣讲 若汉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 就派遣他的门徒去 对他说 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 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去 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 虾子看见 虾子看见 瘸子行走 赖病人得了洁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苦人得了喜讯 凡不因我而绊倒的 是有福的 他们走后 耶稣就对群众论若汉 说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 是为看什么呢 为看风摇曳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 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啊 那穿细软衣服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 为看一位先知吗 是的 我给你们说 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关于这人 经上记载说 看 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妇女所生者中 没有兴起一位 比习者若汉更大的 但在天国里最小的 也比他大 由习者若汉的日子 直到如今 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 以猛力夺取的人 就攫取了他 因为众先知和法律 去讲说预言 直到若汉为止 若是你们愿意接受 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厄里亚 有耳的 听吧 我可把这一代 比作什么呢 他想坐在大街上的儿童 向其他的孩子喊叫 说 我们给你们吹了笛 你们却不跳舞 我们唱了哀歌 你们却不垂胸 若汉来了 也不吃 也不喝 他们便说 他赴了魔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他们却说 看哪 一个贪吃是酒的人 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 必借自己的功成 彰显自己的正义 那时 耶稣就开始谴责 那曾看过他许多异能的诚意 因为他们没有悔改 科拉扎音 你是有祸的 贝特赛达 你是有祸的 因为在你们那里 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 他们早已身披苦衣 头上撒灰 做补熟了 但是 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提洛和七东 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还有你 格法翁 莫非 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 将来你必下到音符里 因为在你那里 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索多玛 他必会存留到今天 但是我给你们说 在审判的日子 索多玛帝所受的惩罚 也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就在那时候 耶稣发言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 而启示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这样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 除了父外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人认识父 凡劳苦和负重担的 你们都到我跟前来 我要使你们安息 你们背起我的恶 跟我学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柔和的 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那时 耶稣在安息日 由麦田中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 开始恰麦穗吃 法利塞人一见 便对他说 看 你的门徒做安息日 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没有念过 达位与那些同他在一起的人 饥饿时做了什么 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 吃了供饼 这供饼原是不准他吃 也不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 而是只许司机吃的 或者你们在法律上没有念过 安息日 司机在圣殿内 违犯了安息日 也不算违罪过吗 但我告诉你们 这里有比圣殿更大的 假如你们了解 我喜爱仁爱 胜过祭献是什么 你们就绝不会判断 无罪的人了 因为仁子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就离开那里 进了他们的会堂 看 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干枯了 他们问耶稣说 安息日许不许支兵 为的是要控告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谁有一只羊 假如安息日掉在坑里 而不把他抓住 拉上来呢 人比羊贵重得多了 所以安息日 是许可行善的 于是给那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那人一伸出来 手就顽好如初 同另一只一样 法利塞人出去 商讨怎样陷害耶稣 怎样除灭他 耶稣知道了 就离开那里 有许多人跟随他 他都治好了他们 且警告他们 不要将他传扬出去 这是为应验那界 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看 我的仆人 他是我所拣选 我所钟爱的 他是我心灵 所喜悦的 我要使我的神 住在他身上 他必向外邦人 传步真道 他不争辩 也不喧嚷 在街市上 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 以压迫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熄灭的灯芯 他不吹灭 直到他是真道胜利 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 那时 有人给他领来一个 又瞎又哑的附魔人 耶稣治好了他 以至这哑巴能说话 也能看见 群众都惊奇说 莫非这人是达魏之子吗 法利赛人听了 说 这人驱魔 无非是张来魔王贝尔泽布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意念 就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必成废墟 凡一城 或一家自相纷争 必不得存立 如果撒旦驱逐撒旦 是自相纷争 那么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 如果我仗赖贝尔泽布驱魔 你们的子弟 是仗赖谁驱魔 为此 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 如果我仗赖天主的神驱魔 那么 天主的国 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或者 一个人如何能进入一个壮士的家 抢他的家具 除非先把壮士捆住 然后才抢他的家 不随同我的 就是反对我 不与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一切罪过和亵渎 人都可得赦免 但是亵渎圣神的罪 必不得赦免 凡出言干犯人子的 可得赦免 但出言干犯圣神的 在今世及来世 都不得赦免 你们或者说 树好 他的果子也好 或者说 树坏 他的果子也坏 因为有果子 可认出树来 毒蛇的种类呢 你们既是饿的 怎能说出善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善人从善库里 取出善来 恶人从恶库里 取出恶来 但我告诉你们 人所说的每句废话 在审判之日 都要交账 因为凭你的话 要定你为义人 也凭你的话 要定你为罪人 那时 有几个经师 和法利塞人 对耶稣说 师父 我们愿意你 显示一个征兆 给我们看 他回答他们说 邪恶淫乱的世代 要求征兆 但除了 约纳先知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 其他的征兆 有如约纳 曾在大鱼腹中 三天三夜 同样 人子 也要在地里 三天三夜 尼尼威人 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 起来 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 因了约纳的宣讲 而悔改了 看 这里有一位 大鱼约纳的 南方的女王 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 起来 而定他们的罪 因为她 从地籍而来 听撒罗满的智慧 看 这里有一位 大鱼撒罗满的 邪魔 由人身上出来以后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一个安息之所 却没有寻找 他于是说 我要回到 我出来的那间屋里去 他来到后 见里面空着 打扫干净 装饰整齐 就去 另外带了七个 比他更恶的魔鬼来 进去 住在那里 那人 末后的处境 就比以前的 更坏了 对这邪恶的世代 也必是这样 耶稣 还同群众 说话的时候 看 他的母亲 和他的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同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 看 你的母亲 同你的兄弟 站在外边 想要同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 告诉他的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所以伤出他的手 指着自己的门徒说 看 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 不拘 谁遵行 我在天之父的意旨 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 和母亲 马斗福音 第十三章 在那一天 耶稣从家里出来 坐在海边上 有许多群众 集合到他跟前 他只得上船坐下 群众都站在岸上 他就用比喻 给他们讲论了许多事 说 看 有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他洒种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 即刻发了芽 但太阳一出来 就被晒焦 又因为没有根 就枯干了 有的落在荆棘中 荆棘长起来 便把他们窒息了 有的落在好地里 就结了石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的 听吧 门徒们前来对他说 为什么你用比喻 对他们讲话 耶稣回答他们说 因为天国的奥妙 是给你们知道 并不是给他们知道 因为凡有的 还要给他 使他富足 但是凡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夺去 为此 我用比喻 对他们讲话 是因为他们看 却看不见 听 却听不见 也不了解 这样 为他们正应验了 伊萨伊亚的预言 说 你们听是听 但不了解 看是看 但不明白 因为这百姓的心迟钝了 耳朵难以听见 他们闭了眼睛 免得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了解而转变 而要我医好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有福 因为看得见 你们的耳朵有福 因为听得见 我实在告诉你们 有许多先知和义人 想看你们所看见的 而没有看到 想听你们所听见的 而没有听到 那么 你们听这撒种者的比喻吧 凡听天国的话 而不了解的 那恶者 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去 这是指 那撒在路旁的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 即是指 人听了话 立刻高兴接受 但在心里没有根 不能持久 一旦为这话 发生了艰难和迫害 就立刻跌倒了 那撒在荆棘中的 即是指 人听了话 却有世俗的焦虑 和财富的迷惑 把话蒙住了 结不出果实 那撒在好地里的 即是指 那听了话 而了解的人 他当然结实 有结一百倍的 有结六十倍的 有结三十倍的 耶稣给他们 另设了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个人 在自己田里 撒了好种子 但在人睡觉的时候 他的仇人来 在麦子中间 撒上柚子 就走了 苗长起来 抽出碎的时候 柚子也显出来了 家主的仆人 就前来对他说 主人 你不是在你田地里 撒了好种子吗 那么从哪里 来了柚子 家主对他们说 这是仇人做的 仆人对他说 那么 你愿我们 去把柚子 收起起来吗 他却说 不 免得你们收集柚子 连麦子也拔了出来 让两样一起 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 在收割时 我要对收割的人说 你们先收集柚子 把柚子捆成捆 好燃烧 把麦子 却收入我的仓里 耶稣给他们 另设一个比喻说 天国好像一粒戒子 人把它撒在自己的田里 它固然是各样种子里最小的 但当它长起来 却比各种蔬菜都大 竟成了树 甚至天上的飞鸟飞来 在它的枝上栖息 他又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好像教母 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里 直到全部发了叫 耶稣用比喻给群众讲解了这一切 不用比喻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这样应验了先知所说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 要说出 由创世以来的隐秘事 那时 耶稣离开了群众 来到家里 他的门徒就前来对他说 请把田间 有子的比喻 给我们讲解一下 他就回答说 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 田就是世界 好种子即是天国的子民 有子即是邪恶的子民 那撒有子的仇人即是魔鬼 收获时期即是金氏的终结 收割者即是天使 就如将有子收集起来 用火焚烧 在金氏终结时 也将是如此 人子要拆遣他的天使 由他的国内 将一切使人跌倒的事 及作恶的人收集起来 扔到火窑里 在那里 要有哀嚎和怯耻 那时 一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 发光如同太阳 有耳的 听吧 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 人找到了 就把他藏起来 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 买了那块地 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 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 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 买了它 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 网罗各种的鱼 网一满了 人就拉上岸来 坐下 捡好的放在器皿里 坏的扔在外面 在今世的终结时 也将如此 天使要出去 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 把他们扔在火窑里 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这一切 你们都明白了吗 他们说 是的 他就对他们说 为此 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 就好像一个家主 从他的宝库里 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 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 就从那里走了 他来到自己的家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以致人们都惊讶说 这人从哪里得了这样的智慧和奇能 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 他的母亲不是叫玛利亚 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 若瑟 西满和尤达吗 他的姊妹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 那么他的这一切 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就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却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本家外 没有不受尊敬的 他在那里 因为他们不信 没有多行奇能 那时 分封侯黑洛德 听到耶稣的名声 就对他的臣仆说 这是习者若汉 他由死者中复活了 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 原来 黑洛德为了他兄弟 斐里伯的妻子 黑洛迪亚的缘故 逮捕了若汉 把他囚在监里 因为若汉曾给他说 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 黑洛德本有意杀他 但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 到了黑洛德的生日 黑洛迪亚的女儿 在席间跳舞 中约了黑洛德 为此 黑洛德发誓许下 他无论求什么 都要给他 他受了他母亲的唆使后 就说 请就弟把若汉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十分忧郁 但为了誓言和同袭的人 就下令给他 碎差人在尖里 斩了若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 给了女孩 女孩便拿去给了他母亲 若汉的门徒前来 领了尸身 埋葬了 然后去报告给耶稣 耶稣一听说这消息 就从那里上传 私下退到荒野地方 群众听说了 就从各城里步行 跟了他去 他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治好了他们的病人 到了傍晚 门徒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时候已不早了 请你遣散群众吧 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 耶稣却对他们说 他们不必去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对他说 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 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 耶稣说 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 所以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 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 望天祝福了 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筐 吃的人数 除了妇女和小孩外 约有五千 耶稣即刻催破门徒上船 载他一先到对岸去 这期间他遣散了群众 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 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 到了夜晚 他独自一人在那里 船已离岸几里了 受着波浪的颠簸 因为吹的是逆风 夜间四更十分 耶稣步行海上 朝着他们走来 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 就惊骇说 是个妖怪 并且吓得大叫起来 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 放心 是我 不必害怕 伯多禄回答说 主 如果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 耶稣说 来吧 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 走在水面上 往耶稣那里去 但他一见风势很强 就害怕起来 并开始下沉 所以大叫说 主 救我吧 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 对他说 小心得的人啊 你为什么怀疑 他们一上了船 风就停了 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 你真是天主子 他们渡到对岸 来到哥乃撒勒地方 那地方的人 一认出是耶稣 就打发人 到周围整个地方 把一切患病的人 都带到耶稣跟前 求耶稣 让他们只摸摸 他的衣边 凡摸着的 就痊愈了 那时 有法利赛人和经师 从耶路撒冷 来到耶稣跟前说 你的门徒 为什么违反 先人的传授 他们吃饭时 竟不洗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 为了你们的传授 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 天主曾说过 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 又说过 咒骂父亲和母亲的 应处以死刑 你们却说 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 已成了献仪 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 或母亲了 你们就为了 你们的传授 废弃了天主的话 假善人啊 伊萨伊亚论 你们预言得真好 他说 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 却是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 也是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受的教义 是人的规律 耶稣便叫过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听 且要明白 不是入于口的 使人污秽 而是出于口的 才使人污秽 那时 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 你知道法利赛人 听了这话 起了反感吗 耶稣答说 任何植物 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 必要连根拔除 由他们吧 他们是瞎子 且是瞎子的领路人 但若瞎子领瞎子 两人必要掉在坑里 伯多禄碎应声 对耶稣说 请你给我们讲解 这个比喻吧 耶稣说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入于口的 先到肚腹内 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但那从口里出来的 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 这些 才使人污秽 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 是恶念 凶杀 奸淫 邪淫 盗窃 妄证 毁谤 这些都使人污秽 至于不洗手吃饭 并不能使人污秽 耶稣离开那里 就退往提洛和七东一带去了 看 有一个克纳喊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喊说 主 主 大位之子 可怜我吧 我的女儿被魔纠缠得好苦啊 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 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 打发他 打发他走吧 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地喊叫 耶稣回答说 我被派遣 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 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 主 愿住我吧 耶稣回答说 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 是不对的 但他说 是啊 主 可是小狗 以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 耶稣回答他说 啊 妇人 你的信德真大 就如你所愿望的 给你成就吧 从那时刻起 他的女儿就痊愈了 耶稣离开了那里 来到加里雷亚海岸 上了山坐在那里 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 残废 瞎子 哑巴 和许多其他的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把他们放在他的族前 他便治好了他们 致使群众见到哑巴说话 残废康复 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都大为惊奇 颂扬以色列的天主 耶稣将自己的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 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门徒 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众人都吃了 也都饱了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 满满七篮子 吃的人数 除妇女和孩子外 约有四千人 耶稣遣散了群众 就上船 来到马加丹境内 马斗福音 第十六章 法利塞人和撒度塞人 为试探耶稣 前来求他给他们 显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 耶稣回答他们说 到了晚上 你们说 天色发红 必要放晴 早上 天色又红又黑 你们说 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辨别天象 却不能辨别时期的征兆 邪恶淫乱的世代 要求征兆 但除了约纳先知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其他的征兆 耶稣遂离开他们走了 门徒往对岸去的时候 忘了带饼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防备 法利塞人和撒度塞人的教母 他们便彼此议论说 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知道了 就说 小心得的人 你们为什么竟彼此议论 你们没有带饼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你们不记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了几框 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你们又收拾了几篮 怎么你们不明白 我不是指着饼向你们说的呢 你们应当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度塞人的教母 他们这才明白 耶稣不是说防备 耶稣不是说防备饼的教母 而是说防备法利塞人和撒度塞人的教训 耶稣来到了 你是墨西亚 你是墨西亚 永生天主之子 耶稣回答他说 约纳的儿子西满 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肉和血启示了你 而是我在天之父 我再给你说 你是伯多禄 磐石 在这磐石上 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它 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 在天上也要被束缚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他遂及严禁门徒 不要对任何人说 他是墨西亚 从那时起 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要由长老 司机长和经师们 受到许多痛苦 并将被杀 但第三天要复活 伯多禄便拉耶稣到一边 见则他说 主千万不可 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身对伯多禄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你是我的绊脚石 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 而是人的事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获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 或者 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 因为将来人子 要在他父的光荣中 同他的天使降来 那时 他要按照美人的行为 予以赏报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胃以前 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 六天以后 耶稣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 单独带领他们 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 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 他的衣服洁白如光 忽然 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忽有一片光耀的云彩 遮蔽了他们 并且云中有声音说 门徒听了就腐伏在地 非常害怕 耶稣 耶稣 遮蔽前来 抚摸他们说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 独自一人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 耶稣 主 主 主 他们说 非等人子 由死者中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见的 告诉任何人 门徒便问耶稣说 那么 为什么经师说 厄里亚应该先来呢 耶稣 耶稣回答说 厄里亚的确要来 且要重整一切 但我告诉你们 厄里亚已经来了 人们却不认识他 反而任意带了他 照样 人子也要受他们的磨难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给他们所说的 是指的喜者若翰 当他们来到群众那里时 有一个人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 说 主啊 可怜我的儿子吧 他患癫痫病 很苦 屡次跌在火中 又屡次跌在水里 我把他带到你的门徒跟前 他们却不能治好他 耶稣回答说 哎 无信败坏的世代 我同你们在一起 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 要到几时呢 把他给我带到这里来 耶稣遂斥责魔鬼 魔鬼就从孩子身上出去了 从那时刻 孩子就好了 以后 门徒前来 私下对耶稣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逐出这魔鬼呢 耶稣对他们说 由于你们缺少信德 我实在告诉你们 假如你们有像戒子 那么大的信德 你们像这座山说 从这边移到那边去 他必会移过去的 唯你们没有不可能的事 但这类魔鬼 非用祈祷和进食 是不能赶出去的 当耶稣同门徒 在加里雷亚周游时 耶稣对他们说 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天他必要复活 门徒就非常忧郁 他们来到格法翁时 收电税的人来到伯多路跟前说 你们的师父不纳电税吗 伯多路说 自然纳的 他一进到屋里 耶稣就先对他说 西满 你以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钉税呢 向自己的儿子 或是向外人 伯多路说 向外人 耶稣对他说 所以儿子是免税的了 但是为避免使他们一怪 你往海边去捶钓 拿钓上来的第一条鱼 开了他的口 就会找到一块斯塔特 拿去交给他们 当作我和你的电税 马斗福音第十八章 就在那时刻 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在天国里 究竟谁是最大的 耶稣就叫一个小孩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 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 你们绝不能进天国 所以 谁若自谦自卑如同这一个小孩 这人就是天国中最大的 无论谁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 就是收留我 但无论谁 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墨石 既在他的井上 沉在海的深处更好 世界因了恶表是有祸的 恶表固然免不了要来 但立恶表的那人是有祸的 为此 倘若你的手或你的脚 使你跌倒 砍下它来 从你身上扔掉 为你或残或瘸进入生命 比有双手双脚而被投入勇火中更好 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 弯出它来 从你身上扔掉 为你有一只眼进入生命 比有双眼而被投入勇火中更好 你们小心 不要轻视这些小子中的一个 因为我告诉你们 他们的天使在天上 常见我在天之父的面 因为人子来 是为救那丧亡了的 你们以为如何 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 其中一只迷失了路 他岂不把那九十九只留在山上 而去寻找那只迷失了路的吗 如果他幸运找着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为这一只 比为那九十九只没有迷路的 更觉欢喜 同样 使这些小子中的一个丧亡 绝不是你们在天之父的意愿 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 去 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 规劝他 如果他听从了你 你便赚得了你的兄弟 但他如果不听 你就另带上一个或两个人 为叫任何事情 凭两个或三个见证人的口供 得以成立 若是他仍不听从他们 你要告诉教会 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 你就将他看作外教人或 税吏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恕复的 在天上也要被恕复 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我实在告诉你们 若你们中二人在地上 同心合意 无论为什么是祈祷 我在天之父必要给他们成就 因为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那时 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 主啊 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 我该宽恕他多次 直到七次吗 耶稣对他说 我不对你说 直到七次 而是到七十个七次 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 要同他的仆人算账 他开始算账的时候 给他送来了一个 欠他一万塔冷通的 因他没有可还的 主人就下令 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 以及他所有的一切 都变卖来还债 那仆人就俯伏在地 叩拜他说 主啊 容忍我吧 一切我都要还给你 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 把他释放了 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 但那仆人正出去时 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 得纳的同伴 他就抓住他 扼住他的喉咙说 还你欠的债 他的同伴就俯伏在地 也哀求他说 容忍我吧 我必还给你 可是他不愿意 且把他下在监里 直到他还清了欠债 他的同伴见到 所发生的事 非常悲愤 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 告诉了主人 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 对他说 恶仆 因为你哀求了我 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 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 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 他的主人大怒 所以把他交给行义 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 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 宽恕自己的弟兄 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 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 就离开加里雷亚 来到约旦对岸的犹太境内 有许多群众跟随他 他就在那里医好了他们 有些法利赛人来到他跟前 试探他说 许不许人为了任何缘故 修自己的妻子 他回答说 你们没有念过 那创造者自起初就造了他们 一男一女 且说 为此 人要离开父亲和母亲 依附自己的妻子 两人成为一体的话吗 这样 他们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为此 凡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他们对他说 那么 为什么梅色 还吩咐人下修书修妻呢 耶稣对他们说 梅色为了你们的心应 才准许你们修妻 但起初并不是这样 如今我对你们说 无论谁修妻 除非因为拼居 而另娶一个 他就是犯奸淫 凡娶被修的 也是犯奸淫 门徒对他说 人同妻子的关系 如果是这样 倒不如不娶的好 耶稣对他们说 这话不是人人 所能领悟的 只有那些 得了恩赐的人 才能领悟 因为有些烟人 从母胎生来 就是这样 有些烟人 是被人烟的 有些烟人 却是为了天国 而自烟的 能领悟的 就领悟吧 那时有人给耶稣 领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给他们 副手祈祷 门徒却斥责他们 耶稣说 你们让小孩子来吧 不要阻止他们 到我跟前来 因为天国 正是属于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 副了手 就从那里走了 有一个人 来到耶稣跟前说 师父 我该行什么善 为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问我 关于善 善的只有一个 如果你愿意 进入生命 就该遵守诫命 他对耶稣说 什么诫命 耶稣说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应孝敬父母 应爱你的近人 如爱你自己 那少年人对耶稣说 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还缺少什么 耶稣对他说 你若愿是成全的 去 便卖你所有的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跟随我 少年人一听这话 就幽闷地走了 因为他拥有许多产业 于是 耶稣对门徒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妇人难进天国 我再告诉你们 骆驼穿过针孔 比妇人进天国还容易 门徒们听了 就非常惊异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注视他们说 为人这是不可能的 但为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 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跟随了你 那么 将来我们可得到什么呢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 在重生的世代 人子坐在自己光荣的宝座上时 你们也要坐在十二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并且 凡为我的名 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姊妹 或父亲 或母亲 或妻子 或儿女 或田地的 必要领取百倍的赏报 并承受永生 有许多在先的 要成为在后的 在后的 要成为在先的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 清晨出去 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 他与工人议定 一天一个得纳 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 约在第三时辰 又出去 看见另有些人 在街市上闲立着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凡照公义该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就去了 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 他又出去 也照样做了 约在第十一时辰 他又出去 看见还有些人 站在那里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 站在这里 整天闲着 他们对他说 因为没有人雇我们 他给他们说 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 到了晚上 葡萄园的主人 对他的管事人说 你叫工人来 分给他们工资 由最后的开始 直到最先的 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 每人领了一个得纳 那些最先顾的前来 心想自己必会多领 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得纳 他们一领了 就抱怨家主 说 这些最后顾的人 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 而你竟把他们 与我们这整天 受苦受弱的同等看待 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 朋友 我并没有亏负你 你不是和我议定了 一个得纳吗 拿你的走吧 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 和给你的一样 难道不许我拿 我所有的财物 行我所愿意的吗 或是因为我好 你就眼红吗 这样 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最先的将会成为最后的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 暗暗把十二个门徒 带到一边 在路上对他们说 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于 司祭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并且要把他交给 外邦人戏弄 鞭打 定死 但第三天 他要复活 那时 赛伯德儿子的母亲 同自己的儿子前来 叩拜耶稣 请求他一件事 耶稣对他说 你要什么 他回答说 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 在你王国内 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对他们说 我的绝你们固然要饮 但坐在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我付给谁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听了 就恼怒他们两兄弟 耶稣叫过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 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 有大臣管辖他们 在你们中 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 就当作你们的奴仆 就如人子来 不是受服事 而是服事人 并交出自己的生命 为大众做赎价 他们由耶里哥出来时 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 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 听说耶稣路过 就喊叫说 主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民众斥责他们 叫他们不要作声 他们反而更喊叫说 主 大魏之子 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 叫过他们来 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回答说 主 将我们的眼睛开开吧 耶稣动了磁心 摸了摸他们的眼睛 他们就立刻看见了 也跟着他去了 当他们临近耶路撒冷 来到靠近橄榄山的贝特法阁时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历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母驴 和跟他在一起的驴居 解开 给我牵来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们 他就会立刻放他们来 这事发生 是为应验先知所说的 你们应向西庸女子说 看 你的君王来到你这里 温和地骑在一匹驴上 一匹母驴的小驴居上 门徒就去 照耶稣吩咐他们的坐了 他们牵了母驴和驴居来 把外衣搭在他们的身上 扶耶稣坐在上面 很多群众 把自己的外衣铺在路上 还有些人 从树上砍下树枝来 洒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群众喊说 赫三纳于达位之子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 赫三纳于至高之天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全城轰动 说 这人是谁 群众说 这是加里雷亚纳扎类的先知 耶稣 耶稣进了圣殿 把一切在圣殿内的商人 顾客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向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殿宇应称为祈祷之所 你们竟把他做成了贼窝 在圣殿内的虾子和瘸子来到他跟前 他都治好了他们 司机长及经师 见了他所行的骑士 又听见了孩子们在圣殿内喊说 就大发愤怒 对耶稣说 你听见他们说 说的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的 你们从未读过 你由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 备受赞美这句话吗 于是便离开他们 走出城外 到博达尼去 在那里过夜 早晨 他回城时 饿了 见路旁有棵无花果树 就走到跟前 但在树上除了叶子外 什么也没找着 就对他说 你永远不再结果子了 那无花果树 立即枯干了 门徒一见 就惊异说 怎么这无花果树 立即枯干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如果有信德 不疑惑 不但能对无花果树 做这件事 即便你们对这座山说 起来 投到海中 也必要实现 不论你们在祈祷时 恳求什么 只要信 就必获得 他进了圣殿 正教训人时 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 来到他跟前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谁给了你这种权柄 耶稣回答说 我也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若答复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他们心中思量说 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对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是从人来的 我们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都以若汉为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你们以为怎样 从前有一个人 有两个儿子 他对第一个说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工作吧 他回答说 主 我去 但他却没有去 他对第二个 也说了同样的话 第二个却答应说 我不愿意 但后来悔悟过来 而又去了 二人中哪一个 履行了父亲的意愿 他们说 后一个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要在你们已先进入天国 因为若汉来到你们这里 履行了正义 你们仍不相信他 税吏和娼妓 倒相信了 至于你们 见了后 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 从前有一个家主 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围上篱笆 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 住了一个守望台 把他租给原户 就离开了本国 快到收果子的时节 他打发仆人到原户那里去收果子 原户拿住了仆人 将一个鞭打了 将一个杀了 将另一个用石头砸死了 他再打发一些仆人去 人数比以前还多 原户也一样对待了他们 最后 他打发自己的儿子 到他们那里去 说 他们会敬重我的儿子 但原户一看见是儿子 就彼此说 这是继承人 来 我们杀掉他 我们就能得到他的产业 于是他们拿住他 把他推到园外杀了 那么当葡萄园的主人来时 他要怎样处置那些园户呢 他们回答说 要凶恶地消灭那些凶恶的人 把葡萄园令租给 按时给他缴纳出产的园户 耶稣对他们说 将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 在我们眼中 神庙莫测的这句经文 你们没有读过吗 为此 我对你们说 天主的国 必由你们中夺去 而交给结果子的外邦人 跌在这石头上的 必被撞碎 这石头落在水身上 必要把它压碎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 听了他的这些比喻 决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就想逮住他 但害怕民众 因为他们以耶稣为一位先知 马斗福音 第二十二章 耶稣又开口 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国王 为自己的儿子办婚宴 他打发仆人 去找被请的人来赴婚宴 他们却不愿意来 又派其他的仆人去 说 你们对被请的人说 看 我已经预备好了 我的圣宴 我的公牛和肥处 都宰杀了 一切都齐备了 你们来赴婚宴吧 他们却不理 有的往自己的田里去了 有的做自己的生意去了 其余的 竟拿住他的仆人 凌辱后杀死了 国王于是动了怒 派自己的军队 消灭了那些杀人的凶手 焚毁了他们的城市 然后对仆人说 婚宴已经齐备了 但是被请的人都不配 如今你们到各路口去 凡是你们所遇到的 都请来赴婚宴 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到的 无论坏人 好人 都召集了来 婚宴上就满了 坐席的人 国王进来 寻视坐席的客人 看见在那里有一个 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 便对他说 朋友 你怎么到这里来 不穿婚宴礼服 那人漠然无语 国王遂对仆役说 你们捆起他的脚和手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因为被罩的人多 被选的人少 那时 法利塞人去商讨 怎样在言坛上 叫耶稣入圈套 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 和黑洛德党人 到他跟前说 师父 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 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不顾及任何人 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如今请你告诉我们 你以为如何 给凯撒纳税 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 就说 假善人 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 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 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 耶稣对他们说 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 他们对他说 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 凯撒的 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 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听了大为经义 所以离开他走了 在那一天 否认复活的 撒杜塞人 来到他跟前 问他说 师父 梅瑟说 谁若死了 没有儿子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女人为妻 给他哥哥立四 在我们中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子嗣就死了 一下子给他的弟弟 连第二个与第三个 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 最后 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 在复活的时候 她是七人中 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都曾娶过她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错了 不明了经书 也不明了天主的能力 因为复活的时候 也不娶 也不嫁 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样 关于死人复活 你们不曾念过天主 对你们所说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及雅各伯的天主的话吗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民众听了 就都惊讶他的道理 法利塞人听说 耶稣使撒杜塞人 闭口无言 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中 有一个法学士试探他 发问说 师父 法律中 哪条诫命是最大的 耶稣对他说 你应全心 全灵 全意 爱上主 你的天主 这是最大 也是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 与此相似 你应当爱尽人 如你自己 全部法律和先知 都寄予这两条诫命 法利塞人 聚集在一起时 耶稣问他们说 关于墨西亚 你们以为如何 他是谁的儿子 他们回答说 达卫的 耶稣对他们说 怎么达卫 因圣神的感动 称他为主说 上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敌 放在你的脚下 那么 如果达卫 称他为主 他怎会是 达卫的儿子 没有人能回答 他一句话 从那天以后 没有谁再敢问他 那时 耶稣对民众 和他的门徒 讲论说 经师和法利塞人 坐在梅色的讲座上 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 你们要行 要守 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 因为他们只说不做 他们把沉重 而难以附和的担子捆好 放在人的肩上 自己 却不肯用一个指头 动一下 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 都是为教人看 为此 他们把精霞放宽 一岁加长 他们又喜爱 沿席上的守卫 会堂中的上座 喜爱人在街市上 向他们致敬 称他们为蜡笔 至于你们 却不要被称为蜡笔 因为你们的师父 只有一位 你们众人 都是兄弟 也不要在地上 称人为你们的父 因为你们的父 只有一位 就是天上的父 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 因为你们的导师 只有一位 就是墨西亚 你们中那最大的 该做你们的仆役 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货哉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 假善人 因为你们给人 封闭了天国 你们不进去 也不让愿意 进去的人进去 货哉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 假善人 因为你们吞没了 寡妇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 祈祷做掩饰 为此 你们必要遭受 更重的处罚 货哉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 假善人 因为你们走遍了 海洋和陆地 为使一个人 成为皈依者 几时他成了 你们反而使他成为一个 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 祸哉 你们瞎眼地向导 你们说 谁若指着圣所启示 不算什么 但是谁若指着圣所的金字启示 就该还愿 又昏又瞎的人呢 究竟什么更贵重 是金字 或是那时金字成圣的圣所 还有 谁若指着全凡祭坛启示 不算什么 但是谁若指着那上面的贡物启示 就该还愿 瞎眼的人呢 究竟什么更贵重 是贡物 或是那使贡物成圣的全凡祭坛 所以 那指着全凡祭坛启示的 是指着他和那上面的一切启示 那指着圣所启示的 是指着他和那住在他内的而启示 那指着天启示的 是指着天主的宝座 和坐在上面的那位启示 或在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捐献十分之一的薄荷 回乡和石炉 却放过了法律上最重要的公义 仁爱与信义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放过 瞎眼的向导 你们律出文锐 却启示的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 因为你们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坟墓 外面看来道华丽 里面却满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样的污秽 同样 你们外面 叫人看来道像义人 你们里面 却满是虚伪和不法 或在 你们经师和法利赛假善人 因为你们修建先知的坟 装饰义人的墓 且说 假使我们生在我们祖先的时日 我们绝不是他们流先知血的伙伴 这样你们自己作证 你们是那些残杀先知者的子孙了 你们就来补足你们祖先作恶的尺度吧 蛇啊 毒蛇的种类 你们怎能逃避地狱的处罚 为此 看 我打发先知 贤者和精师 到你们这里来 其中 有的你们要杀死 有的你们要钉死 有的你们要在你们的会堂中鞭打 有的你们要由一城市 追逼到另一城市 好叫留在地上的一切义人的邪 自义人亚伯尔的邪 直到你们曾在圣所 与全凡祭坛间 所杀的贝勒基亚的儿子 泽加里亚的邪都归到你们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一切都要归到这一代人身上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常残杀先知 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橱聚集在翅膀底下 但你却不愿意 你看吧 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 因为我告诉你们 因为我告诉你们 自今以后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 耶稣由圣殿里出来前行 门徒前来把圣殿的建筑指给他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不是看见这一切吗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在橄榄山上坐着的时候 门徒前来私下对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又什么是你来临和时代穷尽的先兆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欺骗你们 因为将有许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他们要欺骗许多人 你们要听到战争和战争的风声 小心 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 但还不是结局 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要起来攻击国家 并且到处要有饥荒 瘟疫和地震 但是 这一切 只是痛苦的开始 那时 人要交付你们去受刑 要杀害你们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要为各民族所憎恨 那时 必有许多人要跌倒 互相出卖 互相仇恨 许多假先知要起来 欺骗许多人 由于罪恶的增多 许多人的爱情必要冷淡 唯独坚持到底的 才可得救 天国的福音 必先在全世界宣讲 给万民作证 然后 结局才会来到 所以 几时你们见到 达尼尔所说的 招致荒凉的可增之物 已立于圣地 读者应明白 那时 在犹太的 该逃往山中 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 从自己的屋里 取什么东西 在田野里的 也不要回来 取他的外衣 在那些日子内 怀孕的 和哺乳的 是有祸的 你们当祈祷 不要叫你们的 陶顿 遇到冬天 或安息日 因为那时 必有大灾难 是从宇宙开始 直到如今 从未有过的 将来 将来也不会再有 并且那些 时日 如不缩短 凡有血肉的 都不会得救 但为了那些 被选的 那些时日 必将缩短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 墨西亚在这里 或说 在那里 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将有 假墨西亚 和假先知兴起 行大奇迹和异迹 以致如果可能 连被选的人 也要被欺骗 看 我预先告诉了你们 为此 如果有人对你们说 看 他在旷野 你们不要出来 或说 看 在那时 你们也不要相信 因为如同闪电 从东方发出 直照到西方 人子的来临 也要这样 无论在哪里 有死尸 老鹰 就聚集在哪里 那些时日的 灾难一过 历时 太阳就要昏暗 月亮 也不发光 星辰 要从天上坠下 天上的万象 也要动摇 那时 人子的记号 要出现天上 地上所有的种族 都要哀嚎 要看见人子 带着威能和大光荣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他要派遣他的天使 用发出红声的号角 有四方 从天这边 到天那边 聚集他所拣选的人 你们应该由无花果 取个比喻 几时他的枝条 已经发嫩 叶子出生了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几时 看见这一切 你们就该知道 他已进了 就在门口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到这一切 发生了 这一世代 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 绝不会过去 至于那日子 和那时刻 除父一个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 都不知道 就如在诺厄的时日 怎样 人子的来临 也要怎样 因为就如在洪水 以前的时日 人照常吃喝婚假 直到诺厄 进入方舟的那一天 仍然没有觉察 直到洪水来了 把他们都卷了去 人子的来临 也必要这样 那时 两个人同在田间 一个被提去 一个却被移去 两个女人 同在墨旁推墨 一个被提去 一个却被移去 所以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在哪一天 你们的主人要来 这一点你们要明白 如果家主知道 盗贼几更天要来 他必要醒悟 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 为此 你们应该准备 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 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 按时配挤他们食粮呢 主人来时 看见他如此行事 那仆人 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如果那恶仆心里说 我主人必要持严 于是开始拷打自己的同伴 甚或同罪汉一起吃喝 正在他不期待的日子 和想不到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 铲除他 使他与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 在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那时 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拿着自己的灯 出去迎接新郎 他们中五个是糊涂的 五个是明智的 糊涂的拿了灯 却没有随身带油 而明智的拿了灯 并且在湖里带了油 因为新郎持炎 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吧 那些童女碎都起来 装备他们的灯 糊涂的对明智的说 把你们的油分歇给我们吧 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 明智的答说 怕为我们和你们都不够 更好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 为自己买吧 他们去买的时候 新郎到了 那准备好了的 就同他进去 共赴婚宴 门碎关上了 末后 其余的童女也来了 说 主啊 主啊 给我们开门吧 他却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你们该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 也不知道那时辰 天国又如一个要远行的人 将自己的仆人叫来 把财产托付给他们 按照他们的才能 一个给了五个塔冷通 一个给了两个 一个给了一个 然后动身走了 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 立刻去用来营业 另外赚了五个 同样 那领了两个的 也赚了另外两个 但是 那领了一个的 却去掘开地 把主人的银子藏了 过了多时 仆人的主人回来了 便与他们算账 那领了五个塔冷通的 上前来 乘上另外五个塔冷通 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五个塔冷通 看 我赚了另外五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那领了两个塔冷通的 野钱来说 主啊 你曾交给我两个塔冷通 看 我赚了另外两个塔冷通 主人对他说 好 善良忠信的仆人 你既在少许事上忠信 我必委派你管理许多大事 进入你主人的福乐吧 随后 那领了一个塔冷通的野钱来说 主啊 我原知道你是个刻薄的人 在你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你没有散步的地方聚脸 因为我害怕 所以我去把你的塔冷通 藏在地下 看 你的人还给你 主人回答说 可恶懒惰的仆人 你既知道 我在没有下种的地方收割 在没有散步的地方聚脸 那么 你就该把我的银子 交给钱庄里的人 带我回来时 把我的连本带笠取回 所以 你们把这个塔冷通 从他手中夺过来 给那有了十个塔冷通的 因为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叫他富裕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由他手中夺去 至于这无用的仆人 你们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 在那里 必有哀嚎和怯耻 当人子 当人子在自己的光荣中 与众天使一同降来时 那时 他要坐在光荣的宝座上 一切的民族 都要聚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 如同牧人 分开绵羊和山羊一样 把绵羊放在自己的右边 山羊在左边 那时 君王要对那些在他右边的说 我父所祝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了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收留了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了我穿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监里 你们来探望了我 那时 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饥饿 而供养了你 或口渴 而给了你喝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了你做客 而收留了你 或赤身露体 而给了你穿的 我们什么时候 见你患病 或在监里 而来探望过你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对我这些 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 在左边的说 可咒骂的 离开我 到那给魔鬼 和他的使者 预备的 永活里去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做客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赤身露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患病 或在监里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 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几时见了你饥饿 或口渴 或做客 或赤身露体 或有病 或作奸 而我们没有给你效劳 那时 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没有给这些 最小中的一个做的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人要进入永乏 而那些义人 却要进入永生 马斗福音 第二十六章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 便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知道 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 人子要被借送 被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司祭长和民间长老 都聚集在 民教盖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 共同一决 要用诡计捉拿耶稣 加以杀害 但是他们说 不可在庆节期内 免得民间发生暴动 耶稣正在 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时 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叶 来到耶稣跟前 倒在正坐席的 耶稣的头上 门徒们见了 就不满意说 为什么这样浪费 这香叶远可卖得许多钱 施舍给穷人 耶稣知道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女人难受 她在我身上 原是做了一件善事 你们常有穷人 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常有 她把这香叶 倒在我身上 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在全世界 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 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 来纪念他 随后 那十二人中之一 名叫尤达斯伊斯加略的 去见司机长 说 我把他交给你们 你们愿意给我什么 他们约定给他三十块银钱 从此他便寻找机会 要把耶稣交出 无教节的第一天 门徒前来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在哪里 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 耶稣说 你们进城去见某人 对他说 师父说 我的时候近了 我要与我的门徒 在你那里举行逾越节 门徒就照耶稣 吩咐他们的做了 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与十二门徒做席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 他们非常忧闷 开始各自对他说 主 难道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 那同我一起把手 站在盘子里的人 要出卖我 人子固然要按照 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是出卖人子的那人 却是有祸的 那人若没有生 为他更好 那要出卖他的尤达斯 也开口问耶稣说 拉比 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他们正吃晚餐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然后 然后又拿起杯来 祝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由其中喝吧 因为这是我的血 新约的血 为大众清流 以赦免罪过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在我父的国里那一天 与你们同喝新酒 他们唱了圣泳 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夜 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 因为经上记载 我要打击牧人 羊群就要四散 但是 我复活后 要在你们以先 到加里雷亚去 伯多禄 却回答他说 即便众人 都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绝不会跌倒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夜击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对他说 即便我该同你一起死 我也绝不会不认你 众门徒也都这样说了 随后 耶稣同他们 来到一个名叫 格泽玛尼的庄园里 便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祈祷 遂带了伯多禄 和赛伯德的两个儿子同去 开始幽闷恐怖起来 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幽闷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同我一起醒悟吧 他稍微前行 就俯首置地 祈祷说 我父 若是可能 就让这杯离开我吧 但不要照我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他来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睡着了 便对伯多禄说 你们竟不能同我 醒悟一个时辰吗 醒悟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心神固然怯怨 但肉体却转弱 他第二次再去祈祷说 我父 如果这杯不能离去 非要我喝不渴 就成就你的意愿吧 他又回来 见他们仍然睡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 很是沉重 他再离开他们 第三次去祈祷 又说了同样的话 然后回到门徒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睡下去吧 休息吧 看 时候到了 人子就要被教育罪人手里 起来 我们去吧 看 那出卖我的 已来尽了 他还在说话的时候 看 那十二人中之一的尤达斯来了 同他一起的 还有许多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 是由司机长和民间的长老派来的 那出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 我口亲谁 谁就是 你们拿住他 尤达斯一来到耶稣跟前 就说 拉比 你好 就口亲了他 耶稣却对他说 朋友 你来做的事就做吧 于是他们上前 向耶稣下手 拿住了他 有同耶稣在一起的一个人 伸手拔出自己的剑 砍了大司机的仆人一剑 削去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碎对他说 把你的剑放回原处 因为凡持剑的 必死在剑下 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 即刻给我调动十二军以上的天使吗 若这样 怎能应验经上所载 应如此成就的事呢 在那时 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 如同对付强盗 我天天坐在圣殿内施教 你们没有拿我 这一切都发生了 是为应验 千知所记载的 于是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些拿住耶稣的人 将耶稣带到大司机盖法前 经师和长老已聚集在那里 伯多禄远远跟着耶稣 直到大司机的庭院 他也进到里面 坐在差役中观看结局 司机长和全公议会 寻找相反耶稣的假证据 要把他处死 虽然有许多假见证出庭 但没有找出什么 最后有两个人上前来 说 这人曾经说过 我能拆毁天主的圣殿 在三天内 我能把他重建起来 大司机就站起来 对他说 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 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耶稣却不出声 于是大司机对他说 我因生活的天主 岂是命理告诉我们 你是不是墨西亚 天主之子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并且我告诉你们 从此你们将要看见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边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大司机遂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他说了亵渎的话 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你们刚才听到了这亵渎的话 你们以为该怎样 他们回答说 他该死 众人遂及向他脸上吐唾沫 用拳头打他 另有一些人 也用巴掌打他 说 墨西亚 你猜猜是谁打你 伯多禄在外面庭院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 来到他跟前说 你也是同那加里雷亚人 耶稣一起的 他当着众人否认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他出去到了门廊 另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人是同那那扎类人 耶稣一起的 他又发誓否认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过了一会儿 站在那里的人前来对伯多禄说 的确 你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因为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伯多禄就开始诅咒发誓说 我不认识这个人 历时鸡就叫了 伯多禄便想起耶稣所说的话来 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一到了外面 就伤心痛哭起来 马斗福音第二十七章 到了早晨 众司纪长和民间的长老 就决意陷害耶稣 要把他处死 所以把他捆绑了 借送给总督比拉多 这时 那出卖耶稣的尤达斯 见他已被判决 就后悔了 把那三十块银钱 退还给司纪长和长老 说 我出卖了无辜的血 犯了罪了 他们却说 这与我们何干 是你自己的事 于是他把那些银钱 扔在圣所里 就退出来 上吊死了 司纪长拿了那些银钱说 这是血价 不可放入现仪乡内 他们商议后 就用那银钱买了 逃工的田地 作为埋葬外乡人用 为此 直到今日 称那块田地为血田 这就应验了 这就应验了耶雷米亚先知所说的话 他们拿了三十块银钱 及以色列子民 为被卖的人所估定的价钱 用这钱买了逃工的那块田 如上主所吩咐我的 耶稣站在总督面前 总督便审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答说 你说的是 当司机长和长老控告他时 他什么也不回答 于是 比拉多对他说 你没有听见 他们提出多少证据 告你吗 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 以致总督大为惊异 每逢节日 总督灌场给民众释放一个 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 那时 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 名叫巴拉巴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 哪一个巴拉巴 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原来他知道 他们是由于吉祭 才把他借送来的 比拉多正坐堂时 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 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一人的事 因为我为他 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 司机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 叫他们要求巴拉巴 而除掉耶稣 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 这两个人中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 他们说 巴拉巴 比拉多对他们说 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 我该怎么办 众人答说 该定他在十字架上 总督问说 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 他们越发喊说 他们越发喊说 该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 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 反倒更为混乱 就拿水 当着民众洗手说 对这一人的血 我是无罪的 你们自己负责吧 全体百姓回答说 他的血归在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于是 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 至于耶稣 把他鞭打了以后 交给人 钉在十字架上 那时 总督的兵士 把耶稣带到总督府内 召集了全队围着他 脱去了他的衣服 给他披上一件 紫红色的外肠 又用荆棘编了一个瓷冠 戴在他头上 拿一根芦苇 放在他右手里 然后跪在他前 戏弄他说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随后向他吐唾沫 拿起芦苇来敲他的头 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去外场 又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带他去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出来时 遇见一个鸡勒乃人 名叫西门 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到了一个名叫戈尔戈达的地方 即称为独楼的地方 他们就拿苦爱调和的酒给他喝 他只尝了尝 却不愿意喝 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以后 就粘究分了他的衣服 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 在他的头上 安放了他的罪状牌 写着说 这是耶稣 犹太人的君王 当时与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还有两个强盗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 你这拆毁圣殿 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 就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 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司纪长和经师与长老们 也同样戏弄说 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他既是以色列君王 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我们就信他 他信赖天主 天主如喜欢他 如今就该救他 因为他说过 我是天主子 同他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 也这样计较他 从第六时辰起 直到第九时辰 遍地都黑暗了 约末第九时辰 耶稣大声喊说 恶力 恶力 雷瓦萨巴 黑塔尼 就是说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 舍弃了我 站在那里的人中 有几个听见了就说 这人呼唤厄里亚呢 他们中 虽有一个立即跑去 拿了海绵 浸满了醋 绑在芦苇上 递给他喝 其余的人却说 等一等 我们看 是否厄里亚来救他 耶稣又大喊一声 虽交付了灵魂 看圣所的账卖 从上到下分裂为二 大地震动 岩石崩裂 坟墓自开 许多长眠的圣者的身体复活了 在耶稣复活后 他们由坟墓出来 进入圣城 发现给许多人 百夫长和同他一起 看守耶稣的人 一件地动 和所发生的事 就非常害怕 说 这人真是天竹子 有许多妇女 在那里 从远处观望 他们从加里 雷亚就跟随了耶稣 为服侍他 其中 有玛利亚 玛达雷纳 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 玛利亚 与再伯德 儿子的母亲 到了傍晚 来了一个阿里玛特亚的妇人 名叫若瑟 她也是耶稣的门徒 这人去见比拉多 请求耶稣的遗体 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 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 就用洁白的链布 将它包好 安放在为自己 于岩石间所凿的西墓穴内 并把一块大石头 滚到墓口 就走了 在那里 在那里还有玛利亚 玛达雷纳和另外一个玛利亚 对着坟墓坐着 第二天 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 同来见比拉多 说 大人 我们记得那个骗子 活着的时候 曾说过 三天以后我要复活 为此 请你下令 把守坟墓 直到第三天 怕他的门徒来了 把他偷去 而对百姓说 他从死人中复活了 那最后的骗局 就比先前的更坏了 比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可得一队卫兵 你们去 照你们所知道的 好好看守 他们就去 在石上加了封条 派驻卫兵把守坟墓 马斗福音 第二十八章 安息日记过 一周的第一日 天快亮时 玛利亚 玛达雷纳 和另一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忽然发生了大地震 因为上主的天使 从天降来 上前把石头滚开 坐在上面 他的容貌 好像闪电 他的衣服 洁白如雪 看守的人 由于怕他 吓得打颤 变得好像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道 你们不要害怕 我知道你们寻找 被钉死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 因为他已经照他所说的 复活了 你们来看看 那安放过他的地方 并且快去对他的门徒说 他已经由死者中复活了 看 他在你们 已先往加里 雷亚去 在那里 你们要看见他 看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他们赶快离开坟墓 又恐惧 又异常喜乐 跑去报告他的门徒 忽然 耶稣迎上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遂上前 抱住耶稣的脚 朝拜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你们去 报告我的兄弟 叫他们往加里雷亚去 他们要在那里看见我 当妇女离去的时候 有几个看守的兵士来到城里 把所发生的事 全告诉了司机长 司机长就同长老聚会商议之后 给了兵士许多钱 嘱咐他们说 你们就说 我们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夜间来了 把他偷去了 如果这事为总督听见 有我们说好话 保管你们 保管你们无事 兵士拿了银钱 就照他们所嘱咐的做了 这消息就在犹太人间传扬开了 一直到今天 十一个门徒就往加里雷亚 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去了 他们一看见他 就朝拜了他 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 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 都交给了我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成为门徒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给他们受洗 教训他们 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看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马尔谷福音 马尔谷福音第一章 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 正如先知伊撒伊亚书上记载的 看 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预备你的道路 旷野中有呼号者的声音 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路 修职他的途径 习者若汉便在旷野里出现 宣讲悔改的习礼 为得罪之设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群众都出来 到他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习 若汉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腰间竖的是皮带 吃的是蝗虫 他宣告说 那比我更有力量的要在我以后来 我连俯身解他的鞋带也不配 我以水洗你们 他却要以圣神洗你们 在那些日子里 耶税由加里雷亚纳扎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若汉的洗 他刚从水里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 又有声音从天上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 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 受撒丹的试探 与野兽在一起 并由天使服侍他 若汉被监禁后 耶税来到加里雷亚 宣讲天主的福音 说 时期已满 天主的国临近了 你们悔改 信从福音吧 当耶税沿着加里雷亚海行走时 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 安德雷在海里撒网 他们原是渔夫 耶税向他们说 来跟随我 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 他们便立刻抛下网 跟随了他 耶税向前行了不远 看见赛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他的弟弟若旺 正在船上修网 耶税虽立即召叫他们 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赛伯德 和佣工们留在船上 跟随他去了 他们进了阁法屋 一到安息日 耶税就进入会堂教训人 人都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 正像有权威似的 不像经师们一样 当时在他们的会堂里 正有一个赴邪魔的人 他喊叫说 那大类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竟来毁灭我们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斥责他说 不要作声 从他身上出去 邪魔使那人拘乱了一阵 大吼声 就从他身上出去了 众人大为惊恶 以致彼此询问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新的教训 并具有权威 他连给邪魔出命 邪魔也听通他 他的声誉遂及传遍了 加里雷亚附近各处 他一出会堂 就同雅各伯和若旺 来到了西满和安德雷的家里 那时 西满的岳母正躺着发烧 有人就向耶稣提起他来 耶稣上前去 握住他的手 扶起他来 热症最急离开了他 他就伺候他们 到了晚上 日落之后 人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 都带到他跟前 合成的人都聚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 患各种病症的人 驱逐了许多魔鬼 并且不许魔鬼说话 因为魔鬼认识他 清晨 天还很黑 耶稣就起身出去 到荒野的地方 在那里祈祷 西满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都去追寻他 找到了他 就向他说 众人都找你呢 耶稣对他们说 让我们到别处去 到临近的村镇去吧 好叫我也在那里宣讲 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他隧到加里雷亚各地 在他们的会堂里宣讲 并驱逐魔鬼 有一个赖病人 来到耶稣跟前 跪下求他说 你若愿意 就能接近我 耶稣动了怜悯的心 就伸手抚摸他 向他说 我愿意 你接近了吧 赖病历时脱离了他 他就洁净了 然后 耶稣严厉警告他 立即催他走 并向他说 当心 什么也不可告诉人 但去叫司机检验你 并为你的洁净 奉献梅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但那人一出去 便开始极力宣扬 把这事传扬开了 以致耶稣 不能再公然进城 只好留在外边 荒野的地方 但人们 却从各处 到他跟前来 马尔古福音 第二章 过了一些日子 耶稣又进了 格法翁 人听说他在家里 就聚来了许多人 以致连门前 也不能再容纳 他就对他们讲道 那时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 到他这里来 有四个人抬着 但因为人 但因为人众多 不能送到他面前 就在耶稣所在之处 拆开了房顶 拆穿之后 把床坠下去 摊子在上面躺着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孩子 你的罪赦了 那时 有几个精师坐在那里 心里蠢夺说 怎么这人这样说话呢 他说了亵渎的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凭自己的神力 即刻认透了 他们私自这样蠢夺 遂向他们说 你们心中 为什么这样蠢夺呢 什么比较容易呢 是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了 还是说 起来 拿你的床走 但未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权柄赦罪 遂对摊子说 我给你说 起来 拿你的床回家去吧 那人遂起来 立刻拿起床 当着众人的面走出去了 以致众人大为惊恶 遂光荣天主说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又出去 到了海边 群众都到他跟前 他便教训他们 当他前行时 看见阿尔斐的儿子 内卫坐在睡棺上 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内卫就起来 跟随了耶稣 当耶稣 在内卫家中 做席的时候 有许多税吏和罪人 也与耶稣和他的门徒 一起做席 因为已有许多人 跟随了他 法利赛党的经师 看见耶稣与罪人 和税吏一起吃饭 就对他的门徒说 怎么 他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喝 耶稣听了 就对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一人 而是照罪人 当时 若汉的门徒和法利赛人 正在进食 有人来向耶稣说 为什么若汉的门徒 和法利赛人的门徒 进食 而你的门徒 却不进食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在新郎 还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进食 他们与新郎 在一起的时候 绝不能进食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 被截去时 在那一天 他们就要进食了 没有人将未剽过的布 补在旧衣服上的 不然 补上的那块新布 要扯裂了旧的 破绽就更加坏了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在旧皮囊里的 不然酒砸破了皮囊 酒和皮囊都丧失了 而是新酒 应装在新皮囊里 有一次 正当安息日 耶稣从麦田里路过 他的门徒 在行路时 掐使起麦穗来 法利塞人向耶稣说 你看 他们为什么做 安息日不许做的事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从未读过 达卫在急迫中 和同他一起的人 在饥饿时 所做的事吗 当厄贝亚塔尔 做大司祭时 达卫怎样进了 天主的殿 吃了除丝祭外 谁也不许吃的供饼 并且还给了 同他一起的人 耶稣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力的 并不是人为了安息日 所以 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又进了会堂 在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 枯干了 他们窥查耶稣 是否在安息日 治好那人 好去控告他 耶稣对那有一只手 枯了的人说 起来站在中间 遂对他们说 安息日许行善呢 或作恶呢 许救命呢 或害命呢 他们一声不响 耶稣遂寒怒 还示他们 见他们的心硬而悲伤 就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一伸 他的手就赴了圆 法利赛人一出去 立刻便与黑洛德党人 做陷害耶稣的商讨 为除灭他 那时 耶稣同自己的门徒 退到海边去 有许多民众 从加里雷亚跟随了来 并有从犹太 耶路撒冷 伊渡莫雅 约旦河彼岸 提洛和西东一带地方的许多群众 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来到他跟前 因为人多 他遂吩咐他的门徒 为自己备好一只小船 免得人拥挤他 因为他治好了许多人 所以凡有病灾的人都向他涌来 要触摸他 邪魔一见了他 就俯伏在他面前 喊说 你是天主子 他却严厉择斥他们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随后 耶稣上了山 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 他们便来到他面前 他就选定了十二人 未同他藏在一起 并未派遣他们去宣讲 且具有驱魔的权柄 他选定了这十二人 西满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 和雅各伯的弟弟若旺 并为他们起名叫波纳尔格 就是雷霆之子 安德雷 安德雷 斐里伯 巴尔多路茂 马斗 多默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达斗和热成者西满 并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是覆卖耶稣者 耶稣到了家 群众又聚集了来 以致他们连饭都不能吃 他的人听说了 便出来要抓住他 因为他们说他疯了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经师们说 他富有贝尔则布 又说 他赖魔王驱魔 耶稣遂把他们叫来 用比喻向他们说 撒丹怎能驱逐撒丹呢 一国若自相纷争 那国就不能存立 一家若自相纷争 那家也将不能存立 撒丹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 也就不能存立 必要灭亡 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 抢劫他的家具的 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 然后抢劫他的家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世人的一切罪恶 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 都可得赦免 但谁若亵渎了圣神 永远不得赦免 而是永久罪恶的犯人 耶稣说这话 是因为他们说 他富有邪魔 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们来了 站在外边 派人到他跟前去叫他 那时群众正围着他坐着 有人给他说 看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在外边找你 耶稣回答他们说 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碎环是他周围坐着的人说 看 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 因为谁奉行天主的旨意 他就是我的兄弟 姊妹和母亲 玛尔古福音第四章 耶稣又在海边上开始施教 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跟前 他只得上了一只船 在海上坐着 所有的群众都在海边地上 他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事 在施教时 他向他们说 你们听 有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他洒种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飞鸟来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地里 那里没有多少土壤 即刻发了芽 因为所有的土壤不深 太阳一出来 被晒焦了 又因为没有根 就干枯了 有的落在荆棘中 荆棘长起来 把它窒息了 就没有结石 有的落在好地里 就长大成熟 结了果实 有的结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他又说 有耳听的 听吧 当耶稣 独自一人的时候 那些跟从他的人 和十二门徒 便问他这些比喻的意义 耶稣对他们说 天主国的奥义 只赏给了你们 但对那些外人 一切都用比喻 使他们看是看 却看不见 听是听 却听不明白 免得他们回头 而得赦免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明白 这个比喻 又怎能明白 其他的一切比喻呢 那撒种的人 撒的是所讲的话 那撒在路旁的话 是指人听了后 撒单立时来 把撒在他们心里的话 夺了去 同样 那撒在石头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后 立刻欣然接受 但他们心里没有根 不能持久 极致为了这话 发生艰难或迫害 立刻就跌倒了 还有那撒在荆棘中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后 世俗的焦虑 财富的迷惑 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 把话蒙住了 结不出果实 那撒在好地里的 是指人听了这话 就接受了 并结了果实 有的三十倍 有的六十倍 有的一百倍 耶稣又向他们说 人拿灯来 其实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 不是为放在灯台上吗 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 不是为显露出来的 也没有隐秘的事 不是为张鸣出来的 谁若有耳听 听吧 耶稣又向他们说 要留心你们所听的 你们用什么尺夺粮给人 也要用什么尺夺粮给你们 且要多加给你们 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 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 他又说 天主的国 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 它黑夜白天 或睡或起 那种子发芽生长 至于怎样 他却不知道 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 先发苗 后土碎 最后碎上满了麦粒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 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 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他又说 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 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 它好像一粒芥子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上一切的种子都小 当下种之后 生长起来 比一切蔬菜都大 并且长出大只 以至天上的飞鸟 能栖息在他的阴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 给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但私下里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 在当天晚上 耶稣对门徒说 他们遥离开群众 就照他在船上的原状 带他走了 与他一起的 还有别的小船 忽然狂风大作 波浪打进船内 以致小船已满了水 耶稣却在船尾 一枕而睡 他们叫醒他 给他说 师父 我们要丧亡了 你不管吗 耶稣醒来 斥责了风 并向海说 不要作声 平定了吧 风就停止了 随大为平静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胆怯 你们怎么还没有信德呢 他们非常惊惧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 马尔谷福音第五章 他们来到海的对岸 格拉撒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 即刻有一个 附邪魔的人 从坟墓里出来 迎着他走来 原来那人居住在坟墓里 再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料 和锁链将他捆覆 他却将锁链争断 将脚料弄碎 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在坟墓里 或山林中喊叫 用石头击伤自己 他从远处望见了耶稣 就跑来跪在他前 大声喊说 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因这天主事求你 不要苦害我 因为耶稣曾向他说 邪魔 从这人身上出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回答说 我名叫金链 因为我们众多 他再三恳求耶稣 不要驱逐他们离开此地 那时 在那边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正在暮放 他们恳求耶稣说 请打发我们到那猪群 好让我们进入他们内 耶稣准许了他们 邪魔就出来 进入了猪内 那群猪约有二千 便从山崖上直冲到海里 在海里淹死了 放猪的人就逃去 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 人都出来 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跟前 看见那个附魔的人 即为军旅所附的人 坐在那里 穿着衣服 神智清醒 就害怕起来 看见的人 就把附魔的人 所遇到的事 和那群猪的事 都给他们述说了 他们便请求耶稣 离开他们的境界 当耶稣上船时 那曾富过魔的人 恳求耶稣 让他同耶稣在一起 耶稣没有允许他 但对他说 你回家 到你的亲属那里 给他们传述上主 为你做了何等大事 怎样怜悯了你 那人就走了 在石城区开始 传扬耶稣 为他所做的何等大事 众人都惊奇不已 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 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 他碎留在海滨 那时 来了一个会堂长 名叫亚伊洛 一见耶稣 就跪伏在他脚前 恳切求他说 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请你来给她副手 叫她得救回生 耶稣就同他去了 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 拥挤着他 那时 有一个妇人 患血漏已有十二年 她在许多医生手里 受了许多痛苦 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不但没有见效 反而病逝更加重了 她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 便来到人群中 从后边摸了耶稣的衣裳 因为他心里想 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 必然会好的 他的血缘立刻和结了 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 耶稣历时觉得有一种能力 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 谁摸了我的衣裳 他的门徒向他说 你看 群中四面拥挤着你 你还问谁摸了我 耶稣四周观望 要看做这事的妇人 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 所成的事 就战战兢兢的前来 跪服在耶稣前 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 耶稣便向他说 女儿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你的疾病必得痊愈 他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你还来劳烦师父做什么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 就给会堂长说 不要怕 只管信 除伯多禄 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弟弟 若望外 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去 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 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宣造 有的哭泣 有的哀嚎 便进去 给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宣造哭泣呢 小女孩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他们都讥笑他 他却把众人赶出去 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 及同他在一起的人 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 他拿起小女孩的手 对他说 塔里塔 古墓 意思是 女孩子 我命你起来 那女孩子 就立刻起来行走 原来她已十二岁了 他们都惊讶地目瞪口呆 耶稣却严厉命令他们 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 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 马尔谷福音 第六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了他来 到了安息日 他便开始在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听了 就惊讶说 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样的智慧 怎么借他的手行出这样的奇能 这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 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 雅各伯 若瑟 尤达 西满的兄弟吗 他的姊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 耶稣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自己的本乡 本族和本家外 是没有不受尊敬的 耶稣在那里不能行什么奇能 只给少数的几个病人副手 治好了他们 他因他们的无信心而感到诧异 所以周游四周各村失教去了 耶稣叫来十二门徒 开始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赐给他们制服邪魔的权柄 主妇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 什么也不要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在腰带里带铜钱 却要穿鞋 不要穿两件内衣 又对他们说 你们无论在哪里 进了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无论何处不接待你们 或不听从你们 你们就从那里出去 扶去你们脚下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去宣讲 使人悔改 并驱逐了许多魔鬼 且给许多病人敷游 治好了他们 因为耶稣的名声 传扬出去 黑洛德王也听到了 有人说 喜者若翰从死者中复活了 为此这些奇能 才在他身上运行 但也有人说 他是厄里亚 更有人说 他是先知 好像古先知中的一位 黑洛德听了 却说 是我所斩首的若翰 复活了 原来这个黑洛德 为了他兄弟 腓里伯的妻子 黑洛迪亚的缘故 因为他娶了他为妻 曾潜然逮捕了若翰 把他压在街里 因为若翰 曾给黑洛德说 你不可占有你的兄弟的妻子 黑洛迪亚便怀恨他 愿意杀害他 只是不能 因为黑洛德敬畏若翰 知道他是一个正义圣洁的人 曾保全了他 几时听他讲道 就甚觉困惑 但仍乐意听他 好机会的日子到了 当黑洛德在自己的生日上 为自己的重要官员 军官和加里雷亚的险要 设了筵席的时候 那个黑洛迪亚的女儿 便进来跳舞 获得了黑洛德 和同席人的欢心 王便对女孩子说 哈哈 你要什么 向我求吧 我批刺给你 又对他发誓说 无论你求我什么 就是我王国的一半 我也必定给你 哈哈哈哈 他便出去 问他的母亲说 我该求什么 他母亲答说 喜者若翰的头 他便立刻进去 到王面前要求说 我要你立刻把喜者若翰的头 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岁十分忧郁 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 不愿对他誓言 王岁及差遣卫兵 吩咐把若翰的头送来 卫兵便去 在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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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的头 放在盘子里送来 交给了那女孩子 那女孩子便交给了自己的母亲 若翰的门徒听说了 就来领去了他的尸身 把他安葬在坟墓里 宗徒们聚集到耶稣跟前 将他们所做所教的一切 都报告给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 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很多 以致他们连吃饭的工夫也没有 他们便乘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了 人看见他们走了 许多人也知道他们要去的地方 便从各城徒步 一起往那里奔走 且在他们已先到了 耶稣一下船 看见一大伙群众 就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所以开口教训他们许多事 时间已经很晚了 他的门徒来到他跟前说 这地方是荒野 这地方是荒野 且时间已经很晚了 轻易遣散他们 好叫他们往四周填设村庄去 各自买东西吃 耶稣却回答说 你们自己给他们吃的吧 门徒向他说 我们去买两百块银钱的饼给他们吃吗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去看看 他们一知道了 就说 五个饼 两条鱼 于是耶稣吩咐他们 叫众人一伙一伙地坐在青草地上 人们就一组一组地坐下 或一百人 或五十人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来 举目向天 祝福了 把饼掰开 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众人面前 把两条鱼也分给众人 众人吃了 也都饱了 人就把剩余的碎块 收了满满十二筐 还有鱼的碎块 吃饼的 男人就有五千 耶稣即刻催破门徒们上船 先到那边贝特赛达去 这期间 他遣散了群众 耶稣辞别了众人之后 便往山上祈祷去了 到了夜晚 船已在海中 耶稣独自在陆地上 他看见门徒艰苦地在摇颅 他们正遇着逆风 约夜间四更十分 耶稣步行海面 朝着他们走来 有意越过他们 门徒看见他步行海上 以为是个妖怪 就都惊叫起来 因为众人都看见了他 最都惊慌不已 耶稣连忙与他们讲话 向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碎到他们那里上了船 风就停了 他们心中越发惊奇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关于曾丙的事 他们的心还是迟钝 他们度到了陆地 来到格乃撒勒 就靠了岸 他们刚一下船 人立刻认出他来 便跑遍那全地狱 开始用床把有病的人 抬到听说耶稣所在的地方去 凡耶稣所到的地方 或村庄 或城市 或乡间 人都把患病的人 放在街道上 求耶稣容许他们 至少摸摸他的衣边 凡摸到他的 就都痊愈了 马尔古福音第七章 法利赛人和一些 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 聚集到耶稣跟前 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 用不截的手 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 原来 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居守先人的传授 若不仔细洗手 就不吃饭 从街市上回来 若不先沐浴 也不吃饭 还有其他许多 按传授应居守的事 如洗杯 洗壶 洗铜器等 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 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仙人的传授 而用不洁的手吃饭 耶稣对他们说 伊沙伊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 正如所记载的 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的心却远离我 他们恭敬我 也是虚假的 因为他们所讲受的教义 是人的规律 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 而只拘守人的传授 又向他们说 真好啊 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 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 梅瑟源说过 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 又说 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 应处以死刑 你们却说 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 我所能供养你的 已成了科尔班 即献仪 那么就准许那人 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 这样 你们便为了你们所传授的仪教 废弃了天主的话 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 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耶稣又叫过群众来 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听我 且要明白 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 能污秽人 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 才污秽人 凡有耳听的 听吧 耶稣 耶稣离开群众 回到家里 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 耶稣就给他们说 怎么 连你们也不明白吗 你们不晓得 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 不能使人污秽 因为进不到他的心 但到他的肚腹内 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 他这是说 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 耶稣又说 凡从人里面出来的 那才使人污秽 因为从里面 从人心里出来的 是些恶念 邪淫 盗窃 凶杀 奸淫 贪恋 毒辣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愚望 这一切恶事 都是从内里出来的 并且使人污秽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提洛和七东境内去了 他进了一家 不愿任何人知道 但是不能隐藏 当下就有一个妇人 他的女儿 附了邪魔 一听说耶稣 就来跪伏在他脚前 这妇人是个外邦人 生于叙利肥尼基 他恳求耶稣 把魔鬼从他女儿身上赶出去 耶稣向他说 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 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 是不对的 那妇人却回答说 主 是啊 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 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 耶稣对他说 为了这句话 你去吧 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 他一回到自己的家里 看见孩子躺在床上 魔鬼已出去了 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 经过七冬 向着加里雷亚海 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 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 求他给他复首 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 来到一边 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 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 然后望天叹息 向他说 恶法达 就是说 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立石开了 舌截也解了 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虽嘱咐他们 不要告诉任何人 但他越嘱咐他们 他们便越发宣传 人都不胜荆棘说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 是龙子听见 叫哑巴说话 马尔谷福音第八章 当那些日子 又有一大群人 没有什么吃的了 耶稣叫过门徒来 给他们说 我很怜悯这批群众 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 已经三天 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我若遣散他们 空着肚子各自回家 他们必要在路上晕倒 况且他们中 还有些是从远处来的 门徒回答说 在这荒野里 人从哪里能得饼 使这些人吃饱呢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 七个 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 拿起那七个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他的门徒 叫他们分开 他们就给群众分开 又有几条小鱼 但耶稣祝福后 也吩咐把这些小鱼分开 人都吃饱了 把剩下来的碎块收集了七篮子 人数约有四千 然后耶稣遣散了他们 即刻同门徒上船 来到了达玛奴达境内 法利赛人出来 开始和他辩论 向他要求一个 来自天上的征兆 想试探他 耶稣从心里叹息说 为什么这一世代要求征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必不给这世代一个征兆 他就离开他们 再上船往对岸去了 门徒忘了带饼 在船上除了一个饼外 随身没有带别的食物 耶稣嘱咐他们说 你们应当谨慎 提防法利赛人的教母 和黑洛德的教母 他们彼此议论 他们没有饼了 耶稣看出来了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议论没有饼了 你们还不明白 还不了解吗 你们的心仍然迟钝吗 你们有眼看不见 有耳听不见吗 你们不记得 当我掰开五个饼 给五千人的时候 你们收满了几筐碎块 他们回答说 十二筐 还有七个饼给四千人的时候 你们收满了几瓦碎块 他们回答说 七瓦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还不了解吗 他们来到贝特赛达 有人给耶稣送了一个瞎子 求他抚摸他 耶稣便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在他的眼上吐了唾沫 然后又给他覆手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没有 他举目一望 说 我看见人 见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 然后 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上 他定睛一看 就赴了缘 竟能清清楚楚 看见一切 耶稣打发他回家去 说 连这村庄 你也不要进去 耶稣和他的门徒起身 往斐里伯的 凯撒勒亚附近的村庄去 在路上 问自己的门徒说 人们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是喜者若汉 也有些人说 是厄里亚 还有些人说 是先知中的一位 耶稣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 我是谁呢 伯多禄回答说 你是墨西亚 耶稣就严禁他们 不要向任何人谈及他 耶稣便开始教训他们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司机长和经师弃绝 且要被杀害 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 耶稣明明说了这话 伯多禄便拉他到一边 开始见责他 耶稣却转过身来 注视着自己的门徒 择斥伯多禄说 撒旦 退到我后面去 因为你所体会的 不是天主的事 而是人的事 他随召集群众和门徒来 对他们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和福音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必要救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而赔上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 人还能拿什么 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 谁若在这淫乱和罪恶的世代中 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他父的光荣中 同诸圣天使降来时 也要以他为耻 马尔古福音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 六天后 耶稣带着伯多禄 雅各伯和若旺 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 在他们前变了容貌 他的衣服发光 那样洁白 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 能漂得那样白 厄里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 正在同耶稣谈论 伯多禄碎开口对耶稣说 师父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远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他们都吓呆了 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 从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从他 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 任谁都不见了 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耶稣嘱咐他们 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 不要将他们所见的 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 却彼此讨论 从死者中复活 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为什么经师们说 厄里亚应该先来 耶稣对他们说 厄里亚固然要先来重整一切 但是经上关于人子 应受许多痛苦 被人轻慢 是怎样记载的呢 可是 我告诉你们 厄里亚已经来了 人们任意对待了她 正如经上 关于她所记载的 他们来到门徒那里 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 经师和他们正在辩论 全民众一看见了耶稣 就都惊奇 立刻向前跑去问候她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 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 师父 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 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 无论在哪里 魔鬼抓住他 就把他摔倒 他就口吐白沫 咬牙切齿 并且僵硬了 我曾请你的门徒 把魔鬼诛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哎 无信的世代 我与你们在一起 要到几时呢 我容忍你们 要到几时呢 带他到我这里来 他们就把孩子 领到耶稣跟前 魔鬼一见耶稣 历史使那孩子 拘乱了一阵 那孩子便倒在地上 打滚吐没 耶稣问他的父亲说 这事发生在他身上 有多少时候了 他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魔鬼历次把他 逃到火里或水里 要害死他 但是你若能做什么 你就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吧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 唯信的人 一切都是可能的 小孩子的父亲 立刻喊说 魔信 请你补助 我的无信吧 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 就斥责邪魔说 又聋又哑的魔鬼 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 再不要进入他内 魔鬼就喊叫起来 猛烈地使那孩子 拘乱了一阵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以致有许多人说 他死了 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 拉他起来 他就起来了 耶稣进到家里 他的门徒私下问他 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 耶稣对他们说 这一类 非用祈祷和进食 是不能赶出去的 他们从那里起身 经过家里泪亚 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 因为那时 他教训他的门徒 给他们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 为人所杀 被杀以后 过了三天 他必要复活 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 又害怕 又害怕询问他 他们来到格法屋 进到家里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 他们都默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最大 耶稣坐下 叫过那十二人来 给他们说 谁若想做第一个 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 并要做众人的仆役 所以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放在门徒中间 抱起他来 给他们说 谁若因我的名字 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 并不是收留我 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若望向耶稣说 师父 我们见过一个人 他以你的名字驱魔 我们禁止了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任何人 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 就会立即诽谤我的 因为谁不反对我们 就是倾向我们 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不会失掉 他的赏报 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 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 驴拉的墨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里 为他更好 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残废进入生命 比有两只手 而往地狱里 到那不灭的火里去 更好 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瘸腿进入生命 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 更好 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 弯出它来 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 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 那里的虫子不死 火也不灭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烟起来 盐是好的 但盐若成了不咸的 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 在你们中间当有盐 又该彼此和平相处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境界 约旦河的对岸 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 许不许丈夫休妻 意思是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 他们说 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为了你们的心应 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 但是从创造之初 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回到家里 门徒又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谁若修自己的妻子而另娶 就是犯奸淫 辜负妻子 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另嫁 也是犯奸淫 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却斥责他们 耶稣见了 就生了气 对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耶稣碎抱起他们来 给他们副手 祝福了他们 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 跑来了一个人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善师 为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 除了天主一个外 没有谁是善的 借命你都知道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欺诈 应孝敬你的父母 他回答耶稣说 师父 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你去 便买你所有的一切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 背着十字架 跟随我 因了这话 那人就面带愁容 忧郁地走了 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耶稣周围一看 对自己的门徒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 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孩子们 仗势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 骆驼穿过针孔 比富有的人 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他们就更加惊奇 彼此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 耶稣注视他们说 在人不可能 在天主却不然 因为在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而跟随了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 为了福音 而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姊妹 或母亲 或父亲 或儿女 或田地 没有不在今时 就得百倍的房屋 兄弟 姊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连迫害也在内 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 但有许多再先的 要成为再后的 再后的 要成为再先的 那时 他们在路上 要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门徒前头走 他们都惊奇 跟随的人 也都害怕 耶稣 又把那十二人 带到一边 开始告诉他们 那将要临到 他身上的事 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 要被交于 司祭长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要把他交给外邦人 这些人 要戏弄他 拓污他 鞭打他 杀害他 但三天以后 他必要复活 再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旺 走到耶稣跟前 对他说 师父 我们愿意 允许我们的要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 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回答说 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饮我饮的绝吗 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喜吗 他们对他说 我们能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饮的绝 你们必要饮 我受的喜 你们必要受 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给谁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听了 就开始恼怒 雅各伯和若旺 耶稣叫门徒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在外邦人中 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 有大臣管辖他们 但你们中间 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 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 在你们中间为首 就当作众人的奴仆 因为人子 不是来受服侍 而是来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性命 为大众做赎价 他们来到了耶里哥 耶稣和他的门徒 及一大群人 从耶里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乞丐 及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 坐在路旁 他一听说是纳仨类人耶稣 就喊叫说 耶稣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作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达位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人就叫那瞎子 给他说 放心 起来 他叫你呢 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 跳起来 走到耶稣跟前 耶稣对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瞎子说 师父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 当他们将近耶路撒冷 到了贝特法格和伯达尼 在橄榄山那里时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一进村庄 历时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居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把他解开牵来 若有人对你们说 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 但是会立刻把他牵回这里来 他们去了 便见一匹驴居 拴在门外街道上 就把他解开 在那里站着的人 有人对他们说 你们解开驴居做什么 门徒就按照耶稣 所吩咐的对他们说了 那些人最容许了他们 他们把驴居 牵到耶稣跟前 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上面 耶稣就骑了上去 有许多人把自己的外衣 另有些人 把从田间砍来的绿树枝 扑在路上 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 赫三纳 因上主之名而来的 应受赞颂 那要来的我们祖先达位之国 应受赞颂 赫三纳于至高之天 耶稣进了耶路撒冷 到圣殿里 周围查看了一切 时辰已晚 遂同十二门徒出来 往伯达尼去了 第二天 他们从伯达尼出来 耶稣饿了 他从远处望见了一棵 茂盛的无花果树 就上前去 看是否在树上 可以找到什么 极致走到那里 除了叶子外 什么也没有找着 因为还不是 无花果的时节 耶稣就开口对他说 永远再没有人 吃你的果子了 他的门徒也都听见了 他们来到耶路撒冷 耶稣一进殿院 就开始把在殿院里的 买卖人赶出去 把钱庄的桌子 和卖鸽子的凳子推翻 也不许人带着器皿 由店院里经过 教训他们说 经上不是记载 我的殿宇将称为 万民的祈祷之所吗 你们竟把它做成了贼窝 司机长和经师听了 就设法要怎样除掉它 却又害怕它 因为全群众对它的教训 都惊奇不已 到了晚上 他们就出了城 早晨 他们从那里经过时 看见那棵无花果树 连根都枯干了 伯多禄想起来 就对耶稣说 师父 看 你所种满的无花果树 已枯干了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谁对这座山说 起来 投到海里去 他心里若不怀疑 反相信他说的必成就 就必给他成就 因此 我告诉你们 你们祈祷 不论求什么 只要你们相信必得 必给你们成就 当你们立着祈祷时 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 就宽恕吧 好叫你们在天之父 也宽恕你们的过犯 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 当耶稣在殿里徘徊时 司机长 经师 和长老来到他跟前 对他说 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或者是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回答我 我就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 答复我吧 他们心中思量说 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 他就要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但我们怎敢说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是害怕民众 因为众人都以若汉实在是一位先知 他们便回答耶稣说 我们不知道 耶稣也对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马尔谷福音第十二章 耶稣开始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周围围上篱笆 掘了一个榨酒池 住了一座守望台 把他租给原户 就离开了本国 到了时节 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到原户那里 向原户收取原中的果实 原户却抓住他 打了他 放他空手回去 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打伤了他的头 并且凌辱了他 主人又打发另一个 他们把他杀了 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 有的他们打了 有的他们杀了 主人还有一个 及他的爱子 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 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 那些原户却彼此说 这是继承人 来 我们杀掉他 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 于是 抓住他杀了 把他抛在葡萄园外 那么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呢 他必来除灭这些原户 将葡萄园令租给别人 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 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 他们明白 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 就想逮住他 但害怕群众 于是离开他走了 后来 他们派了几个法利塞人 和黑洛德党人 到耶稣那里 要用言论来陷害他 他们来对他说 师父 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 不顾忌任何人 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 只按真理 教授天主的道路 给凯撒纳丁税 可以不可以 我们该纳不该纳 耶稣识破了他们的虚伪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试探我 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看 他们拿了来 耶稣就问他们说 这肖像和字号是谁的 他们回答说 凯撒的 耶稣就对他们说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对他非常惊异 否认复活的撒杜塞人 来到耶稣跟前 问他说 师父 梅瑟曾给我们写说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撇下妻子而没留下孩子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室 曾有兄弟妻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第二个娶了她 也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第三个也是这样 那七个都没有留下子嗣 末了那妇人也死了 在复活时 他们复活以后 他将是他们中 哪一个人的妻子 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岂不是因为 没有明了经书 也没有明了天主的能力 而错误了吗 因为人从死者中复活后 也不娶 也不嫁 就像天上的天使一样 关于死人复活的事 在梅瑟书上荆棘篇中 你们没有读过 天主怎样对他说的吗 他说 我是亚巴郎的天主 伊萨格的天主 和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以你们大错了 有一个经师听见了他们辩论 觉得耶稣对他们回答得好 便上前来 问他说 一切诫命中 哪一条是第一条呢 耶稣回答说 第一条是 以色列 你要听 上主 我们的天主 是唯一的天主 你应当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爱上主 你的天主 第二条是 你应当爱尽人 如你自己 再没有别的诫命 比这两条更大的了 那经师对耶稣说 不错 不错 师父说的实在对 他是唯一的 除他以外 再没有别的 应以全心 全意 全力爱他 并爱尽人 如自己 远超过一切 全凡计 和牺牲 耶稣 见他回答的明智 便对他说 你离天主的国 不远了 从此 没有人敢再问他 耶稣 在圣殿里 教训人时 说道 经师们怎么说 墨西亚是 达卫之子呢 达卫自己 因着圣神的感动 曾说过 上主对吴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把你的仇人 放在你的脚下 达卫自己 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 达卫之子呢 大批群众 都喜欢听他 耶稣 在教训中又说 你们要紧防经师 他们喜欢 穿上长袍游行 在街上 受人请安 在会堂里 做上座 在沿席上 做首席 他们吞没了 寡妇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 祈祷做掩饰 这些人 必要遭受 更严重的处罚 耶稣面对 银库坐着 看众人 怎样向库里投钱 有许多富人 投了很多 那时 来了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即一文铜钱 的四分之一 耶稣便叫 他的门徒过来 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 比所有向银库 投钱的人 投得更多 因为众人 都拿他们 所欲的来投 但这寡妇 却由自己的 不足中 把所有的一切 全部的生活费 都投上了 马尔谷福音 第十三章 耶稣从圣殿里 出来的时候 他的门徒中 有一个对他说 师父 看 这是何等的石头 何等的建筑 耶稣对他说 你看见这些 伟大的建筑吗 将来这里 绝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耶稣在橄榄山上 面对圣殿坐着的时候 伯多禄 雅各伯 若旺和安德雷 私下问他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 发生这些事 这一切事 要完成时 将有什么先兆 耶稣就开始 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欺骗了你们 将有许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并且要欺骗许多人 当你们听到战争 和战争的风声时 不要惊慌 因为这是必须发生的 但还不是结局 因为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攻击国家 到处要有地震 要有饥荒 但这只是苦痛的开始 你们自己要谨慎 人要把你们借送到公议会 你们在会堂里 要受鞭打 并且也要为我的缘故 站在总督和君王面前 对他们作证 但福音 必须先传于万国 人把你们拉去 借送到法庭时 你们不要预先思虑 该说什么 在那时刻 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 不是你们 而是圣神 兄弟将把兄弟 父亲将把儿子置于死地 儿女将起来反对父母 把他们处死 你们为了我的名字 将为众人所恼恨 但那坚持到底的 必要得救 几时你们看见那 昭智荒凉的可憎之物 立在不应在的地方 读者应明白 那时在犹太的 该逃往山中 在屋顶上的 不要下来 也不要进去 从屋里取什么东西 在田地里的 不要回来 取自己的外衣 在那些日子里 怀孕的和哺乳的是有祸的 但你们当祈祷 不要叫这事逢到冬天 因为在那些日子里 必有灾难 这是从天主创造开始 直到如今从未有过的 将来也不会再有 若不是上主 缩短了那些时日 凡有血肉的人 都不会得救 但为了他所拣选的 被选者 他缩短了那些时日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看 墨西亚在这里 看 在那里 你们不要相信 因为将有假墨西亚 和假先知兴起 行异计和歧视 如果可能的话 他们连被选者都要欺骗 所以 你们要谨慎 看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了你们 但是 在那些日子里 在那灾难以后 太阳将要昏暗 月亮不再发光 星辰要从天上坠下 天上的万象也要动摇 那时 人要看见 人子 带着大威能和光荣 成云将来 那时 他要派遣天使 由四方 从地级到天边 聚集他的被选者 你们应由 无花果树 取个比喻 几时 他的枝条 已经发嫩 生出叶子 你们就知道 夏天尽了 同样 你们几时看见 这些事发生了 就该知道 他已尽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到这一切发生了 这一世代 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 绝不会过去 至于那日子 和那时刻 除了父以外 谁也不知道 连天上的天使 和子都不知道 你们要当心 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那日期 什么时候来到 正如一个远行的人 离开自己的家时 把权柄交给了 自己的仆人 美人有美人的工作 又嘱咐看门的 需要醒悟 所以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 或许鸡叫 或许清晨 免得他忽然来到 遇见你们正在睡觉 我对你们说的 我也对众人说 你们要醒悟 马尔谷福音 第十四章 两天后 就是逾越节和无教节 司机长和经师 设法要怎样 用诡计捉拿耶稣 而把他杀害 因为他们说 不要在庆节内 怕民间发生暴动 当耶稣在 伯达尼赖病人 吸满家里 正坐席的时候 来了一个女人 拿着一玉瓶珍贵的 纯纳尔多香叶 她打破玉瓶 就到在耶稣头上 有些人 颇不满意 就彼此说 为什么要这样浪费香叶 这香叶 原可以卖三百多块银钱 施舍给穷人 他们对那女人很生气 耶稣却说 由他吧 你们为什么叫他难受 他在我身上 做了一件善事 因为你们常有穷人 同你们在一起 你们几时愿意 就能给他们行善 但是我 你们却不常有 他已做了他能做的 提前敷抹了我的身体 是为安葬之事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来福音 无论传到全世界什么地方 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 来纪念他 于是 那十二人中之一 尤达斯·伊斯加略 去见司祭长 要把耶稣交予他们 他们听了以后 不胜欣喜 许下给他银钱 他就找寻良机 将耶稣交出 无教节的第一天 即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 门徒对耶稣说 你愿意我们往哪里去 给你预备吃逾越节晚餐 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对他们说 你们往城里去 必有一个拿着水罐的人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去 他无论进入哪里 你们就对那家主说 师父问 我同我的门徒吃逾越节晚餐的客厅在哪里 他必只给你们一间铺设好了的宽大楼厅 你们就在那里 为我们预备吧 门徒去了 来到城里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给他们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晚餐 到了晚上 耶稣同那十二人来了 他们坐席吃饭时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与我同时的要覆卖我 他们就都幽闷起来 一个一个地问他说 难道是我吗 耶稣对他们说 是十二人中的一个 同我一起在盘子里站的那一个 人子固然要按照指着他所记载的而去 但是覆卖人子的那人是有祸的 那人若没有生 为他更好 他们正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祝福了 掰开 递给他们说 你们拿去吃吧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 注谢了 递给他们 他们都从杯中喝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的血 新约的血 为大众流出来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直到我在天主的国里喝新酒的那天 他们唱完圣荣 就出来 往橄榄山去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都要跌倒 因为有记载说 我要打击牧人 羊群就要四散 但我复活后 要在你们以仙 到家里泪亚去 博多路对他说 即使众人都要跌倒 我却不然 耶稣就向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就在今天 这一夜里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博多路更加激烈地说 即使我该同你一起死 我也绝不会不认你 众人也都这样说了 他们来到一个名叫 格泽玛尼的庄园里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去祈祷 所以带着伯多路 雅各伯和若旺 与他同去 他开始惊惧恐怖 便对他们说 我的心灵悲伤得要死 你们留在这里 且要醒悟 耶稣往前走了不远 俯伏在地祈求 如果可能 使这时辰离他而去 说 阿爸 父啊 一切为你都可能 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是 不要照我所愿意的 而要照你所愿意的 耶稣回来 见他们睡着了 就对伯多路说 西满 你睡觉吗 你不能醒悟一个时辰吗 你们醒悟祈祷吧 免陷于诱惑 心神固然怯愿 但肉体却软弱 耶稣又去祈祷 说了同样的话 他又回来 见他们仍是睡着 因为他们的眼睛沉重 也不知道要回答他什么 他第三次回来 对他们说 你们还睡下去吗 还安息吗 够了 够了 时辰到了 看 人子就要被交付在罪人手中了 起来 我们去吧 看 那覆卖我的来劲了 耶稣还说话的时候 那十二人中之一的 尤达斯 最急到了 同他一起的 还有带着刀剑棍棒的群众 是由司机长 经师和长老那里派来的 那出卖耶稣的人 曾给他们一个暗号 说 我口清水 水就是 你们拿住它 小心带去 尤达斯一来 便立刻到耶稣跟前说 拉比 碎口亲了它 他们就向耶稣下手 拿住了它 站在旁边的人中 有一个拔出剑来 砍了大四季的仆人一剑 削下了他的一个耳朵 耶稣开口对他们说 你们带着刀剑棍棒出来拿我 如同对付强盗一样 我天天在你们当中 在圣殿里施教 你们没有拿我 但这是为应验经上的话 门徒都撇下他逃跑了 那时 有一个少年人 赤身披着一块麻布 跟随耶稣 人们也抓住了他 但他撇下麻布 试着身子逃走了 他们把耶稣 带到大四季那里 所有的司祭长 长老和经师 也都聚集在那里 伯多禄远远地跟着耶稣 直到大四季的庭院里面 同差役们坐在一起 烤火取暖 司祭长和全体公议会 寻找证据反对耶稣 为把他处死 却没有找着 原来有许多人造假证据告他 但那些证据各不相符 有几个人站起来 做假见证告他说 我们曾听他说过 我要拆毁这座用手建造的圣殿 三天内要另建一座不用手建造的 连他们的这证据也不相符合 于是大四季起来 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这些人作证反对你的事 你什么也不回答吗 耶稣却不作声 什么也不回答 大四季又问他说 你是墨西亚 那应受赞颂者的儿子吗 耶稣说 我是 并且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大能者的右边 乘着天上的云彩将来 大四季碎撕裂自己的衣服说 何必还需要见证呢 你们都听见亵渎的话了 你们看着该怎样 众人都判定他该死 有些人就开始向他捅唾沫 蒙起他的脸来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做先知吧 差异且用巴掌打他 伯多禄在下边庭院里时 来了一个大四季的十女 看见伯多禄烤火 就注视他说 你也是和那个纳萨类人 耶稣一起的 伯多禄却否认说 我不知道 也不明白你说什么 他碎走出去 到了门廊 鸡就叫 那十女看见他 就又给站在旁边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 这也是他们中间的人 伯多禄又否认了 过了一会儿 站在旁边的人又在对伯多禄说 你却是他们中间的 因为你也是个加里雷亚人 伯多禄就开始诅咒 并发誓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历史 鸡叫了第二遍 鸡叫了第二遍 伯多禄 遂想起耶稣给他所说的话 鸡叫两遍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就放声大哭起来 一到清晨 司祭长 长老 及经师 和全体公益会商讨完毕 就把耶稣捆绑了 借送给比拉多 比拉多问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司祭长控告他许多事 比拉多又问他说 你看 他们控告你这么多的事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仍没有回答什么 以致比拉多大为惊异 每逢节日 总督惯常给民众 释放一个他们所要求的囚犯 当时 有一个名叫巴拉巴的 他是与那些在暴动中杀人的暴徒 一同被囚的 群众上去 要求照常给他们办理 比拉多 比拉多回答他们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 他原知道司祭长是由于极度才把耶稣 借送来的 但是司祭长却煽动群众 宁要给他们释放巴拉巴 比拉多又向他们说 那么对你们所称的犹太人君王 我可怎么办呢 他们又喊说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对他们说 他做了什么恶事 他们越发喊说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愿意满足群众 就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 把耶稣鞭打后 交给他们 钉在十字架上 兵士把耶稣带到庭院里面 及总督府内 把全队叫齐 给耶稣穿上紫红袍 编了一个瓷冠给他戴上 开始向他致敬说 呵呵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然后用一根芦苇敲他的头 向他吐唾沫 屈膝朝拜他 他们戏弄了耶稣之后 就给他脱去紫红袍 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 然后带他出去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有一个鸡勒奶人西满 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 他从田间来 正路过那里 他们就强迫他背耶稣的十字架 他们将耶稣带到哥尔哥达地方 解说独楼的地方 就拿墨药调和的酒给他喝 耶稣却没有接受 他们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 并把他的衣服分开 研究看谁得什么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 正是第三时辰 他的罪状牌上写的是 犹太人的君王 与他一起还钉了两个强盗 一个在他右边 一个在他左边 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 他被列于叛逆之中 路过的人都侮辱他 摇着头说 哇 你这拆毁圣殿 三天内重建起来的 你从十字架上下来 救你自己吧 同样 司机长与经师也讥笑他 彼此说 他救了别人 却救不了自己 墨西亚 以色列的君王 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叫我们看了好相信 连与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也辱骂他 到了第六时辰 遍地昏黑 直到第九时辰 在第九时辰 耶稣大声呼号说 俄罗伊 俄罗伊 雷马 撒巴黑塔地 意思是 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 你为什么 遮棄了我 旁边站着的人中 有的听见了 就说 看 他呼唤厄里亚呢 有一个人就跑过去 把海绵浸满了醋 绑在颅尾上 递给他喝 说 等一等 我们看 是否厄里亚来将他卸下 耶稣大喊一声 就断了气 圣所里的账卖 从上到下 分裂为二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 看见耶稣这样断了气 就说 这人真是天主子 还有些妇女 从远处观望 其中 有玛利亚 玛达雷纳 自 雅各伯 和 弱色的母亲 玛利亚 即 撒罗默 他们当耶稣 在家里 泪亚时 就跟随了他 服侍他 还有许多别的与耶稣 同上耶路撒冷来的妇女 到了傍晚 因为是预备日 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 来了一个阿里玛特亚人 洛瑟 他是一位显贵的一员 也是期待天国的人 他大胆地觐见比拉多 要求耶稣的遗体 比拉多 惊异耶稣 已经死了 所以 叫百夫掌来 问他 耶稣 是否已死 既从 百夫掌口中 得知了实情 就把尸体 赐给了若瑟 若瑟 买了链布 把耶稣 卸下来 用链布 裹好 把他 安放在 岩石中 凿成的坟墓里 然后 把一块石头 滚到坟墓门口 那时 玛利亚 玛达雷纳 和弱色的母亲 玛利亚 留心观看 安放耶稣的地方 玛尔古福音 第十六章 安息日一过 玛利亚 玛达雷纳 雅各伯的母亲 玛利亚 和撒罗默 买了香料 要去 要去 敷摸耶稣 一周的第一天 大清早 他们来到 坟墓那里 那时 太阳刚升起 他们彼此说 谁给我们 从坟墓门口 滚开那块石头呢 但举目一望 看见那块 很大的石头 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 坐在右边 穿着白衣 就非常惊恐 那少年人 向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 那被钉在 十字架上的 纳扎类人 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了 请看 安放过 他的地方 但是你们去 告诉他的门徒 和博多路说 他在你们 已先往 加里雷亚去 在那里 你们要看见他 就如他所 告诉你们的 他们一出来 就从坟墓 那里逃跑了 因为战力 和恐惧 绝住了他们 他们什么 也没有 给人说 因为他们 害怕 一周的 第一天 清早 耶稣 复活后 首先 显现给 玛利亚 玛达雷娜 耶稣 曾从他身上 逐出过 七个魔鬼 他去报告 那些一向 同耶稣 在一起的人 那时 他们正在 哀嚎哭涕 他们听说 耶稣活了 并显现于他 他们却不相信 此后 他们中 有两个人 往乡下去 走路的时候 耶稣 借了另一个形状 显现给他们 他们就去 报告其余的人 但那些人 对他们 也不相信 最后 当他们 十一人 作息的时候 耶稣 显现给他们 择斥 他们的 无信 和心应 因为他们 不信那些 在他由 死者中 复活后 见了他的人 然后 耶稣 对他们说 你们往 普天下去 向一切 受造物宣传福音 信而受洗的 必要得救 但不信的 必被判罪 信的人 必有这些奇迹 随着他们 因我的名 驱逐魔鬼 说新语言 手拿毒蛇 甚或喝了什么 致死的毒物 也绝不受害 按手在病人身上 可使人痊愈 主耶稣 给他们 说了这些话以后 就被 接生天 坐在 天主的右边 他们出去 到处宣讲 主与他们 合作 并以奇迹相随 证实 所传的道理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一章 德奥菲罗 君作 关于在我们中间 所完成的事迹 已有许多人 依照那些 自始清眼见过 并为真道 服役的人 所传给我们的 着手 编程的技术 我也从 起头 仔细 访查了 一切 随利益 按着次第 给你写出来 为使你认清 给你所 讲授的道理 正确 无误 在犹太王 黑洛德的时候 阿比亚班中 有一位 司机 名叫 扎加利亚 他的妻子 是出于 亚郎的后代 名叫 伊萨伯尔 二人在天主前 是一人 都照上主的 一切诫命 和理规行事 无可指摘 但是他们 没有孩子 因为伊萨伯尔 素不生育 两人又都 上了年纪 正逢 扎加利亚 轮着他的班次 在天主前 进司机的职务时 按着司机的常力 他抽中了签 得进 上主的圣所献香 献香的时候 众百姓都在外面 祈祷 有一位上主的天使 站在香坛右边 显现给他 扎加利亚一见 惊慌失措 害怕起来 但天使向他说 扎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 已蒙英允 你的妻子 伊萨伯尔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 起名叫若翰 你必要喜乐欢悦 许多人也要因他的诞生而喜乐 因为他在上主面前将是伟大的 淡酒浓酒他都不喝 而且他还在母胎中就要充满圣神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民转向上主 他们的天主 他要以厄里亚的精神和能力 在他前面先行 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子 使背逆者转向义人的心意 并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 扎加利亚遂向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 因为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天主面前的加比额尔 奉命来向你说话 报给你这个喜讯 看 你必成为哑巴 不能说话 直到这些事成就的那一天 因为你没有相信我的话 但我的话届时必要应验 百姓等候扎加利亚 都奇怪他滞留在圣所内 即至他出来后 竟不能与他们讲话 他们这才知道 他在圣所中见了异象 他已成了哑巴 只给他们打手势 他供职的日期一满 就回了家 几天以后 他的妻子伊撒伯尔受了孕 自己躲藏了五个月 说 上主 在眷顾的日子 这样待了我 除去了我在人间的耻辱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比额尔奉天主差遣 往加里雷亚一座名叫 纳扎类的城去 到一位童贞女那里 她已与达卫家族中的 一个名叫若瑟的男子定了婚 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向她说 万福 充满恩宠者 上主与你同在 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她却因这话 惊慌不安 便思虑这样的请安 有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害怕 因为你在天主前 获得了宠幸 看 你将怀孕生子 并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将是伟大的 并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上主天主 要把他祖先达位的玉座 赐给他 他要为王 统治雅各伯家 直到永远 他的王权 没有终结 玛利亚便向天使说 这事怎能成就 因为我不认识男人 天使答复他说 圣神要临于你 至高者的能力 要避应你 因此 那要诞生的圣者 将称为天主的儿子 且看 你的亲戚伊撒伯尔 他虽在老年 却怀了男胎 本月已六个月了 他原是俗称不生育的 因为在天主前 没有不能的事 玛利亚说 看 上主的婢女 愿照你的话 成就于我吧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玛利亚就在那几日起身 急速往山区去 到了犹大的一座城 他进了 扎加利亚的家 就给伊撒伯尔请安 伊撒伯尔一听到玛利亚请安 胎儿就在他的腹中欢悦 伊撒伯尔虽充满了圣神 大声呼喊说 在女人中 在女人中 你是蒙祝福的 你的胎儿 也是蒙祝福的 无主的母亲 驾临我这里 这是我哪里得来的呢 看 伊请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胎儿就在我腹中 欢喜踊跃 那信了由上主 传与他的话 必要完成的 是有福的 玛利亚瑟说 我的灵魂颂扬上主 我的心神 欢悦于天主 我的救主 因为他垂顾了 他婢女的卑微 今后万世万代 都要称我有福 因全能者 在我身上行了大事 他的名字是圣的 他的仁慈 世世代代于无穷事 赐予敬畏他的人 他伸出了手臂 施展大能 驱散那些 心高气傲的人 他从高座上 推下权势者 却举扬了 卑微贫困的人 他曾使饥饿者 饱享美物 凡使那富有者 空手而去 他曾回忆起 自己的仁慈 辅助了他的仆人 以色列 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 所说过的恩许 施恩于亚巴郎 和他的子孙 直到永远 马利亚通 伊萨博尔住了三个月左右 就回本家去了 伊萨博尔满了产期 就生了一个儿子 他的邻居和亲戚 听说上主向他大师仁慈 都和他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天 人们来给这孩子 行割损礼 并愿意照他父亲的名字 叫他扎加利亚 他的母亲说 不 要叫他若翰 他们就向他说 在你清竹中 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他们便给他的父亲 打首饰 看他愿意叫他什么 他要了一块小板 写道 若翰是他的名字 众人都惊讶起来 扎加利亚的口和舌头 立时开了 遂开口赞美天主 于是 所有的邻居都满怀怕情 这一切事 就传遍了全犹大山区 凡听见的人 都将这事存在心中 说 这孩子 将成为什么人物啊 因为上主的手 与他同在 他的父亲 扎加利亚 充满了圣神 遂预言说 上主 以色列的天主 应受赞美 因他眷顾 救赎了自己的民族 并在自己的仆人 达位家中 为我们兴起了 大能的救主 正如他借历代 诸圣先知的口 所说过的 拯救我们脱离敌人 和仇恨我们者的手 他向我们的祖先 施行仁慈 记起他自己的神圣盟 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宗 亚巴郎所宣述的誓词 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 被救出以后 无恐无惧 一生一世 在他的面前 以圣善和正义 侍奉他 至于你 小孩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你要走在上柱前面 为他预备道路 为使他的百姓认识救恩 以获得他们罪恶的宽佑 这是出于我们天主的慈怀 使旭日由高天向我们照耀 为光照那坐在黑暗和死影中的人 并迎我们的脚步 走向和平的道路 这小孩渐渐长大 心神坚强 他住在荒野中 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 路加福音第二章 那时凯撒奥古斯都出了一道上语 叫天下的人都要登记 这是在基里诺 做叙利亚总督时 初次行的登记 于是众人各去本城登记 若瑟因为是达卫家族的人 也从加里雷亚 纳扎类城 上犹大 名叫白冷的达卫城去 好同自己已怀孕的聘妻 玛利亚去登记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他分娩的日期满了 便生了他的投胎男儿 用强宝国旗放在马槽里 因为在客栈中 为他们没有地方 在那地区有些牧人露宿 守夜看守羊群 有上主的一个天使 站在他们身边 上主的光药环照着他们 他们便非常害怕 天使向他们说 不要害怕 看 我给你们报告一个 为全民族的大喜讯 今天在达卫城中 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世者 他是主墨西亚 这是给你们的记号 你们将要看见一个婴儿 裹着墙宝 躺在马槽里 忽有一大队天军 同那天使一起赞颂天主说 天主受享光荣于高天 祝爱的人在世 享平安 众天使离开他们 往天上去了以后 牧人们就彼此说 我们前往白冷去 看看上主 报告给我们所发生的事 他们急忙去了 找到了玛利亚和若瑟 并那躺在马槽中的婴儿 他们看见以后 就把天使对他们 论这小孩所说的事 传扬开了 凡听见的人都惊讶牧人 向他们所说的事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 莫存在自己心中 反复思想 牧人们 为了他们所听见 和看见的一切 正如天使 向他们说的一样 就光荣赞美天主 回去了 满了八天 孩子应受割损 所以给他取名叫耶稣 这是他降运母胎前 由天使所起的 按梅瑟的法律 一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 他们便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 就如上主的法律上 所记载的 凡开胎守生的男性 应祝圣于上主 并该照上主法律上 所吩咐的献上祭物 一对斑鸠 或两只雏鸽 那时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 名叫西莫昂 这人正义虔诚 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 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 他曾蒙圣神启示 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 受福者以前 绝见不到死亡 他因圣神的感动 进了圣殿 那时抱着婴孩 耶稣的父母正进来 要按照法律的惯例 为他行礼 西莫昂就双臂 接过他来 赞美天主说 主啊 现在可照你的话 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 因为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 及你在万民之前 早准备好的 为做启示一帮的光明 你百姓以色列的荣耀 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议他 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 西莫昂 西莫昂祝福了他们 又向他的母亲 玛利亚说 看 这孩子已被立定 为使以色列中 许多人跌倒和父起 并成为反对的记号 至于你 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 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 显露出来 又有一位女先知亚娜 是阿贤尔支派法努尔的女儿 已上了年纪 她出格后 与丈夫同居了七年 以后就守寡 直到八十四岁 她摘戒祈祷 昼夜侍奉天主 总不离开圣殿 正在那时刻 她也前来称谢天主 并向一切 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讲论这孩子 他们按照上主的法律 行完了一切 便返回了加利利亚 他们的本城纳扎类 孩子渐渐长大而强壮 充满智慧 天主的恩宠 常在她身上 她的父母 每年逾越节 往耶路撒冷去 她到了十二岁时 他们又照节日的惯例上去了 过完了节日 他们回去的时候 孩童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 她的父母并未发觉 他们只以为她在同行的人中间 所以走了一天的路程 以后就在亲戚和相识的人中寻找她 既找不着便折回耶路撒冷找她 过了三天 才在圣殿里找到了她 她正坐在经诗中 聆听他们 也询问他们 凡听见她的人 对她的智慧和对答 都惊奇不止 他们一看见她便大为惊异 她的母亲就向她说 孩子 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 看 你的父亲和我 一直痛苦地找你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寻找我 你们不知道 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 但是 他们不明白 他对他们所说的话 他就同他们下去 来到纳扎类 守他们管辖 他的母亲把这一切 莫存在心中 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 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 渐渐地增长 路加福音第三章 凯撒提弊流执政第十五年 班阙比拉多做犹太总督 黑洛德做加里雷亚分封侯 他的兄弟 斐里伯做伊图勒亚和特拉和尼地方的分封侯 吕撒尼亚做阿比类奶分封侯 亚纳斯和盖法做大司祭时 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 杂加利亚的儿子 要铅里面积刘的要银杀 万区的要休止 棋区的要开成坦途 凡有血肉的都要看见 天主的救援 于是他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 毒蛇的种类 谁只叫你们逃避那就要来的愤怒 那么结与悔改相衬的果实吧 你们心里不要以为我们有亚巴郎为父 我给你们说 天主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 斧子已放到树根上了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 群众向他说 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答复他们说 有两件内衣的要分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也应照样做 税吏也来受洗并问他说 师父 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向他们说 除给你们规定的外 不要多征收 军人也问他说 我们该做什么呢 他向他们说 不要勒索人 也不要敲诈 对你们的良想应当知足 那时百姓都在期待墨西亚 为此人人心中推想 或许若汉就是墨西亚 若汉便向众人说道 我固然以水洗你们 但是比我强的一位要来 就是解他的鞋带 我也不配 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 穆仙已放在他手中 他要扬尽自己的河场 把卖力收在舱内 至于康比 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 他还讲了许多别的劝言 给百姓传报喜讯 分封侯黑洛德 却为了自己兄弟的妻子 黑洛迪亚 并为了黑洛德本人 所做的一切恶事 受了若汉的指摘 又在一切的恶事上 加了这一件 即把若汉囚禁在肩中 众百姓受洗后 耶稣也受了洗 当他祈祷时 天开了 圣神借着一个形象 如同鸽子 降在他上边 并有声音从天主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因你而喜悦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 大约三十岁 人都以他为若瑟的儿子 若瑟是赫里的儿子 赫里是马塔特的儿子 马塔特是雷魏的儿子 雷魏是穆尔西的儿子 穆尔西是雅乃的儿子 雅乃是约瑟夫的儿子 约瑟夫是马塔提亚的儿子 马塔提亚是阿摩斯的儿子 阿摩斯是纳宏的儿子 纳宏是厄斯里的儿子 厄斯里是纳格的儿子 纳格是马哈特的儿子 马哈特是马塔提亚的儿子 马塔提亚是史米的儿子 史米是约瑟黑的儿子 约瑟黑是约达的儿子 约达是约哈南的儿子 约哈南是勒撒的儿子 勒撒是泽鲁巴贝尔的儿子 泽鲁巴贝尔是沙尔提尔的儿子 沙尔提尔是乃黎的儿子 乃黎是穆尔西的儿子 穆尔西是阿迪的儿子 阿迪是科散的儿子 科散是厄尔玛丹的儿子 厄尔玛丹是厄尔的儿子 厄尔是耶稣的儿子 耶稣是厄里厄泽尔的儿子 厄里厄泽尔是约愣的儿子 约愣是马塔特的儿子 马塔特是雷魏的儿子 雷魏是西莫昂的儿子 西莫昂是尤达的儿子 尤达是约瑟夫的儿子 约瑟夫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厄尔亚金的儿子 厄尔亚金是莫勒阿的儿子 莫勒阿是门纳的儿子 门纳是马塔塔的儿子 马塔塔是纳唐的儿子 纳唐是达魏的儿子 达魏是叶瑟的儿子 叶瑟是敖贝德的儿子 敖贝德是波阿赐的儿子 波阿赐是萨拉的儿子 萨拉是纳赫雄的儿子 纳赫雄是阿米纳达布的儿子 阿米纳达布是阿德明的儿子 阿德明是阿尔乃的儿子 阿尔乃是赫兹龙的儿子 赫兹龙是培勒兹的儿子 培勒兹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伯的儿子 雅各伯是伊萨格的儿子 伊萨格是亚巴郎的儿子 亚巴郎是特拉黑的儿子 特拉黑是纳赫尔的儿子 纳赫尔是瑟鲁格的儿子 瑟鲁格是勒武的儿子 勒武是培勒格的儿子 培勒格是厄贝尔的儿子 厄贝尔是瑟拉的儿子 瑟拉是克南的儿子 克南是阿帕格沙德的儿子 阿帕格沙德是闪的儿子 闪是诺厄的儿子 诺厄是拉默克的儿子 拉默克是莫图舍拉的儿子 莫图舍拉是哈诺克的儿子 哈诺克是耶勒德的儿子 耶勒德是玛拉雷尔的儿子 玛拉雷尔是克南的儿子 克南是厄诺士的儿子 厄诺士是社特的儿子 社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天主的儿子 耶稣充满圣神 由约旦河回来 就被圣神引到荒野里去了 四十天的功夫受魔鬼试探 他在那日期内什么也没有吃 过了那日期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命这块石头变成饼吧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载 人生活不止靠饼 魔鬼引他到高处 顷刻间把普世万国指给他看 并对他说 这一切全是极其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全交给我了 我愿意把它给谁 就给谁 所以你若是朝拜我 这一切都是你的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载 你要朝拜上主 你的天主 唯独奉事他 魔鬼又引他到耶路撒冷 把他放在圣殿顶上 向他说 你若是天主子 从这里跳下去吧 因为经上记载 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 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上主 你的天主 魔鬼用尽了各种试探后 就离开了他 再等时机 耶稣因圣神的德能 回到加里雷亚 他的名声 传遍了临近各地 他在他们的会堂内 施教 受到众人的称扬 他来到了纳扎类 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 按他的习惯 就在安息日那天 进了会堂 并站起来要诵读 有人把 伊萨伊亚先知书 递给他 塔碎展开书卷 找到了一处 上边写说 上主的神 临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 敷了油 派遣我向贫穷人 传报喜讯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忙者宣告复明 使受压迫者 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 恩慈之年 他把书卷卷起来 交给示意 就坐下了 会堂内众人的眼睛 都注视着他 他便开始 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 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众人都称赞他 经其他口中所说的 动听的话 并且说 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 他回答他们说 你们必定要对我说 这句俗语 医生 医治你自己吧 我们听说 你在格法翁所行的一切 也在你的家乡这里行吧 他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一个先知 在本乡受悦纳的 我据实告诉你们 在厄里亚时代 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起了大饥荒 在以色列 原有许多寡妇 厄里亚并没有被派到他们中一个那里去 而只到了七东扎尔法特的一个寡妇那里 在厄里索仙 在厄里索先知时代 在以色列有许多赖病人 他们中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只有叙利亚的纳阿曼 在会堂中听见这话的人都愤怒田凶 起来把他赶出城外 领他到了山崖上 他们的城是建在山上的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由他们中间过去走了 耶稣下到加里雷亚的格法翁城 就在安息日教训人 人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具有一种权威 在会堂里 有一个附着邪魔恶鬼的人 他大声喊叫说 那大类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斥责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去 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中间 便从他身上出去了 丝毫没有伤害他 所以有一种惊骇 笼罩了众人 他们彼此谈论说 这是什么事 他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 而他们竟出去了 他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 他从会堂里出来 进了西满的家 西满的岳母正发高热 他们为他祈求耶稣 耶稣就走到他身边 赤退热症 热症就离开了他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后 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病症的都领到他跟前 他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身上 治好了他们 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 呐喊说 你是天主子 他便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墨西亚 天一亮 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地方 群众就寻找他 一直来到他那里 挽留他 挽留他 不要离开他们 他却向他们说 我也必须向别的城传报天主国的喜讯 因为我被派遣 正是为了这事 他就常在犹太的各会堂中宣讲 有一次耶稣站在格乃撒勒湖边 群众拥到他前要听天主的道理 他看见两只船在湖边停着 渔夫下了船正在洗网 他上了其中一只属于西满的船 请他把船稍微划开 离开陆地 耶稣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群众 一讲完了 就对西满说 滑到深处去 撒你们的网捕鱼吧 西满回答说 老师 我们以整夜劳苦毫无所获 但我要遵照你的话撒网 他们照样办了 网了许多鱼 网险些破裂了 他们遵招呼别只船上的同伴来协助他们 他们来到装满了两只船 以致船也几乎下沉 西满伯多鲁一见这事 就跪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 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西满和同他一起的人 因了他们所捕的鱼都惊害起来 他的伙伴 及再博得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旺也一样惊害 耶稣对西满说 不要害怕 从今以后 你要做捕人的渔夫 他们把船划到岸边 就舍弃一切 跟随了他 有一次 耶稣在一座城里 看 有一个遍体掌赖的人 见了耶稣 就俯首置地求他说 主 你若愿意 就能竭尽我 耶稣便伸手抚摸他 说 我愿意 你竭尽了吧 赖病就立刻由他身上退去 耶稣 切切嘱咐他 不要告诉别人 并说 但要去叫司机检验你 为你的捷径 献上眉色所规定的 给他们当作证据 他的名声更传扬开了 所以有许多人 骑及来听教 并未治好自己的病症 耶稣却退入荒野中去祈祷 有一天 耶稣正在施教 几个法利塞人和法学士也在做 他们是从加里雷亚和犹太各乡村 及耶路撒冷来的 上主的德能催破他治病 看 有人用床抬来一个患瘫痪症的人 设法把他抬进去 放在耶稣跟前 但因人众多 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上了房顶 从瓦中间 把他连那小床寄到中间 正放在耶稣面前 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说 人哪 你的罪赦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开始蠢夺说 这人是谁 竟说泄毒话 除了天主一个外 谁能赦罪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向他们说 你们心里蠢夺什么呢 什么比较容易 是说 你的罪赦了 或是说 起来行走吧 但未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权赦罪 便对贪子说 我给你说 起来 拿起你的小床 回家去吧 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 站了起来 拿着他躺过的小床 赞颂着天主 回家去了 众人十分惊奇 并光荣天主 满怀恐惧说 今天我们看见了 出奇的事 此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雷卫 在税关那里坐着 便对他说 跟随我吧 他便舍弃一切 起来跟随了他 雷卫在自己家中 为他摆设了圣言 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赛人和他们的经师 就愤愤不平 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同税吏和罪人 一起吃喝 耶稣回答他们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照教义人 而是照教罪人悔改 他们又对他说 若汉的门徒 屡自尽时 行祈祷 法利赛人的门徒 也是这样 而你的门徒 却又吃又喝 耶稣回答说 伴郎与新郎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岂能叫他们进食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在那些日子 他们就要进食了 他又对他们讲比喻说 没有人从新衣服上 撕下一块做补丁 补在旧衣上的 不然新的撕破了 而且从新衣上撕下的补丁 与旧的也不相衬 也没有人把新酒 装入旧皮囊的 不然新酒要胀破皮囊 酒要流出来 皮囊也破了 但新酒应装入新囊 也没有人喝着陈酒 愿意喝新酒的 因为他说 还是沉得好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经过麦田时 他的门徒掐了麦穗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塞人说 为什么你们做安息日 不准做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没有读过 达卫和同他在一起的人 在饥饿时所做的吗 他怎样进了天主的殿 拿起供饼来吃了 又给了同他在一起的人吃 这供饼原不准他人吃 而只准司祭吃 耶稣又向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另一个安息日 他进了会堂施教 在那里有一个人 他的右手干枯了 经师和法利塞人 窥查他是否在安息日治病 好形细控告他 他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对那枯了手的人说 起来站在中间 他遂站了起来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安息日是许行善呢 还是许作恶呢 是救命呢 还是丧命呢 他环视众人一周 就对那人说 伸出你的手来 那人照样一坐 他的手便赴了圆 他们竟狂怒填胸 彼此商议要怎样来对付耶稣 在这几天 耶稣出去上山祈祷 他彻夜向天主祈祷 天一亮 他把门徒叫来 由他们中拣选了十二人 并称他们为宗徒 即西满 耶稣又给他起名叫伯多禄 和他的兄弟安德雷 雅各伯 若旺 斐里伯 巴尔多路茂 马豆 多默 阿尔斐的儿子雅各伯 号称热成者的西满 雅各伯的兄弟尤达 和尤达斯伊斯加略 他成了富卖者 耶稣同他们下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有他的一大群门徒 和很多从犹太 耶路撒冷 及提洛和七东海边来的群众 他们来是为听他讲道 并为治好自己的病症 那些被邪魔缠绕的人 都被治好了 群众都设法触摸他 因为有一种能力 从他身上出来 治好众人 耶稣举目望着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贫穷的是有福的 因为天主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现今饥饿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得保育 你们现今哭泣的是有福的 因为你们将要欢笑 几时 为了人子的缘故 人恼恨你们 并弃绝你们 并且以你们的名字为可恶的 而加以辱骂诅咒 你们才是有福的 在那一天 你们欢喜踊跃吧 看 你们的赏报在天上是丰厚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先知 但是 你们富有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已经获得了你们的安慰 你们现今保育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现今欢笑的是有祸的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几时 众人都夸赞你们 你们是有祸的 因为他们的祖先也同样对待了假先知 但是 我给你们这些听众说 应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恼恨你们的人 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为毁谤你们的人祈祷 有人打你的面颊 也把另一面转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 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 凡求你的 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别再锁回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 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 你们若借给那些有希望偿还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未能如数收回 但是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他们 借出 不要再有所希望 如此 你们的赏报必定丰厚 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因为他对待忘恩的和恶人 是仁慈的 你们应当慈悲 就像你们的父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你们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 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赦免 也就蒙赦免 你们给 也就给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 连按带摇 以致外溢的生斗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生斗粮 也用什么生斗粮给你们 他又向他们讲比喻说 瞎子岂能给瞎子领路 不是两人都跌在坑里吗 没有徒弟胜过师父的 凡受过完备教育的 仅相似自己的师父而已 怎么 你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而你眼中的大粮 倒不理会呢 你怎能对你的兄弟说 兄弟 让我取出你眼中的木屑吧 而你竟看不见 自己眼中的大粮呢 假善人啊 先取出你眼中的大粮 然后才看得清楚 以便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 没有好树结坏果子的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的 每一棵树 凭它的果子 就可认出来 人从荆棘上收不到无花果 从瓷藤上也捡不到葡萄 善人从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来 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 主啊 主啊 而不行我所吩咐的呢 凡到我跟前听了我的道理 而实行的 我要给你们指出 他相似什么人 他相似一个建筑房屋的人 掘地深挖 把基础立在磐石上 洪水爆发时 大水冲击那座房屋 而不能动摇它 因为它建筑得好 但那听了而不实行的 相似在平地上不打基础 而建筑房屋的人 洪水一冲击 那房屋立刻倾倒 且破坏得很惨 耶稣向民众讲完了 这一切话以后 就进了格法屋 有一个百夫长 他所喜爱的仆人 害病要死 他听说过耶稣的事 就打发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往他那里去 求他来治好自己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恳切求他说 他堪当你给他做这事 因为他爱护我们的民族 又给我们建筑了会堂 耶稣就同他们去了 当他离那家已不远时 百夫长打发朋友向他说 主啊 不必劳驾了 因为我当不起你到设下来 为此 我也认为我不堪当亲自到你跟前来 只请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虽是受派在人权下的 但是 在我下也有士兵 我对这个说 你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 你来 他就来 对我的奴仆说 你做这个 他就做 耶稣一听这些话 就佩服他 所以转身 想跟随自己的群众说 我告诉你们 连在以色列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大的信德 被派去的人回到家中 见那仆人已痊愈了 以后 耶稣往一座名叫纳因的城去 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 临近城门时 看 正抬出一个死人来 他是母亲的独生子 母亲又是寡妇 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 主一看见他 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 向他说 不要哭了 所以上前按住棺材 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 他说 青年人 我对你说 起来吧 那死者便坐起来 并开口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众人都害怕起来 光荣天主说 在我们中间 兴起了一位大先知 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 于是 称述耶稣的这番话 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 若汉的门徒把这一切报告给若汉 若汉便叫了自己的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 你就是要来的那位 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二人来到耶稣跟前说 习者若汉派我们来问你 你就是要来的那位 或者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 正在那时刻 他治好了许多患有病痛和疾苦的 并附有恶魔的人 又恩赐许多瞎子看见 他便回答说 你们去 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汉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赖病人洁净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贫穷人听到喜讯 凡不因我绊倒的是有福的 若汉的使者走了以后 耶稣就对群众论若汉说 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 为看一只被风摇曳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 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啊 那衣着华丽和生活奢侈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看什么 为看一位先知吗 是的 我告诉你们 而且他比先知还大 关于这人经上记载说 看 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他要在你前面预备你的道路 我告诉你们 妇女所生的 没有一个比若汉更大的 但在天主的国内最小的 也比他大 听教的众百姓和税吏都顺从天主正义的要求 而领受了若汉的洗礼 但法利赛人和法学士却没有受他的洗 在自己身上使天主的计划作废 我可把这一代的人比作什么呢 他们相似什么人呢 他们相似坐在街上的儿童 彼此呼唤说 我们给你们吹笛 你们却不跳舞 我们唱哀歌 你们却不悲哭 因为洗者若汉来了 他不吃饼也不喝酒 你们便说 他赴了魔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你们又说 这是个贪吃嗜酒的人 是个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一切智慧之子 必彰显智慧的正义 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 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作席 那时 有个妇人是城中的罪人 她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作席 就带着一玉瓶香叶来站在她背后 靠近她的脚哭开了 用眼泪滴湿了她的脚 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热切地口清她的脚 以后抹上香叶 那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见了 就心里想 这人若是先知 必定知道这个摸她的是谁 是怎样的女人 是一个罪妇 耶稣发言对她说 西满 我有一件事要向你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债户 一个欠五百德纳 另一个欠五十 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二人 那么他们中谁更爱她呢 西满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赦的 耶稣对她说 你判断得正对 她随转身向着那妇人 对西满说 你看见这个妇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她却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 并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给我行口亲礼 但她自从我进来 就不断地口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她却用香叶抹了我的脚 故此我告诉你 她的那许多罪得了赦免 因为她爱得多 但那少得赦免的 是爱得少 耶稣遂对妇人说 你的罪得了赦免 同袭的人心中想到 这人是谁 她竟然赦免罪过 耶稣对妇人说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回去吧 路加福音第八章 以后 耶稣走遍各城各村讲道 宣传天主国的喜讯 同她在一起的 有那十二门徒 还有几个曾富过恶魔或患病而得治好的妇女 有号称马达雷纳的玛利亚 从她身上赶出了七个魔鬼 还有约安娜 即黑洛德的家宰顾撒的妻子 又有苏撒娜 还有别的许多妇女 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 那时 有大伙群众聚集了来 并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 他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撒种子的 出去撒种子 他撒的时候 有的落在路旁 就被践踏了 并有天上的飞鸟 把他吃了 有的落在石头上 一长起来 就干枯了 因为没有湿气 有的落在荆棘中 荆棘同他一起长起来 把他窒息了 又有的落在好地里 长起来 结了百倍的果实 他说完这些话 就高呼说 有耳听的 就听吧 他的门徒问他 这比喻有什么意思 他说 天主国的奥秘 是给你们知道的 对其余的人 就用比喻 使他看的 却看不见 听的 却听不懂 这比喻的意思是 种子是天主的话 那些在路旁的 是指那些人听了 随后就有魔鬼来到 从他们心中 把那话夺去 使他们不知信 从而得救 那些在石头上的 是指那些人 他们听的时候 高兴地接受那话 但这些人没有根 暂时相信 一到试探的时候 就退避了 那落在荆棘中的 是指那些听了的人 还在中途 就被挂虑 钱财 及生活的 义乐所蒙蔽 没有结出 成熟的果实 那在好地里的 是指那些 以善良 和诚实的心 倾听的人 他们把这话 保存起来 以金人 结出果实 没有人点上灯 用器皿遮盖住 或放在床底下的 而是放在灯台上 为叫进来的人 看见光明 因为没有隐藏的事 不成为显露的 没有秘密的事 不被知道 而公开出来的 所以 你们应当留心 要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从他夺去 耶稣的母亲和兄弟 到他这里来了 因为人多 不能与他相会 有人告诉他说 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 站在外边 愿意见你 他却回答他们说 听了天主的话 而实行的 才是我的母亲 和我的兄弟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他们说 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便开了船 正在航行时 他睡着了 忽然有狂风降到湖上 进入船中的水 使他们处于危险中 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 说 老师老师 我们要丧亡了 他醒起来 斥责了狂风和波浪 风浪就止息平静了 所以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德在哪里 他们又害怕又惊奇 彼此说 这人到底是谁 因为他一出命 风和水也都服从他 他们航行到 格拉撒人的地方 就是加里雷亚的对面 耶稣一上了岸 迎面来了一个 那城中附魔的人 他很久不穿衣服 也不住在家里 而住在坟墓中 他一看见耶稣 就喊叫起来 跪伏在他前大声说 至高天主之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求你不要磨难我 因为他曾命令邪魔 从那人身上出去 原来邪魔已多次抓住他 他曾被铁链和脚料捆腹起来 被看管着 他却正断锁链 被魔鬼赶到荒野中 耶稣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 金鱼 因为有许多魔鬼 进入了他身内 魔鬼求耶稣 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中去 在那里 有一大群猪在山上牧放着 魔鬼就恳求耶稣 许他们进入那些猪内 耶稣准许了他们 于是 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 进入猪内 那群猪就从山崖上 直冲到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 就逃去 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 人就出来 看那发生的事 来到耶稣前 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 穿着衣服 神智清醒 坐在耶稣跟前 他们就害怕起来 那些见过这事的人 就对他们述说 那附魔的人 怎样被治好了 格拉萨四周所有的人民 要求耶稣离开他们 因为他们十分恐惧 他便上船回去 脱离魔鬼的那人 祈求耶稣 要同耶稣在一起 但耶稣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吧 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 他就去了 满城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事 耶稣回来时 群众就迎接他 因为众人都在等候他 看 来了一个人 名叫雅一洛 这人是一个会堂长 他跪伏在耶稣脚前 求他到自己家中去 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 约十二岁快要死了 当耶稣去的时候 群众都拥挤他 有一个妇人 十二年来患血漏病 把全部家产都花在医生身上 却没有一个能治好他 他来到耶稣后边 摸了摸他的衣服碎头 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谁摸了我 众人都否认 伯多禄说 老师 群众都在拥挤着你 耶稣却说 有人摸了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了 那妇人看不能隐瞒 就战战兢兢地来 跪伏在耶稣跟前 把自己摸他的缘故 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 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 耶稣 遂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德救了你 平安去吧 他还在说话时 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必劳烦师父了 耶稣听了 就对他说 不要害怕 只管信 他必得救 耶稣到了那家里 除伯多禄 若旺 雅各伯 和女孩子的父母外 不让任何人 同他进去 众人都在痛哭 哀掉女孩子 他却说 不要哭泣 他并没有死 只是睡着了 那些明知他已死的人 就讥笑他 耶稣拿起他的手来 喊说 女孩 起来 他的灵魂回来了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吃的 他的父母惊讶地出神 耶稣却警告他们 不要传扬这事 耶稣召集了那十二人来 赐给他们制服一切魔鬼 并治疗疾病的能力和权柄 派遣他们去宣讲天主的国 并治好病人 向他们说 你们在路上什么也不要带 也不要带棍杖 也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食物 也不要带银钱 也不要带两件内衣 你们无论进了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直到从那里离去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要离开那城 扶去你们脚上的尘土 作为反对他们的证据 他们就出发 周游各乡村 宣传喜讯 到处治病 分封侯黑洛德 听到发生的这一切事 犹豫不定 因为有些人说 若汉从死者中复活了 但另有些人说 是厄里亚出现了 还有些人说 是一位古仙之复活了 黑洛德且说 若汉我已经斩首了 而这人到底是谁 关于他 我竟听到了这样的事 便想罚看看他 宗徒们回来 把所行的一切 报告给耶稣 他遂带着他们 私自退往一座 名叫贝特塞达的城去了 群众一知道 也跟随他去了 他就迎接他们 给他们讲论天主的国 并治好了 那些急需治疗的人 天将要黑的时候 那十二人前来对他说 请遣散群众 叫他们往四周 村庄填舍里去 投诉巡食 因为我们这里 是在荒野地方 耶稣却向他们说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他们答说 我们不过只有五个饼 和两条鱼 除非我们亲自去 给这一切人购买食物 原来男人大约有五千 他却对自己的门徒说 叫他们分火坐下 约五十人一伙 门徒就照样坐了 叫众人坐下 他遂拿起那五个饼 和那两条鱼来 望着天祝福了 掰开递给门徒 叫他们摆在群众前 众人吃了也都饱了 把他们所剩的碎块 收集了十二筐 有一天 耶稣独自祈祷 门徒同他在一起 他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回答说 有人说是喜者若汉 有人却说是厄里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位先知复活了 他问他们说 但你们说我是谁呢 伯多禄回答说 天主的受福者 但耶稣严厉嘱咐他们 不要把这事告诉人 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苦 被长老 司祭长和经师们弃绝 并且要被杀 但第三天必要复活 他又对众人说 谁若愿意跟随我 该弃绝自己 天天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我 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但谁若为我的缘故 丧失自己的性命 这人必能救得性命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丧失了自己 或赔上自己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谁若以我和我的话为耻 将来人子在自己的光荣 和父及众圣天使的光荣中 将来时 也要以这人为耻 我确实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人中 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位以前 必要看见天主的国 讲了这些道理以后 大约过了八天 耶稣带着伯多禄 若望和雅各伯 上山去祈祷 正当他祈祷时 他的面容改变 他的衣服洁白发光 忽然有两个人 及梅瑟和厄里亚 同他谈话 他们出现在光荣中 谈论耶稣的去世 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 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 都昏昏欲睡 他们一醒 就看见他的光荣 和在他旁视力的两个人 那二人正要离开时 伯多禄对耶稣说 老师 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梅瑟 一个为厄里亚 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时 门徒们就害怕起来 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从他 正有这声音时 只见耶稣独自一人 在那些日子 他们都守了秘密 把所见的事 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 他们从山上下来 一大群人来迎接他 看 从群众中 有一个人喊叫说 知父 求你连世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毒子 魔鬼一抓住他 便使他突然狂叫 使他惊乱 至于吐沫 叫他精疲力尽了 还是不肯离开他 我求了你的门徒 把魔鬼逐出 他们却不能 耶稣回答说 哎 无性而败坏的世代 我同你们在一起 并容忍你们 直到几时呢 领你的儿子到这里来吧 当他走过来时 魔鬼还把他摔倒 使他禁乱 耶稣一斥责邪魔 就治好了孩子 把他交给了他的父亲 众人都惊讶 天主的伟大 当众人经其耶稣 所做的一切时 他向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应谨记这些话 人子将要被交于人手中 但他们不明了这话 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 不叫他们了解 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 他们心中起了一个思想 谁是他们中最大的 耶稣看透了他们的心思 就领来一个小孩子 叫他立在自己身边 对他们说 谁若为了我的名字 收留这个小孩子 就是收留我 谁若收留我 就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 因为在你们众人中最小的 这人才是最大的 若望说 老师 我们曾看见一个人 因你的名字驱魔 就禁止了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同伙 耶稣却向他说 不要禁止 因为谁不反对你们 就是倾向你们 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 就快要来到 他遂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 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 他们去了 进了撒玛里亚人的一个村庄 好为他准备住宿 人们却不收留他 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 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 便说 主 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 反悔他们吗 耶稣转过身来 斥责了他们 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正走的时候 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不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随你 耶稣给他说 湖里有穴 天上的飞鸟有巢 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另一个人说 你跟随我吧 那人却说 主 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给他说 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 至于你 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 又有一个人说 主 我要跟随你 但是请许我先告别我的家人 耶稣对他说 守扶着离而往后看的 不是于天主的国 此后 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 他对他们说 庄稼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 收割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看 我派遣你们 犹如羔羊 网狼群中 你们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邪 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 不论进了哪一家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如有和平之子 你们的和平 就要停留在他身上 否则 仍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挪到那一家 不论进了哪座城 人若接纳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城中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 不论进了哪座城 人如不接纳你们 你们就出来 到街市上说 连你们城中 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 我们也要给你们服下来 但是你们当知道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在那一日 所多玛所受的惩罚 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 科拉扎因啊 你是有祸的了 贝特塞达啊 你是有祸的了 因为在你们那里 所行的异能 如果行在提洛及七东 他们早已披上苦衣 坐在灰尘中 而改过自新了 但是在审判时 提洛和七东 所受的惩罚 要比你们容易忍受 还有你 格法翁啊 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 将来你必被推下音符 听你们的 就是听我 拒绝你们的 就是拒绝我 拒绝我的 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 那七十二人 欢喜地归来 说 主 因着你的名号 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 耶稣向他们说 我看见撒旦 如同闪电一般 自天跌下 看 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 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 并能制服 仇敌的一切势力 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 但是 你们不要因为魔鬼 屈服于你们的 这件事而喜欢 你们应当喜欢的 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 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就在那时刻 耶稣因圣神而欢心 说 父啊 天地的主宰 我称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 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是的 父啊 你原来喜欢这样做 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 除了父 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 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 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 耶稣转过身来 私下对门徒说 见你们所见之事的眼睛 是有福的 我告诉你们 曾经有许多先知及君王 希望看你们所见的 而没有看见 听你们所听的 而没有听到 有一个法学士起来 试探耶稣说 师父 我应当做什么 才能获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法律上记载了什么 你是怎样读的 他答说 你应当全心 全灵 全力 全意爱上主 你的天主 并爱近人 如你自己 耶稣向他说 你答应得对 你这样做 必得生活 但是 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 又对耶稣说 毕竟谁是我的近人 耶稣答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 到耶里哥去 遭遇了强盗 他们剥去他的衣服 并加以击伤 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 正巧有一个司机 在那条路上下来 看了看他 便从旁边走过去 又有一个类位人 也是一样 他到了那里 看了看 也从旁边走过去 但有一个撒玛里亚人 路过他那里 一看见 就动了怜悯的心 碎上前 在他的商处 住上油与酒 包扎好了 又扶他 骑上自己的牲口 把他带到客店里 小心照料他 第二天 取出两个银钱 交给店主说 请你小心看护他 不论余外花费多少 等我回来时 必要补还你 你以为 这三个人中 谁是那遭遇 强盗者的近人呢 那人答说 是怜悯他的那人 耶稣遂给他说 你去 也照样做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名叫 马尔大的女人 把耶稣接到家中 她有一个妹妹 名叫玛利亚 坐在主的脚前 听她讲话 马尔大为伺候耶稣 忙碌不已 便上前来说 主 我的妹妹 丢下我一个人伺候 你不介意吗 请叫她来帮助我吧 主回答她说 马尔大 马尔大 你为了许多事 操心忙碌 其实需要的 唯有一件 玛利亚选择了 更好的一份 是不能从她夺去的 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次 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 停止以后 他的一个门徒 对他说 主 请交给我们祈祷 如同若汉 交给了他的门徒一样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要说 父啊 愿你的名被尊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我们的日用粮 求你天天赐给我们 宽免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自己 也宽免所有 亏负我们的人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水有一个朋友 半夜去他那里 给他说 朋友 借给我三个饼吧 因为我的朋友 行路到了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 可以款待他 那人从里面回答说 不要烦扰我了 门已经关上 我的孩子们 同我一起在床上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他纵然不为了 他是朋友的缘故 而起来给他 也要因他 恬不知耻的 切求而起来 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 我告诉你们 你们求 必要给你们 你们找 必要找着 你们敲 必要给你们开 因为 凡求的 就必得到 找的 就必找到 敲的 就必给他开 你们中间 哪有为父亲的 儿子向他求饼 反而给他石头呢 或是求鱼 反将蛇 当鱼给他呢 或者求鸡蛋 反将蝎子 给他呢 你们纵然不善 尚且知道 把好东西 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 在天之父 有不更将 圣神赐予 求他的人吗 耶稣 驱逐一个魔鬼 他是使人 阴雅的魔鬼 他出去以后 哑巴便说出话来 群众都惊讶不止 但是 其中有人说 他是仗来魔王 被而则不驱魔 另一些人试探耶稣 向他要求一个 自天而来的征兆 耶稣知道了 他们的心意 便给他们说 凡是一国自相纷争 必成废墟 一家一家的败落 如果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 因为你们说 我仗来贝尔则部驱魔 如果我仗来贝尔则部驱魔 你们的子弟们 是仗来谁驱魔呢 为此 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 如果我是仗来 天主的手指驱魔 那么 天主的国 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几时壮士佩戴武器 看守自己的宅舍 他的财产必能安全 但是 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 来战胜他 必会把他所依仗的 一切器械都夺去 而瓜分他的脏物 不随同我的 就是反对我 不同我收集的 就是分散 邪魔从人身上出去后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一个安息之所 却没有找着 他于是说 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去 他来到后 见里面 以打扫清洁 装饰整齐 就去 另外带了七个 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 进去 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处境 比先前就更坏了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 人群中 有一个妇人 高声向他说 怀过你的胎 基地所损悉过的乳房 是有福的 耶稣却说 可是那听天主的话 而遵行的人 更是有福的 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 耶稣开始说 这一世代 这一世代 是一邪恶的世代 他要求征兆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 因为 有如约纳 为尼尼威人 是个征兆 将来 人子为这一世代 也是这样 南方的女王 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 定他们的罪 因为他从地级来 听撒罗满的智慧 看 这里有一位 大于撒罗满的 尼尼威人 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 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 因了约纳的宣讲 而悔改了 看 这里有一位 大于约纳的 没有人点灯 放在轿中 或置于抖下的 而是放在灯台上 让近来的人 看见光明 你的眼睛 就是身体的灯 即使你的眼睛纯洁 你全身就光明 但如果邪恶 你全身就黑暗 为此 你要小心 不要叫你内里的光 成了黑暗 所以 如果你全身光明 丝毫没有黑暗之处 一切必要光明 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 耶稣正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 耶稣进去 便入了席 那个法利赛人 一看见 就怪异耶稣 饭前不先洗手 但主对他说 你们法利赛人 洗净杯盘的外面 你们心中 却满是 劫夺与邪恶 糊涂人啊 那造外面的 不是也造了里面吗 只要把你们 杯盘里面的施舍了 那么 一切对你们 便都洁净了 但是 祸灾 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把薄荷 云香 及各种菜书 捐献十分之一 反而将公义 及爱天主的义务 忽略过去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忽略 祸灾 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在会堂里 爱做上座 在街市上 爱受人致敬 祸灾 你们 因为你们就如同 不显露的坟墓 人在上面行走 也不知道 有一个法学士 回答耶稣说 师父 你说这些话 连我们也侮辱了 耶稣说 祸灾 你们这些法学士 因为你们 家给人 不堪负荷的重担 而你们自己 对重担 连一个指头 也不肯动一下 祸灾 你们 你们修建 先知的坟墓 而你们的祖先 却杀害了他们 可见你们证明 并且赞成 你们祖先 所行的事 因为他们杀害了 先知 而你们 却修建 先知的坟墓 为此 天主的智慧 曾说过 我将要派遣 先知及使者 到他们那里 其中有的 他们要杀死 有的 他们要迫害 为此 从创造世界以来 所流众先知的血 都要向这一带追讨 从亚伯尔的血 到丧亡在祭坛 与圣佛之间的 泽加里亚的血 的确 我告诉你们 都要向这一带追讨 祸灾 你们法学士 因为你们拿走了 制食的钥匙 自己不进去 那愿意进去的 你们也加以阻止 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 经师们 及法利赛人 开始严厉追逼他 盘问他许多的事 窥伺他 要从他口中 抓到与病 那时 有成千雷万的群众 集合拢来 尽致互相践踏 耶稣开始 先对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要谨防 法利赛人的教母 及他们的虚伪 但是 没有遮掩的事 将来不被揭露的 也没有隐藏的事 将来不被知道的 因此 你们在暗处所说的 将来必要在明处 被人听见 在内侍妇儿所说的 将来必要在屋顶上 张扬出来 我告诉你们 做我朋友的人们 你们不要害怕 那些杀害肉身 而后不能更有所为的人 我要指给你们 谁是你们所应怕的 你们应当害怕 那杀了以后 有权柄把人 投入地狱的那一位 的确 我告诉你们 应当害怕 这一位 五只麻雀 不是卖两文铜钱吗 然而在天主前 他们中 没有一只被遗忘的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一一被数过了 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 尊贵多了 我告诉你们 凡在人前承认我的 人子将来也要在天主的使者前 承认他 在人前否认我的 将来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要被否认 凡出言干犯人子的 尚可获得赦免 但是 亵渎圣神的人 绝不能获得赦免 当人押送你们到会堂 到官长 及有权柄的人面前时 你们不要思虑 怎样身辨 或说什么话 因为在那个时刻 圣神 必要交给你们 应说的话 人群中 有一个人向耶稣说 师父 请吩咐我的兄弟 与我分家吧 耶稣对他说 人哪 谁立了我 做你们的判官 及分家人呢 所以对他们说 你们要谨慎 躲避一切贪婪 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 他的生命 并不在于他的资产 耶稣对他们 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妇人 他的田地出产丰富 他心里想到 我可怎么办呢 因为我已没有地方 收藏我的物产 他遂说 我要这样做 我要拆毁我的仓房 另见更大的 好在那里收藏 我的一切股类 及财物 以后 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存有大量的财物 足够多年之用 你休息吧 吃喝宴乐吧 天主却给他说 糊涂人哪 今夜就要锁回你的灵魂 你所备制的 将归谁呢 那为自己 厚积财产 而不在天主前 致富的 也是如此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为此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 思虑吃什么 也不要为身体 思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贵于食物 身体贵于衣服 你们看看乌鸦 它们不播种 也不收割 它们没有库房 也没有苍林 天主尚且养活它们 你们比起飞鸟 更要尊贵多少呢 你们中 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寿数 增加一肘呢 如果你们连极小的事 还做不来 为什么要思虑 别的事呢 你们看看百合花 是怎样生长的 它们不劳作 也不仿之 可是 我告诉你们 连撒罗满在他 即胜的荣华石 所披戴的 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 田野间的野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入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何况你们呢 小信德的人啊 你们不要谋求 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忧愁挂心 因为这一切 都是世上的外邦人 所寻求的 至于你们 你们的父 知道你们需要这些 你们只要寻求 他的国 这些自会 加给你们 你们小小的羊群 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的父 喜欢把天国赐给你们 要变卖你们所有的来施舍 为你们自己背下 经久不朽的钱囊 在天上背下 取用不尽的宝藏 那里盗贼不能走近 杜虫也不能损坏 因为你们的宝藏在哪里 你们的心 也必在哪里 要把你们的腰竖起 把灯点着 应当如同那些 等候自己的主人 有婚言回来的人 为的是主人来到 一敲门 立刻就给他开门 主人来到时 遇见醒悟着的那些仆人 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竖上腰 请他们做席 自己前来伺候他们 他二更来也罢 三更来也罢 若遇见这样 那些人才是有福的 你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如果家主知道 盗贼何时要来 他必要醒悟 绝不容自己的房屋 被挖穿 你们也应当准备 因为在你们 不料想的时辰 人子就来了 伯多禄说 主 你讲的这个比喻 是为我们呢 还是为众人 主说 究竟谁是那 忠信及精明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 自己的家仆 按时配给食粮 主人来时 看见他如此行事 那仆人才是有福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要委派他 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 如果那个仆人 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然迟来 他便开始拷打仆弊 也吃 也喝 也醉酒 在他不期待的日子 不知觉的时刻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必要铲除他 使他与不信者 遭受同样的命运 那知道主人的旨意 而偏不准备 或竟不奉行 他旨意的仆人 必然要多受拷打 那不知道 而做了应受拷打之事的 要少受拷打 给谁的多 向谁要的也多 交托谁的多 向谁索取的 也格外多 我来是为把火 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切忘 它已经燃烧起来 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 我是如何交集 直到它得以完成 你们以为我来 是给地上送和平吗 不 我告诉你们 而是来送分裂 因为从今以后 一家五口的 将要分裂 三个反对两个 两个反对三个 他们将要分裂 父亲反对儿子 儿子反对父亲 母亲反对女儿 女儿反对母亲 婆母反对儿媳 儿媳反对婆母 耶稣又向群众说 几时你们看见 云彩由西方升起 立刻就说 要下大雨了 果然是这样 几时南风吹来 就说天要热了 果然是这样 假善人啊 你们知道观察 地上及天上的气象 怎么不能观察 这个时机呢 你们为什么不能 由自己来辨别 正义的事呢 当你同你的对头 去见官长时 上在路上 你得设法 与他了结 怕他拉你到法官前 法官把你交给 行义 而行义 把你压在狱中 我告诉你 非等你还清 最后的一分钱 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正在那时 来了几个人 把有关加里雷亚人的事 及比拉多 把他们的血 与他们的祭品 掺和在一起的事 报告给耶稣 他回答说 你们以为 这些加里雷亚人 比其他所有的 加里雷亚人 更有罪 才遭此祸害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 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或如使罗亚塔倒下 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 他们比耶路撒冷的 其他一切居民 罪债更大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 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他讲了这个比喻说 有一个人 曾将一棵无花果树 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 他来在树上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便对园丁说 你看 我三年来 在这棵无花果树上 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你砍掉它吧 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 园丁回答说 主人 再容它这一年吧 待我在它周围 绝土加上粪 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 不然的话 你就把它砍了 安息日 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 有一女人 病魔缠身已十八年了 鱼捋着 完全不能直立 耶稣见了她 便叫她过来 给她说 女人 你的病已消除了 遂给她按手 她即刻就挺直起来 光荣天主 会堂长因弃恼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 便给众人说道 有六天应当工作 你们在这些日子里 可来治病 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 主回答他说 假善人啊 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 由不解下槽上的牛驴 牵去印水的吗 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 她被撒旦缠住 已经有十八年了 安息日这一天 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 当耶稣讲这话时 所有敌对她的人 各个惭愧 一切民众 因她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 莫不欢喜 耶稣又说 天主的国相似什么 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 它相似一粒介子 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 它遂生长起来 成了大树 天上的飞鸟 都栖息在她的枝头上 她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 比作什么呢 它相似教母 女人取来 藏在三斗面中 直到全部发酵 耶稣经过城市乡村 随处施教 朝着耶路撒冷走去 有一个人给她说 主 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竭力由窄门而入吧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 我告诉你们 要想进去而不得入 即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 你们在外面站着 开始敲门说 主 请给我们开门吧 他要回答你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那时 你们会说 我们曾在你面前 吃过喝过 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 施教过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都离开我去吧 几时你们望见亚巴郎 伊撒格 雅各伯及众先知 在天主的国里 你们却被弃在外 那里要有哀嚎和窃耻 将有从东从西 从北从南而来的人 在天主的国里作息 看吧 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 这时刻 有几个法利赛人 前来给耶稣说 你离开这里走吧 因为黑洛德要杀你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 看 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 第三天就要完毕 但是 今天明天以及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不宜死在 耶路撒冷之外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屡次残杀先知 用石头击毙那些 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如母鸡聚集自己的厨鸡 在他斥意下 可是你们偏不愿意 看吧 看吧 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撇下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的时刻来到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稣进了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中吃饭 他们就留心观察他 在他面前 有一个患水骨症的人 耶稣对法学士及法利赛人说道 安息日许不许治病 他们都默然不语 耶稣遂扶着那人 治好他 叫他走了 然后向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的儿子或牛掉在井里 在安息日这一天 不立刻拉他上来呢 他们对这话不能答辩 耶稣注意到 被邀请的人 如何征选首席 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 说 即使你被人请去复婚宴 不要坐在首席上 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 也被他请来 那请你 而又请他的人 要来向你说 请让坐给这个人 那时 你就要含羞地去坐墨席了 你几时被请 应去坐墨席 等那请你的人 走来给你说 朋友 请上坐吧 那时 在你同席的众人面前 你才有光彩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耶稣 也向请他的人说 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 不要请你的朋友 兄弟 亲戚 及富有的邻人 怕他们 也要回请 而环抱你 但你几时设言 要请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人 如此 你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 但在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必能得到赏报 有一个同席的人 听了这些话 就向耶稣说 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吃饭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给他说 有一个人设了圣宴 邀请了许多人 到了宴会的时刻 他便打发仆人 去给贝请的人说 请来吧 已经齐备了 众人开始一致推辞 第一个给他说 我买了一块田地 必须前去看一看 请你原谅我 另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试他们 请你原谅我 别的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仆人回来把这事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生了气 给仆人说 你快出去 到城中的大街小巷 把那些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都领到这里来 仆人说 主 已经照你的吩咐办了 可是还有空位子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 到大道上 以及篱笆边 勉强人进来 好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被请的那些人 没有一个能尝我这宴席的 有许多群众 与耶稣同行 耶稣转身 向他们说 如果谁来救我 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 母亲 妻子 儿女 兄弟 姊妹 甚至自己的性命 不能做我的门徒 不论谁 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在我后面走 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中间 谁愿意建造一座塔 而不先做下筹算费用 是否有力完成呢 免得他惦记以后 竟不能完工 所有看见的人 都要讥笑他说 这个人开始建造 而不能完工 或者一个国王 要去同别的国王交战 哪有不先做下运筹一下 能否以一万人 去抵抗那领着两万 来攻打他的呢 如果不能 就得趁那国王 离得上远的时候 派遣使节 去求和平的条款 同样 你们中不论是谁 如不舍弃他的一切所有 不能做我的门徒 盐原是好的 但如果连盐也失了味道 要用什么来调和它呢 既不利于土壤 又不适于粪料 唯有把它丢在外面 有耳听的 听吧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 未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及经师们 窃窃思议说 这个人交接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 所以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 你们中间哪个人 有一百只羊 遗失了其中的一只 而不把这九十九只丢在荒野 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就喜欢的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 来到家中 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 给他们说 你们与我同乐吧 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 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同样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所有的欢乐 甚于对那九十九个 无需悔改的一人 或者哪个妇女 有十个打马 若遗失了一个打马 而不点上灯 打扫房屋 细心寻找 直到找着呢 待找着了 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 你们与我同乐吧 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 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对于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主的使者前 也是这样欢乐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小的向父亲说 父亲 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 父亲碎把产业 给他们分开了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 都收拾起来 就往远方去了 他在那里荒淫度日 耗费他的资财 当他把所有的 都挥霍进了以后 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 他便开始穷困起来 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 去放猪 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芽来裹腹 可是没有人给他 他反攻自问 我父亲有多少雍工 都口粮丰盛 我在这里反要饿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 并且要给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你的一个雍工吧 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 他离得还远的时候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怜悯的心 跑上前去 扑到他的脖子上 热情地亲吻他 儿子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 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 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 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戴在他手上 给他脚上穿上鞋 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应吃喝欢宴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了 他们就欢宴起来 那时 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 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 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 睡觉一个仆人过来 问他这是什么事 仆人向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 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 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 他回答父亲说 你看 这些年来我服侍你 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 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 但你这个儿子 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 父亲给他说 孩子 你常同我在一起 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因为你这个弟弟 死而复生 失而复得 应当欢宴喜乐 耶稣又对门徒们说 曾有一个富翁 他有一个管家 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人 挥霍了主人的财物 主人便把他叫来 向他说 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 把你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 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 那管家自言自语道 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 我可做什么呢 掘地吧 我没有气力 讨饭吧 我又害羞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好叫人们 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 收留我在他们家中 于是 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 给第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那人说 一百桶油 管家向他说 拿你的账单 坐下快写作五十 随后 又给另一个说 你欠多少 那人说 一百档麦子 管家向他说 拿你的账单 写作八十 主人 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 办事精明 这些金氏之子 应付自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 更为精明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 交结朋友 为在你们匮乏的时候 好叫他们收留你们 到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也不义 那么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 委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的 交给你们呢 没有一个家仆 能侍奉两个主人的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 而爱那一个 或是要依附这一个 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爱财的法利塞人 听了这一切话 便吃笑耶稣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在人前自冲义人 但是天主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在人前是崇高的事 在天主前却是可憎的 法律及先知到若翰为止 从此 天主国的喜讯 便传扬开来 人人都应愤勉进入 然而天地过去 比法律的一笔一画失落 还要容易 反修妻而另娶的 是犯奸淫 那娶人所修的妻子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富家人 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 天天奢华的艳乐 另有一个乞丐 名叫拉扎路 满身窗椅 躺卧在他的大门前 他指望借富家人桌上掉下的碎屑冲击 但只有狗来舔他的窗椅 那乞丐死了 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 那个富家人也死了 被人埋葬了 他在阴间 在痛苦中举目一望 远远看见亚巴郎 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 便喊叫说 父亲亚巴郎 可怜我吧 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 蘸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中 极其残苦 亚巴郎说 孩子 你应记得你活着的时候 已享尽了你的福 而拉扎路同样也受尽了苦 现在 他在这里受安慰 而你应受苦了 除此之外 在我们与你们之间 隔着一个巨大的深渊 致使人即便愿意 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 从那边到我们这边来也不能 那人说 父亲 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富家去 因为我有五个兄弟 叫他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巴郎说 他们自有霉色及先知 听从他们好了 他说 不 父亲亚巴郎 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必会悔改 亚巴郎给他说 如果他们不听从霉色及先知 纵使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 他们也必不信服 耶稣对门徒说 引人跌倒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是 引人跌倒的人 是有祸的 把一块墨石套在他的井上 投入海中 比让他引这些小子中的一个跌倒 为他更好 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 你就得规劝他 他如果后悔了 你就得宽恕他 如果他一天七次得罪了你 而又七次转向你说 我后悔了 你也得宽恕他 宗徒们向主说 请增加我们的信德吧 主说 如果你没有信德像戒子那样大 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 你连根拔出 移植到海中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的 你们中间水有仆人耕田或放羊 从田地里回来 即给他说 你快过来坐下吃饭吧 而不给他说 预备我吃饭 树上腰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毕 以后你才吃喝 仆人做了吩咐的事 主人岂要向他道谢 你们也是这样 既做完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我们应做的事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经过撒玛里亚 及加里雷亚中间 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他们提高声音说 师父 耶稣 可怜我们吧 耶稣定睛一看 向他们说 你们去 叫司机们检验你们吧 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 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 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 并且跪伏在耶稣族前 感谢他 他是一个撒玛里亚人 耶稣便说道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人在哪里呢 除了这个外邦人 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于天主吗 耶稣遂给那人说 起来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法利塞人 问耶稣天主的国何时要来 耶稣回答说 天主国的来临 并非是显然可见的 人也不能说 看哪 在这里 或在那里 因为天主的国 就在你们中间 耶稣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那时 你们切往看见 人子日子中的一天 而不得见 人要向你们说 看哪 在那里 看哪 在这里 你们不要去 也不要追随 因为犹如闪电 由天这边闪起 执照到天那边 人子在他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但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且被这一带所摒弃 在诺厄的日子里怎样 在人子的日子里 也要怎样 那时 人们吃喝婚嫁 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天 洪水来了 消灭了所有的人 又如在罗特的日子里 人们吃喝买卖 种植建造 但在罗特从索多玛出来的那天 火及硫磺自天降下 消灭了所有的人 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 也要这样 在那一日 那在屋顶上 而他的器具 在屋内的 不要下来取 那在田地里的 同样不要回来 你们要记得 罗特的妻子 不论谁 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 凡丧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我告诉你们 在这一夜 两个人同在一张床上 一个要被提去 而一个要被遗弃 两个女人一起推磨 一个要被提去 而一个要被遗弃 他们问耶稣说 主 在哪里呢 耶稣回答说 在哪里有尸体 老鹰就聚集在哪里 耶稣给他们 设了一个比喻 论及人应当时常祈祷 不要灰心 他说 某城中 曾有一个判官 不敬畏天主 也不敬重人 在那城中 另有一个寡妇 常去见他说 请你制裁我的对头 给我伸冤吧 他多时不肯 以后想到 我虽不敬畏天主 也不敬重人 只因为这个寡妇 常来烦扰我 我要给她伸冤 免得她不断地来纠缠我 于是主说 你们听听这个 不义的判官说的什么 天主所照选的人 日夜呼吁他 他岂能不给他们伸冤 而牵沿抚听他们吗 我告诉你们 他必要快快为他们伸冤 但是 人子来临时 能在世上找到信德吗 耶稣也向几个自称为义人 而轻视他人的人 设了这个比喻 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祈祷 一个是法利塞人 另一个是瑞吏 那个法利塞人立着 心里这样祈祷 天主 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其他的人 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像这个税吏 我每周两次进食 凡我所得的 都捐献十分之一 那个税吏 却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 天主 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我告诉你们 这人下去 到他家里 成了正义的 而那个人却不然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被高举 有人也把婴孩 带到耶稣跟前 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们见了 便斥责他们 耶稣却召唤他们说 你们让小孩子们 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 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有一个首领 问耶稣说 善师 我要做什么 才能承受永生 耶稣给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呢 除了天主一个外 没有谁是善的 诫命你都知道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应孝敬你的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自幼就都遵守了 耶稣听后 便向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把你一切所有的都变卖了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跟随我 那人听了这话 异常悲伤 因为他是个很富有的人 耶稣见他如此 便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 进入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 骆驼穿过针孔 比富有的人进入天主的国还容易 听众遂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 在天主是可能的 伯多禄说 看 我们舍弃了我们的一切所有 跟随了你 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天主的国 舍弃了房屋 或妻子 或兄弟 或父母 或子女 没有不在今世获得多倍 而在来世获得永生的 耶稣把那十二人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凡借先知所写的一切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要被交于外邦人 要受戏弄 侮辱 及拓物 人在鞭挞他之后 还要杀害他 但第三天 他要复活 这些话 他们一点也不懂 这话 为他们是隐秘的 他所说的事 他们也不明白 耶稣将进耶里戈时 有一个瞎子 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群众路过 便查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那灾类人 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耶稣 大魏之子 可怜我吧 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大魏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叫人把他带到自己跟前来 当他来尽时 耶稣问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他说 主 叫我看见 耶稣给他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得救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遂跟随着耶稣 光荣天主 所有的百姓见了 也都颂扬天主 耶稣进了耶里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 名叫扎凯 他原是税吏长 是个富有的人 他想要看看 耶稣是什么人 但由于人多 不能看见 因为他身材短小 于是他往前奔跑 攀上了一棵野桑树 要看看耶稣 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 耶稣来到那地方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扎凯 你快下来 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中 他便赶快下来 喜悦地款留耶稣 众人见了 都窃窃思议说 他进到有罪的人那里投诉 扎凯站起来对主说 主 你看 我把我财物的一半 施舍给穷人 我如果欺骗过谁 我就以四倍赔偿 耶稣对他说 今天救恩临到了这一家 因为他也是亚巴郎之子 因为人子来 是为寻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 众人听这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已临近耶路撒冷 而且 他们都以为天主的国快要出现 所以设了一个比喻说 有一个贵人起身到远方去 为取得了王位再回来 他将自己的十个仆人叫来 交给他们十个米娜 并嘱咐说 你们拿去做生意 直到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一向怀恨他 遂在他后面派代表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人为王统治我们 他得了王位归来以后 便传令将那些领了他钱的仆人 给他召来 想知道每个人做生意赚了多少 第一个前来说 主 你的那个米娜赚了十个米娜 主人给他说 好 善普 你既然在小事上忠信 你要有权掌管十座城 第二个前来说 主 你的那个米娜赚了五个米娜 主人也给这人说 你也要掌管五座城 另一个前来说 主 看 你那个米娜 我收存在手巾里 我一向害怕你 因为你是一个严厉的人 你没有存放的 也要提取 没有下种的 也要收割 主人向他说 恶仆 我就凭你的口供定你的罪 你不是知道 我是个严厉的人 没有存放的 也要提取 没有下种的 也要收割的吗 为什么你不把我的钱 存于钱庄 带我回来时 我可以连本带笠取出来 主人便向势力左右的人说 你们把他那个米娜夺过来 给那有十个的 他们向他说 主 他已有十个米娜了 我告诉你们 凡是有的 还要给他 那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从他夺去 至于那些敌对我 不愿意我做他们君王的人 你们把他们压到这里 在我面前杀掉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领头前行 上耶路撒冷去了 极致临近贝特法格和伯达尼 在一座名叫橄榄山那里 耶稣派遣两个门徒说 你们往对面的村庄里去 一进村 就会看见一匹拴着的驴居 从来没有人骑过 把他解开 牵来 如果有人问你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他 你们要这样说 主要用他 被派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对他们说过的一样 他们正在解驴居的时候 驴居的主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解的驴居 他们说 主要用他 他们遂把驴居迁到耶稣跟前 把他们的外衣搭在驴居上 扶耶稣骑上 前行的时候 人们把自己的外衣驴居在路上 当他临近橄榄山的下坡时 众门徒为了所见过的一切奇能 都欢心地大声颂扬天主说 应上主之名而来的君王 应受赞颂 和平在天上 光荣与糟天 人群中 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 师父 择斥你的门徒吧 耶稣回答说 我告诉你们 这些人若不作声 石头就要喊叫了 耶稣临近的时候 望见京城 便哀哭他说 恨不能在这一天 你也知道有关你平安的事 但这事如今在你眼前是隐藏的 的确 日子将临于你 你的仇敌要在你四周筑起壁垒 包围你 四面窘困你 又要荡平你 即在你内的子民 在你内 绝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 因为你没有认识眷顾你的时期 耶稣进了店院 开始把买卖人赶出去 对他们说 经上记载 我的店与应是祈祷之所 而你们竟把它做了贼窝 耶稣每天在圣殿内施教 司祭长及经师 并人民的首领 设法要除掉他 但是寻不出什么办法 因为众百姓都清心听他 路加福音第二十章 有一天 耶稣在圣殿里教训百姓 及宣讲喜训的时候 司祭长 经师及长老前来 对他说道 请你告诉我们 你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或者是 谁给了你这权柄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告诉我 若汉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还是从人来的呢 他们心里 蠢夺说 如果我们说 是从天上来的 他必要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 如果我们说 是从人来的 众百姓 必要用石头砸死我们 因为他们都确信 若汉是先知 于是 他们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也给他们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凭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耶稣对百姓 设了这个比喻 有一个人 培植了一个葡萄园 把他租给园户 就往远方去 为时很久 到了时节 他便打发一个仆人 去园户那里 为叫他们 把园中应那的 果实交给他 园户却打了他 放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了 另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把那人打了 并加以侮辱 放他空手回去 园主又打发 第三个去 连这一个 他们也打伤 把他赶了出去 葡萄园的主人说 我要怎样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许他们会敬重他 谁知园户一看见他 便彼此商议说 这是成绩人 我们要杀掉他 好让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他们把他 推到葡萄园外杀了 那么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必要来 除灭这些园户 把葡萄园租给别人 众人一听这话就说 千万不要这样 耶稣注视他们说 那么 经上所载 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凡跌在这石头上的 必被撞碎 这石头落在水身上 必要把它压碎 经师及司机长 在那时刻就想下手逮捕耶稣 但是害怕百姓 他们明白 这个比喻是按指他们说的 于是他们窥察耶稣 派遣奸细 假装义人 要抓住他的语病 好把他交付于总督的司法权下 他们就结问他说 师父 我们知道你说话诗教 都正直无私 又不看情面 但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 敢问 我们给凯撒纳钉税 可以不可以 耶稣觉察出他们的诡计 便对他们说 你们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 这德纳上有谁的肖像 有谁的字号 他们说 凯撒的 耶稣对他们说 那么 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 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 他们在民众面前 不能抓到他的语病 且惊奇他的应对 遂进口不言 否认复活的撒杜赛人中 有几个前来问耶稣说 师父 梅瑟给我们写道 如果一个人的哥哥死了 贴下妻子而没有子嗣 他的弟弟就应娶他的妻子 给他哥哥立四 曾有兄弟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子 没有子嗣就死了 第二个及第三个 都娶过他为妻子 七个人都是如此 没有留下子嗣就死了 末后连那妇人也死了 那么 在复活的时候 这妇人是他们哪一个的妻子 因为他们七个人 都娶过他为妻 耶稣对他们说 今世之子也娶也嫁 但那堪得来世 即堪当由死者中复活的人 他们也不娶也不嫁 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 因为他们相似天使 他们既是复活之子 也就是天主之子 至论死者复活 梅瑟已在荆棘篇中指明了 他称上主为亚巴郎的天主 伊撒格的天主 及雅各伯的天主 他不是死人的 而是活人的天主 所有的人为他都是生活的 有几个经师应声说 师父 你说得好 从此 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 耶稣问他们说 人们怎么称墨西亚是达卫之子呢 达卫自己曾在圣勇集上说 上主对吴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 达卫既称他为主 他怎样又是达卫之子呢 众百姓正听的时候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应慎防经师 他们喜欢穿长袍游行 喜爱街市上的致敬 会堂里的高位 沿席上的手座 他们吞没寡妇们的家产 而又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 这些人必要遭受更重的处罚 耶稣举目一望 看见妇人把他们的献仪投入银库内 又看见一个贫苦的寡妇 把两文钱投入里面 所以说 我实话告诉你们 这个穷寡妇比众人投入的都多 因为众人都是拿他们多余的投入 作为给天主的献仪 而这个寡妇却是从她的不足中 把她所有的一切生活费都投上了 有些人正谈论圣殿 是用美丽的石头和还愿的献品装饰的 耶稣说 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待那十日一到 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 而不被拆毁的 他们遂问说 师父 那么什么时候要发生这些事 这些事要发生的时候 将有什么先兆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欺骗 因为将有许多人 假冒我的名字来说 我就是墨西亚 又说 时期尽了 你们切不可跟随他们 你们几时听见战争及叛乱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要发生 但还不即刻是结局 耶稣 所以又给他们说 民族要起来攻击民族 国家攻击国家 将有大地震 到处有饥荒 及瘟疫 将出现可怖的异象 天上要有巨大的凶兆 但是 这一切是以前 为了我名字的缘故 人们要下手把你们拘捕 迫害 借送到会堂 并求于狱中 且押送到君王 及总督之前 为给你们一个 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 你们心中要镇定 不要事先考虑身变 因为我要给你们 口才和明智 是你们的一切仇敌 所不能抵抗 及辩驳的 你们要为父母 兄弟 亲戚 及朋友所出卖 你们中有一些 要被杀死 你们要为了我的名字 受众人的憎恨 但是 连你们的一根头发 也不会失落 你们要凭着奸人 保全你们的灵魂 几时你们看见 耶路撒朗被军队围困 那时你们便知道 他的荒凉尽了 那时 在犹太的 要逃往山中 在京都中的 要离去 在乡间的 不要进京 因为这是报复的日子 为了应验 所记载的一切 在那些日子内 怀孕的 及哺乳的 是有祸的 因为要有大难降临这地方 要有异怒 淋于这百姓身上 他们要倒在 剑刃之下 要被卢网列国 耶路撒冷 要受一民蹂躏 直到一民的 时期满线 在日月星辰上 将有一兆出现 在地上 万国要因 海洋波涛的怒嚎 而惊慌失措 众人要因恐惧 等待即将临于 天下的事 而昏厥 因为诸天的万象 将要动摇 那时 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微能 及莫大光荣 成云将来 这些事开始发生时 你们应当 挺起身来 抬起你们的头 因为你们的救援 尽了 耶稣 又给他们 设了一个比喻 你们看看 无花果树 及各种树木 即时 你们看见 他们已经发芽 就知道 夏天 已经尽了 同样 即时你们看见 这些事发生了 也应知道 天主的国 尽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非等一切事 发生了 这一代 绝不会过去 天地要过去 但是 我的话 绝不会过去 你们应当谨慎 免得你们的心 为厌隐沉醉 及人生的挂虑 所累时 那意想不到的日子 临于你们 因为那日子 有如罗网 临于全地面的 一切居民 所以 你们应当 时时醒悟 祈祷 为使你们能逃脱 即将发生的 这一切事 并能立于 人子之前 耶稣 耶稣白天 在圣殿失教 黑夜便出去 到明教 橄榄的山上 住宿 众百姓 清早起来 到他跟前 在圣殿里 听他讲道 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 称为逾越节的 无教节近了 司祭长及经师 设法要怎样 消除耶稣 因为他们害怕百姓 那时 撒旦进入了 那名叫 伊斯加略的 尤达斯的心中 他本是十二人中之一 他去同司祭长 及圣殿景观商议 怎样把耶稣 交给他们 他们不胜欣喜 就约定给他银钱 他应允了 遂寻找机会 当群众不在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无教节日到了 这一天 因宰杀 逾越节羔羊 耶稣 打发伯多禄 和若望说 你们去 为我们预备 要吃的 逾越节晚餐吧 他们问他说 你愿意 我们在哪里预备 他回答说 注意 你们进城 必有一个拿水罐的人 他们便预备了 逾越节晚餐 到了时候 耶稣就入席 宗徒也同他一起 耶稣对他们说 我渴望而又渴望 在我受难以前 同你们吃这一次 逾越节晚餐 我告诉你们 非等到他在天主的国里成全了 我绝不再吃它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把这杯拿去 彼此分着喝吧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非等到天主的国来临了 我绝不再喝这葡萄汁了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掰开 递给他们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而舍弃的 你们应行此礼 为纪念我 晚餐以后 耶稣同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 而立的新约 但是 看 覆卖我者的手 同我一起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依照所预定的离去 但那覆卖人子的人 是有祸的 他们便彼此相问 他们中哪一个要做这事 在他们中又起了争论 他们中数着谁最大 耶稣给他们说 外邦人有君王宰制他们 那有权管制他们的 成为恩主 但你们却不要这样 你们中最大的 要成为最小的 为首领的 要成为服侍人的 是谁大呢 是坐席的 还是服侍人的 不是坐席的吗 可是我在你们中间 却像是服侍人的 在我的困难中 与我常常相邪的 就是你们 所以我将王权 给你们预备下 正如我父给我预备下了一样 为使你们在我的国里 一同在我的沿席上吃喝 并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西满 西满 看 撒旦求得了许可 要筛你们 像筛麦子一样 但是我已为你祈求了 为教你的信德 不致丧失 待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兄弟 伯多禄向他说 主 我已经准备 同你一起下狱 同去受死 耶稣说 伯多禄 我告诉你 今天鸡还未叫以前 你要三次说 不认识我 然后又给他们说 我以前派遣你们的时候 没有带钱囊 口袋 及鞋 你们缺少了什么没有 他们说 什么也没有缺 耶稣向他们说 可是如今 有钱囊的 应当带着 有口袋的 也一样 没有剑的 应当卖去自己的外衣 去买一把 我告诉你们 经上所在 他被列于叛逆之中的 这句话 必须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有关我的事 快要终结 他们说 主 看 这里有两把剑 耶稣给他们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他去了 到了那地方 耶稣便给他们说 你们应当祈祷 免得陷于诱惑 遂离开他们 约有头十那么远 屈膝祈祷 说 父啊 你如果愿意 请给我免去这杯吧 但不要随我的意愿 为照你的意愿成就吧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给他 加强他的力量 他在极度恐慌中 祈祷越发恳切 他的汗 如同血珠滴在地上 他从祈祷中起来 到门徒那里 看见他们 都因忧闷睡着了 就给他们说 你们怎么睡觉呢 起来祈祷吧 免得陷于诱惑 耶稣还说话的时候 来了一群人 那十二人之一 名叫尤达斯的 走在他们前面 他走进了耶稣 要口亲他 耶稣给他说 尤达斯 你用口亲来覆卖人子吗 耶稣左右的人 一件要发生的事 就说 主我们可以用剑砍吗 他们中 有一个人 砍了大司祭的仆人 把他的右耳 削了下来 耶稣说道 至此为止 就摸了摸 那人的耳朵 治好了他 耶稣 对那些 来到他跟前的 司祭长 和圣殿警官 并长老说 你们拿着刀剑棍棒出来 好像对付强盗吗 我天天同你们在圣殿里的时候 你们没有下手拿我 但现在是你们的时候 是黑暗的权势 他们既拿住耶稣 就带着 借到大司祭的住宅 伯多禄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庭院中间生了火 一起还坐 伯多禄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 看见她面对火光坐着 便定睛注视她说 这个人也是同他一起的 伯多禄否认说 女人 我不认识她 过了不久 另一个人看见她说 你也是他们中的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格一个时辰 又有一个人肯定说 这个人 确实同他一起的 因为他是加里利亚人 伯多禄说 你这个人 我不懂你说的 他还说话的时候 鸡便叫了 主转过身来 看了看伯多禄 伯多禄就想起 主对他说的话来 今天鸡叫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伯多禄一到外面 就凄惨地哭起来了 那些积压耶稣的人 戏弄他 打他 又蒙起他来 问他说 你猜一猜 是谁打你 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侮辱他的话 天一亮 民间长老及司机长 并经师 集合起来 把耶稣带到 他们的公义会里 说 如果你是墨西亚 就告诉我们吧 耶稣回答他们说 即便我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会相信 如果我问 你们也绝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 大能者天主的右边 众人于是说 那么 你就是天主子了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说了 我就是 他们说 我们何必 还需要见证呢 我们亲自 从他的口中 听见了 于是他们全体起来 把耶稣押送到 比拉多面前 开始控告他说 我们查得 这个人 煽禍我们的民族 阻止给凯撒纳税 且自称为 墨西亚君王 比拉多 随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司机长 及群众说 我在这人身上 查不出什么罪状来 他们越发坚持说 他在犹太全境 从加里雷亚起 直到这里失教 煽动民众 比拉多听了 就问耶稣 是不是 加里雷亚人 既知道 他属黑洛德统治 就把他 转送到 黑洛德那里 这几天 黑洛德 也在耶路撒冷 黑洛德 见了耶稣 不胜欣喜 原来 他早就愿意 看看 耶稣 因为 他曾听说过 关于 耶稣的事 也指望 他显个奇迹 于是 问了 耶稣 许多事 但 耶稣 什么 都不回答 司机长 及经师们 站在那里 极力控告他 黑洛德 及自己的侍卫 鄙视他 戏笑他 并给他 穿上 华丽的长袍 把他 借回 比拉多那里 黑洛德 与比拉多 就在那一天 彼此 成了朋友 因为 他们原先 彼此有仇 比拉多 召集 司机长 官吏 及人民来 对他们说 你们给我 送这个人来 好像是一个 山货民众的人 看 我在你们面前 审问了他 而你们 告他的罪状 我在这人身上 并查不出 一条来 而且 黑洛德 也没有查出 因而 又把他 借回到 我们这里来 足见他 没有做过 应死的事 所以 我 惩治他以后 便释放他 每逢节日 他必须照例 给他们 释放一个囚犯 他们 却齐声 喊叫说 除掉 这个人 给我们 释放 巴拉巴 巴拉巴 原是为了 在城中 作乱 杀人 而下狱的 比拉多 又向他们声明 愿意释放耶稣 他们却不断地 喊叫说 定在十字架上 定他在十字架上 比拉多 第三次 对他们说 这人 到底 做了什么 恶事 我在他身上 查不出 什么 因此的罪状来 所以 我惩治他 以后 便释放他 但是 他们仍立声 逼迫 要求 定他 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喊声 越来越厉害 比拉多 遂宣判 照他们 所请求的 执行 便释放了 他们所要求的 那个 因作乱 杀人 而下狱的犯人 至于耶稣 却交出来 让他们随意处理 他们把耶稣 带走的时候 就抓住一个 从田间来的 鸡勒乃人 西满 把十字架 放在他肩上 叫他在耶稣 后面背着 有许多人民 及妇女 跟随着耶稣 妇女 垂胸痛哭他 耶稣 转身 向他们说 耶路撒冷女子 你们不要哭我 但应哭你们自己 及你们的子女 因为日子将到 那时 人要说 那荒胎的 那没有生产过的胎 和没有补养过的乳 是有福的 那时 人要开始 对高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吧 对丘陵说 盖起我们来吧 如果对于 青绿的树木 他们还这样做 对于枯稿的树木 又将怎样呢 另有两个凶犯 也被带去 同耶稣 一同受死 他们 既到了 那名叫 独楼的地方 就在那里 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也钉了 那两个凶犯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耶稣说 父啊 宽赦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做的是什么 他们捏究 分了他的衣服 民众站着观望 首领们吃笑说 别人他救了 如果这人是天主的 受夫者 被选者 就救他自己吧 兵士也戏弄他 前来把醋 给他递上去 说 嘿嘿嘿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 就救你自己吧 在他上头 还有一块 用希腊 拉丁 及希伯来文字 写的罪状牌 这是犹太人的君王 悬挂着的凶犯中 有一个侮辱 耶稣说 你不是摩西亚吗 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另一个凶犯 应声择斥他说 你既然受同样的刑罚 连天主 你都不怕吗 这对我们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 正为我们所行的 但是 这个人 从未做过 什么不正当的事 随后说 耶稣 当你来为王时 请你 请你 纪念我 耶稣给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天 你就要与我 一同在乐园里 这时 大约已是第六时辰 遍地都昏黑了 直到第九时辰 太阳失去了光 圣索的障碍 从中间裂开 耶稣 耶稣大声呼喊说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 交托在你手中 说完这话 便断了气 百夫长看见 所发生的事 随光荣天主说 这人 实在是一个义人 所有同来看着景象的群众 见了这些情形 都垂着胸膛回去了 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 和那些由加里雷亚 随侍他的妇女们 远远地站着 观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 名叫若瑟 是一个义员 又是一个善良公正的人 他原是犹太 阿里玛特亚成人 一向期待天主的国 他没有赞同 其他人的计谋和作为 他去见比拉多 要求耶稣的遗体 他把遗体卸下 用炼布裹好 安葬在由岩石凿成 而尚未葬过人的墓穴里 那天是预备日 安息日快到了 从加里雷亚 同耶稣来的那些妇女 在后边跟着 观看那墓穴 并观看耶稣的遗体 是怎样安葬的 他们回去 就预备下香料和香膏 安息日 他们依照诫命安息 一周的第一天 天还很早 妇女们便携带 预备下的香料 来到坟墓那里 见石头已由墓穴滚开了 他们进去 不见了主耶稣的遗体 他们正为此事疑虑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 穿着药木的衣服 站在他们身边 他们都害怕 所以把脸垂向地上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 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了 他已复活了 你们应当记得 他还在加里雷亚时 怎样告诉过你们 说 人子必须被交付于罪人之手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在第三日复活 他们遂想起了他的话 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报告给那十一门徒 及其余的众人 他们是玛利亚 玛达勒纳 及约安娜 和雅各伯的母亲 玛利亚 其余同他们一起的妇女 也把这些事报告给宗徒 但妇女们的这些话 在他们看来 好像是无稽之谈 不敢相信 伯多禄却起来 跑到坟墓那里 屈身向里窥看 只见有链布 就走了 心里惊异所发生的事 就在那一天 他们中有两个人 往一个村庄去 村名鄂玛乌 离耶路撒冷 约六十斯塔迪 他们彼此谈论 所发生的一切事 正谈话讨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进他们 与他们同行 他们的眼睛 却被阻止住了 以致认不出他来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 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 他们就站住 面带愁容 一个名叫克罗帕的 回答他说 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不知道在那里 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问他们说 什么事 他们回答说 就是有关纳扎类人 耶稣的事 他本是一位先知 在天主及众百姓前 行事说话都有权利 我们的司机长及首领 竟借送了他 判了他死罪 定他在十字架上 我们原指望他 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 可是 此外还有 这些事发生到今天 已是第三天了 我们中有几个妇女 惊吓了我们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没有看见他的遗体 回来说 他们见了天使显现 天使说他复活了 我们中也有几个 到过坟墓那里 所遇见的事 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 但是没有看见他 耶稣于是对他们说 唉 无知的人哪 未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 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 才进入他的光荣吗 他于是从梅色及众先知开始 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 都给他们解释了 当他们临近了 他们要去的村庄时 耶稣装作还要前行 他们强留他说 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 因为快到晚上 天已垂暮了 耶稣就进去 同他们住下 当耶稣与他们坐下 吃饭的时候 就拿起饼来祝福了 掰开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开了 这才认出耶稣来 但他却由他们眼前 隐没了 他们就彼此说 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遂及动身 返回耶路撒冷 遇见那十一门徒 即同他们一起的人 正聚在一起 彼此谈论说 主真复活了 并显现给西满了 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 即在分禀时 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远说了一遍 他们正谈论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立在他们中间 向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众人害怕起来 想是见了鬼神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恐慌 为什么心里起了疑虑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 分明是我自己 你们摸摸我 应该知道 鬼神是没有肉躯和骨头的 如同你们看我 却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伸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还是不敢信 只是惊讶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就接过来 当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我以前还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诸凡眉色法律 先知 并圣勇上指着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须应验 耶稣 虽开启他们的名物 叫他们理解经书 又向他们说 经上曾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 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 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 以得罪之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看 我要把我父所恩许的 遣发到你们身上 至于你们 你们应当留在这城中 直到佩戴上自高天而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出去 直到伯达尼附近 就举手降福了他们 正降福他们的时候 就离开他们 被提升天去了 他们叩拜了他 皆大喜欢地返回了耶路撒冷 常在圣殿里称谢天主 若望福音 若望福音第一章 在起初已有圣言 圣言与天主同在 圣言就是天主 圣言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 凡受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由他而造成的 在他内有生命 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 黑暗绝不能胜过他 曾有一人 由天主派遣来的 名叫若汉 这人来是为作证 为给光作证 为使众人借他而信 他不是纳光 只是为给纳光作证 那普照美人的真光 正在进入这世界 他已在世界上 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 但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 但是凡接受他的 他给他们 即给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 好称为天主的子女 他们不是由血气 也不是由肉欲 也不是由男欲 而是由天主生的 于是圣言成了血肉 寄居在我们中间 我们见了他的光荣 正如复读生者的光荣 满意恩宠和真理 若汉为他作证呼喊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 那在我以后来的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从他的满盈中 我们都领受了恩宠 而且恩宠上加恩宠 因为法律是借霉色传授的 恩宠和真理 却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 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 身为天主的 他给我们详述了 这是若汉所做的见证 当时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派遣了司机和类位人 到他那里问他说 你是谁 他明明承认 并没有否认 他明认说 我不是墨西亚 他们又问他说 那么你是谁 你是厄里亚吗 他说 我不是 你是那位先知吗 他回答说 不是 于是他们问他说 你究竟是谁 好叫我们给那派遣 我们来的人一个答复 关于你自己 你说什么呢 他说 我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 修植上主的道路吧 正如伊萨伊亚先知所说的 被派遣来的 有些是法利塞人 他们又问他说 你既不是墨西亚 又不是厄里亚 也不是那位先知 那么 你为什么施洗呢 若汉答复他们说 我以水施洗 你们中间站着一位 是你们所不认识的 他在我以后来 我却当不起 接他的鞋带 这些事发生于 约旦河对岸的伯达尼 若汉施洗的地方 第二天 若汉见耶稣向他走来 便说 看天主的羔羊 除免嗜罪者 这位就是我论他曾说过 有一个人在我以后来 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原先我而有 连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为使他显示于以色列 为此 我来以水施洗 若汉又作证说 我看见圣神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停在他身上 我也不曾认识他 但那派遣我来 以水施洗的给我说 你看见圣神降下 停在谁身上 谁就是那要以圣神施洗的人 我看见了 我便作证 他就是天主子 第二天 若汉和他的两个门徒 又在那里站着 若汉看见耶稣走过 便注视着他说 看天主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 便跟随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便问他们说 你们找什么 他们回答说 蜡比 以及师父 你住在哪里 他向他们说 你们来看看吧 他们于是去了 看了他住的地方 并且那一天 就在他那里住下了 那时 大约是第十时辰 西满伯多路的哥哥安德雷 就是听了若汉的话 而跟随了耶稣的 那两人中的一个 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 并向他说 我们找到了墨西亚 以及基督 遂领他到耶稣跟前 耶稣注视着他说 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要叫克法 以及伯多路 第二天 耶稣愿意往加里雷亚去 遇到了斐里伯 耶稣便向他说 你跟随我吧 斐里伯是贝特塞达人 与安德雷和伯多路同城 斐里伯遇到纳塔乃尔 就向他说 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 和先知们所预报的 我们找着了 就是若瑟的儿子 出生于纳扎类的耶稣 纳塔乃尔便向他说 从那扎类还能出什么好事吗 斐里伯向他说 你来看一看吧 耶稣看见纳塔乃尔向自己走来 就指着他说 看 这确实一个以色列人 在他内毫无诡诈 纳塔乃尔给他说 你从哪里认识我呢 耶稣回答说 斐里伯叫你以前 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 我就看见了你 纳塔乃尔回答说 拉比 你是天主子 你是以色列的君王 耶稣遂说道 因为我向你说 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 你就信了吗 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向他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看见天开 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 上去下来 若望福音第二章 第三天 在加里雷亚加纳有婚宴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婚宴 酒缺了 耶稣的母亲向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回答说 女人 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食客尚未来到 他的母亲给仆役说 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 是为犹太人的取节礼用的 每口可容纳两三桶水 耶稣向仆役说 你们把缸灌满水吧 他们就灌满了 直到缸口 然后 耶稣给他们说 现在你们咬出来 送给思习 他们便送去了 思习一场已变成酒的水 并不知是从哪里来的 咬水的仆役却知道 思习便叫了新郎来 向他说 人人都先摆上好酒 当客人都喝够了 才摆上次等的 你却把好酒保留到现在 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是在加里雷亚加纳行的 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 他的门徒就信从了他 此后 他和他的母亲 弟兄及门徒 下到格法翁 在那里住了不多几天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 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 在店院里 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 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 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 把众人连羊带牛 从店院都赶出去 倾到了换钱者的银钱 推翻了他们的桌子 给卖鸭子的人说 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 不要使我付的店鱼成为商场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记载的 我对你店鱼所怀的热忱 把我耗尽的话 犹太人便追问他说 你给我们显什么神迹 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些事 耶稣回答他们说 你们拆毁这座圣殿 三天之内 我要把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就说 这座圣殿建筑了四十六年 你在三天之内 就会重建起它来吗 但耶稣所提的圣索 是指他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他从死者中复活以后 他的门徒就想起了 他曾说过这话 便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 过逾越节庆节时 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 便信从了他 耶稣却不信任他们 因为他认识众人 他并不需要谁告诉他 人是怎样的 因为他认识在人心里有什么 有一个法利塞党人 名叫尼科德摩 是个犹太人的首领 有一夜 他来到耶稣前 向他说 蜡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父 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 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人除非由上而生 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由肉生的属于肉 由神生的属于神 你不要惊奇 因我给你说了 你们应该由上而生 风随意向哪里吹 你听到风的响声 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凡由圣神而生的 就是这样 尼科德摩问说 这事怎样能成就呢 耶稣回答说 你是以色列的师父 连这事你都不知道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们知道的 我们才讲论 我们见过的 我们才作证 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 若我给你们说地上的事 你们尚且不信 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 你们怎么会信呢 没有人上过天 除了那自天降下 而仍在天上的人子 正如梅色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 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 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 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 使凡信他的人不致丧亡 反而获得永生 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 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 而是为教世界 借着他而获救 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 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 因为他没有信从 天主独生子的名字 审判就在于此 光明来到了世界 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的确 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 也不来救光明 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 然而履行真理的 却来救光明 为显示出他的行为 是在天主内完成的 此后 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 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施洗 那时 若汉也在临近撒林的爱农施洗 因为那里水多 人们常来受洗 那时 若汉尚未被投在监狱里 若汉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 关于曲节里发生了争辩 他们便来到若汉前 对他说 拉比 曾同你一起在约旦河对岸 你给他作证的那位 看 他也施洗 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 若汉回答说 人不能领受什么 除非有天上的赏赐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 我曾说过 我不是墨西亚 我只是被派遣 做他前驱的 有新娘的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 一听得新郎的声音 就非常喜乐 我的喜乐已满足了 他应该兴盛 我却应该衰微 那由上而来的 超越一切 那出于下地的 是属于下地 且讲论下地的事 那自上天而来的 超越万有之上 他对所见所闻的 予以作证 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 那接受他见证的人 就是证实天主是真实的 天主所派遣的 讲论天主的话 因为天主把圣神 无限量地赏赐了他 父爱子 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 那信从子的 便有永生 那不信从子的 不但不会见到生命 凡有天主的义怒 藏在他身上 若望福音第四章 耶稣一直到法利赛人 听说他已收徒 施洗比若汉还多 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 而是他的门徒 便离开犹太 又往加里雷亚去了 他必须途经萨玛里亚 于是到了 萨玛里亚的一座城 名叫西哈尔 靠近雅各伯 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 在那里有雅各伯泉 耶稣因行路疲倦 就顺便坐在泉旁 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 有一个萨玛里亚妇人 来挤水 耶稣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时他的门徒 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萨玛里亚妇人 就回答说 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 萨玛里亚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 和萨玛里亚人 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向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谁 你或许早求了他 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妇人问说 先生 你连挤水器也没有 而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 雅各伯还大吗 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 他和他的子孙 以及他的牲畜 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但水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渴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妇人说 先生 请给我这水吧 免得我再渴 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挤水 耶稣向他说 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 那妇人回答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 我没有丈夫 正对 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 而你现在所有的 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的这话真对 妇人向他说 先生 我看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先 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 你们却说 应该朝拜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回答说 女人 你相信我吧 到了时候 你们将不在这座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 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 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 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 然而时候要到 且现在就是 那些真正朝拜的人 将以心神 以真理朝拜父 因为父 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 天主是神 朝拜他的人 应当以心神 以真理去朝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墨西亚 一级基督 要来 他一来了 必会告诉我们一切 耶稣向他说 同你谈话的我就是 正在这时 他的门徒回来了 他们就惊奇他 同一个妇人谈话 但是没有人问 你要什么 或你同他谈论什么 于是那妇人 撇下自己的水罐 往城里去向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说出了 我所做过的一切事 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 众人从城里出来 往他那里去 这期间 门徒请求耶稣说 辣比 吃吧 他却回答说 我已有食物吃 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门徒便彼此问说 难道有人 给他送来了吃的吗 耶稣向他们说 我的食物就是 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 完成他的工程 你们不是说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 看 我给你们说 举起你们的眼 细看田地 庄稼已经发白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 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 如此 撒种的和收割的 将一同喜欢 这正如俗语所说的 撒种的是一人 收割的是另一人 我派遣你们 在你们没有 劳过力的地方 去收割 别人劳了力 而你们 去收获 他们劳苦的成果 城里有许多 撒玛利亚人 信从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 作证说 他向我说出了 我所做过的一切 这样 那些撒玛利亚人 来到耶稣前 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还有更多的人 因着他的讲论 信从了他 他们向那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为了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 亲自听见了 并知道他 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过了两天 耶稣离开那里 往加里雷亚去了 耶稣曾亲自作证说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 绝受不到尊荣 他一来到加里雷亚 加里雷亚人便接待了他 因为他们也曾上了 耶路撒冷去过节 并亲眼见了他 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 耶稣又来到加里雷亚加纳 及他汴水为酒的地方 那里有一位王臣 他的儿子在格法温患病 这人一听说 耶稣从犹太到加里雷亚来了 就到他那里去 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快要死了 耶稣对他说 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那王臣向他说 主 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 请你下来吧 耶稣回答说 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了耶稣 向他所说的话 便走了 他正下去的时候 仆人们迎上他来 说他的孩子活了 他问他们 孩子病逝好转的时刻 他们给他说 昨天第七时辰 热就退了 父亲就知道 正是耶稣向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 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 这是耶稣从犹太 回到加里雷亚后 所行的第二个神迹 这些时候 正是犹太人的庆节 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 有一个水池 西伯来语叫做贝特扎达 周围有五个走廊 在这些走廊内 躺着许多患病的 瞎眼的 瘸腿的 麻痹的 都在等候水动 因为有天使 按时下到水池中 搅动池水 水动后 第一个下去的 无论他患什么病 必会痊愈 在那里有一个人 患病已三十八年 耶稣看见这人 躺在那里 知道他已病了多时 就向他说 你愿意痊愈吗 那病人回答说 主 我没有人 在水动的时候 把我放到水池中 我正到的时候 别人 在我以前 已经下去了 耶稣向他说 起来 拿起你的床 行走吧 那人便立刻痊愈了 拿起自己的床 行走起来 那一天 正是安息日 于是犹太人 对那痊愈的人说 今天是安息日 不许你拿床 他回答他们说 叫我痊愈了的那一位 给我说 拿起你的床 行走吧 他们就问他 给你说拿起床来 而行走的那人是谁 那痊愈的人 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那地方人多 耶稣已躲开了 事后 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 他便向他说 看 你已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 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 为此 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 因为他在安息日 做这样的事 耶稣最向他们说 我父到现在一直工作 我也应该工作 为此 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而且又称天主 是自己的父 使自己与天主平等 耶稣于是回答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 他看见父做什么 才能做什么 凡父所做的 子也照样做 因为父爱子 凡自己所做的 都只是给他 并且还要把 比这些更大的工程 只是给他 为叫你们惊奇 就如父唤起死者 使他们复生 照样 子也使他所愿意的人 复生 父不审判任何人 但他把审判的权权 交给了子 为叫众人尊敬子 如同尊敬父 不尊敬子的 就是不尊敬 派遣他来的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听我的话 相信派遣我来者的 便有永生 不受审判 而已出死入生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时候要到 且现在就是 死者要听见 天主子的声音 凡听从的 就必生存 就如父是生命之源 照样 他也使子 成为生命之源 并且赐给他 行审判的权柄 因为他是人子 你们不要惊奇这事 因为时候要到 那时 凡在坟墓里的 都要听见他的声音 而出来 行过善的 复活进入生命 做过恶的 复活而受审判 我有我自己 什么也不能做 父怎样告诉我 我就怎样审判 所以我的审判 是正义的 因为我不寻求 我的旨意 而只寻求那 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如果我为我自己 作证 我的证据 不足平信 但另有一位 为我作证 我知道 他为我作的证 足以平信 你们曾派人 到若翰那里去 他就为真理 做过证 其实 我并不需要 人的证据 我提及这事 只是为叫你们 得救 若翰好比是一盏 点着而发亮的灯 你们只一时高兴 享受了他的光明 但我有比若翰 更大的证据 吉父所托付我 要我完成的工程 就是我所行的 这些工程 为我作证 证明是父派遣了我 派遣我来的父 亲自为我作证 你们从未听见过 他的声音 也从未看见过 他的仪容 并且你们也没有 把他的话 存留在心中 因为你们不相信 他所派遣的那位 你们查考经典 因你们认为 其中有永生 正是这些经典 为我作证 但你们不愿意 到我这里来 为获得生命 我不求人的光荣 而且我认得你们 知道在你们内 没有天主的爱情 我因我父的名而来 你们却不接纳我 如果有人 因自己的名而来 你们反而接纳他 你们既然彼此 寻求光荣 而不寻求出于 唯一天主的光荣 你们怎么能相信我呢 不要想 我要在父面前 控告你们 有一位控告你们的 就是你们 所寄望的霉色 若是你们相信霉色 必会相信我 因为他是指着我 而写的 如果你们不相信 他所写的 怎么会相信我的话呢 这些事以后 耶稣往加里雷亚海 及提比里亚海的对岸去了 大批群众 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 所行的神迹 都跟随着他 耶稣上了山 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 那时犹太人的庆节 及逾越节已临近了 耶稣举目 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 就对斐里伯说 我们从哪里买饼 给这些人吃呢 他说这话 是为试探斐里伯 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 斐里伯回答说 就是二百块德纳的饼 也不够每人分的一小块 有一个门徒 及西满伯多禄的哥哥 安德雷说 这里有一个儿童 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喂这么多的人 这算得什么 耶稣说 你们叫众人坐下吧 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 于是人们便坐下 男人约有五千 耶稣就拿起饼 注谢后分给坐下的人 对于鱼也照样做了 让众人任意吃 他们吃饱以后 耶稣向门徒说 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 免得糟蹋了 他们就把人吃后 所剩下的五个大麦饼的碎块 收集起来 装满了十二筐 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 就说 这人确实是 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 耶稣看出 他们要来强迫他 立他为王 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 到了晚上 他的门徒下到海边 上船要到海对岸的 格法翁去 天已黑了 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 海上阴起了大风 便翻腾起来 当他们摇鲁 大约过了二十五或三十四塔敌时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临近了船 便害怕起来 但他却向他们说 是我 不要害怕 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 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第二天 留在海对岸的群众 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 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 只有他的门徒走了 然而 从提比里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 靠近五主祝谢后 人们吃饼的地方 当群众一发觉 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 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 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 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 就对他说 拉比 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寻找我 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 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 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 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 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 他们问说 我们该做什么 那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 耶稣回答说 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 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 他们又说 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 好叫我们信服你呢 你要行什么事呢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 正如经上所记载的 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 于是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并不是梅色赐给了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食粮 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 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 因为天主的食粮 是那由天降下 并赐给世界生命的 他们便说 主 你就把这样的食粮 常常赐给我们吧 耶稣回答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里来的 永不会饥饿 信从我的 总不会渴 但是我向你们说过 你们看见了我 仍然不信 凡父交给我的 必到我这里来 而到我这里来的 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 因为我从天降下 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 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 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 凡他交给我的 凡他交给我的 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 而且在末日 还要使他复活 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 凡看见子 并信从子的 必获得永生 并且在末日 我要使他复活 犹太人遂对耶稣 窃窃私议 因为他说 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食粮 他们说 这人不是 弱色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 怎么他竟说 我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要彼此 窃窃私议 凡不是派遣我的父 所吸引的人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而我在末日 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记载 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会 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 必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 有人看见过父 只有那从天主来的 才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从的人 必得永生 我是生命的食粮 你们的祖先 在旷野中吃过玛纳 却死了 这是从天上 降下来的食粮 谁吃了就不死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 生活的食粮 谁若吃了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我所要赐给的食粮 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的 因此 犹太人彼此争论说 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 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的血 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 谁吃我的肉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必得永生 在末日 我且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 是真实的食品 我的血 是真实的饮料 谁吃我的肉 并喝我的血 便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他内 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 我因父而生活 照样 那吃我的人 也要因我而生活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不像祖先吃了玛纳 仍然死了 谁吃这食粮 必要生活直到永远 这些话 是耶稣在格法文会堂 教训人时说的 他的门徒中 有许多听了 便说 这话生硬 谁能听得下去呢 耶稣自知他的门徒 对这话窃窃私意 便向他们说 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 那么 如果你们看到人子 生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 将怎样呢 使生活的是神 肉 一无所用 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 就是神 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间有些人 却不相信 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哪些人不信 和谁要出卖他 所以他又说 为此 我对你们说过 除非蒙父恩赐的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 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 不再同他往来 于是 耶稣向那十二人说 难道你们也愿走吗 西满伯多路回答说 主 为你有永生的话 我们去投奔谁呢 我们相信 而且已知道 你是天主的圣者 耶稣对他们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 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 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 尤达斯说的 因为就是这人 十二人中的一个 将要出卖耶稣 若望福音第七章 这些事以后 耶稣周游于加里雷亚 而不愿周游于犹太 因为犹太人要图谋杀害他 那时 犹太人的庆节 帐篷节进了 他的弟兄于是对他说 你离开这里 往犹太去吧 好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行的事 因为没有人愿意显扬自己 而在暗地里行事的 你既然行这些事 就该将你自己 显示给世界 原来 连他的弟兄们 也不相信他 耶稣回答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 却尝试现成的 世界不会恨你们 却是恨我 因为我指证 他的行为是邪恶的 你们上去过节吧 我还不上去过这庆节 因为我的时候 还没有成熟 他说了这些话后 仍留在加里雷亚 但他的弟兄们 上去过节以后 他也去了 但不是明显的 而是暗中去的 在庆节中 犹太人寻找他说 那人在哪里呢 在群众间 对他发生了许多思议 有的说 他是好人 有的却说 不 他在山祸民众 但是 因为都怕犹太人 谁也不敢公开地 讲论他 庆节已过了一半 耶稣就上圣殿里 去施教 犹太人都惊讶说 这人没有进过学 怎么通晓经书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者的 谁若愿意成行他的旨意 就会认出这教训 是出于天主 或是由我自己而讲的 由自己而讲的 是寻求自己的光荣 但谁若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 他便是诚实的 在他内没有不义 梅瑟不是曾给你们 颁布了法律吗 但你们中 却没有一人遵行法律 你们为什么图谋杀害我 群众回答说 你附了魔 谁图谋杀害你 耶稣回答说 我做了一件事 你们就都奇怪 梅瑟曾给你们 颁定了戈笋礼 其实并不是由梅瑟 而是由祖先开始的 因此 你们也在安息日 给人行戈笋礼 若是在安息日 为满泉梅瑟的法律 人可受割损礼 那么 为了我在安息日 使一个人完全恢复健康 你们就对我发怒吗 你们不要按照外表判断 但要按照公义判断 于是 有几个耶路撒冷人说 这不是人们 所要图谋杀害的人吗 看 他放胆地讲论 而没有人对他说什么 难道首长们 也确认这人 就是墨西亚吗 可是 我们知道 这人是哪里的 然而 当墨西亚来时 却没有人知道 他是哪里的 于是 耶稣在圣殿施教时 大声喊说 你们认识我 也知道我是哪里的 但我不是由我自己而来 而是那真实者派遣我来的 你们却不认识他 我认识他 因为我是出于他 是他派遣了我 他们想捉住他 但没有人向他下手 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 群众中 有许多人信了他 且说 墨西亚来时 难道会行 比这人更多的奇迹吗 法利赛人 听见群众对耶稣 这样议论纷纷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 便派遣差役去捉拿他 于是 耶稣说 我和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 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里去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 而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也不能去 犹太人便彼此说 这人要往哪里去 我们找不着他呢 难道他要往散居在希腊民中的犹太人那里去 教训希腊人吗 他所说 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 我所在的地方 你们也不能去 但这话 是什么意思 在庆节末日最隆重的那一天 耶稣站着大声喊说 谁若渴 到我这里来喝吧 凡信从我的 就如经上说 从他的心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他说这话 是指那信仰他的人 将要领受的圣神 圣神还没有赐下 因为耶稣还没有受到光荣 群众中有些人听了这些话 便说 这人真是那位先知 另有些人说 这人是墨西亚 但也有人说 难道墨西亚能来自加里雷亚吗 经上不是说 墨西亚要出自达位的后裔 来自达位出生的村庄白冷吗 因此 为了耶稣的缘故 在群众中起了纷争 他们中 有些人愿捉拿他 但谁也没有向他下手 差役回到司机长和法利赛人那里 司机长和法利赛人问他们说 为什么你们没有把他带来 差役回答说 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讲话 像这人讲话一样 法利赛人遂向他们说 难道你们也受了山货吗 手掌中或法利赛人中 难道有人信仰了他吗 但是 这些不明白法律的群众 是可诅咒的 他们中有一个 即先前曾来到耶稣那里的尼克德摩 遂向他们说 如果不先听取人的口供 和查明他所做的事 难道我们的法律就许定他的罪吗 他们回答他说 难道你也是出自加里泪亚吗 你去查考你就能知道 从加里泪亚不会出先知的 然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去了 耶稣上了橄榄山 清晨他又来到圣殿 众百姓都到他跟前来 他便坐下教训他们 那时 经师和法利赛人 带来了一个 犯奸银时被捉住的妇人 叫他站在中间 便向耶稣说 师父 这妇人是正在犯奸银时被捉住的 在法律上 梅瑟命令我们 该用石头砸死这样的妇人 可是你说什么呢 他们说这话 是要试探耶稣 好能控告他 耶稣却弯下身去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因为他们不断地追问 他便直起身来 向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没有罪 先向他投石吧 他又弯下身去 在地上写字 他们一听这话 就从年老的开始到年幼的 一个一个的都溜走了 只留下耶稣一人和站在那里的妇人 耶稣遂直起身来 向他说 妇人 他们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 主 没有人 耶稣向他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今以后 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又向众人讲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绝不在黑暗中行走 必有生命的光 法利赛人于是对他说 你为你自己作证 你的证据是不可平信的 耶稣回答说 我即便为我自己作证 我的证据是可平信的 因为我知道 我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你们却不知道 我从哪里来 或往哪里去 你们只凭肉眼判断 我却不判断任何人 即使我判断 我的判断仍是真实的 因为我不是独自一个 而是由我 还有派遣我来的父 在你们的法律上 也记载着 两个人的作证 是可平信的 今有我为我自己作证 也有派遣我的父 为我作证 他们便问他说 你的父在哪里 耶稣答复说 你们不认识我 也不认识我的父 若是你们认识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了 这些话 是耶稣与圣殿施教时 在银库院里所讲的 谁也没有捉拿他 因为他的时辰还没有到 那时 耶稣又向他们说 我去了 你们要寻找我 你们必要死在 你们的罪恶中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犹太人便说 他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莫非他要自杀吗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是出于下 我却是出于上 你们是出于这个世界 我却不是出于这个世界 因此 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的确 你们若不相信 我就是那一位 你们必要死在你们的罪恶中 于是 他们问耶稣说 你到底是谁 耶稣回答他们说 难道从起初 我没有对你们讲论过吗 对你们 我有许多事要说 要谴责 但是派遣我来者 是真实的 我由他听来的 我就讲给世界听 他们不明白 他是在给他们讲论父 耶稣遂说 当你们高举了人子以后 你们便知道 我就是那一位 我由我自己不做什么 我所讲论的 都是依照父所教训我的 派遣我来者 与我在一起 他没有留下我独自一个 因为我常做 他所喜悦的事 当耶稣讲这些话时 许多人便信了他 于是 耶稣对那些 信他的犹太人说 你们如果固守我的话 就确是我的门徒 也会认识真理 而真理 必会使你们获得自由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巴郎的后裔 从未给任何人做过奴隶 怎么你说 你们要成为自由的呢 耶稣答复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是犯罪的 就是罪恶的奴隶 奴隶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 儿子却永远居住 那么 如果天主子使你们自由了 你们的确是自由的 我知道你们是亚巴郎的后裔 你们却图谋杀害我 因为你们容纳不下我的话 我说的 是我在父那里所看见的 而你们行的 却是从你们的父亲那里所学习的 他们回答说 我们的父亲是亚巴郎 耶稣对他们说 假如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女 你们就该做亚巴郎所做的事 如今 你们竟然图谋杀害我 这个给你们说出 从天主那里所听到的真理的人 亚巴郎却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你们正做你们父亲的事业 他们向他说 我们不是有一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个父亲 就是天主 耶稣回答说 假如天主是你们的父亲 你们必爱我 因为我是由天主出发而来的 并不是由我自己来的 而是那一位派遣了我 为什么你们不明白我的讲论呢 无非是你们不肯听我的话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亲魔鬼 并愿意追随你们父亲的欲望 从起初 他就是杀人的凶手 不站在真理上 因为在他内没有真理 他几时撒谎 正出于他的本性 因为他是撒谎者 而且又是撒谎者的父亲 至于我 因为我说真理 你们却不信我 你们中谁能指证我有罪 若是我说真理 为什么你们却不信我呢 出于天主的 必听天主的话 你们所以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出于天主 犹太人遂向他说 我们说你是个撒玛里亚人 并富有魔鬼 岂不正对吗 耶稣答复说 我没有父母 我只是尊敬我的父 你们却侮辱我 然而我不寻求我的光荣 有为我寻求而行判断的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谁如果遵行我的话 永远见不到死亡 犹太人向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 你父有魔鬼 亚巴郎和先知都死了 你却说 谁如果遵行我的话 永远尝不到死位 难道 你比我们的父亲亚巴郎 还大吗 他死了 先知们也死了 你把你自己当做什么人呢 耶稣答复说 我如果光荣我自己 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 那光荣我的 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称的 我们的天主 你们不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 我不认识他 我便像你们一样 是个撒谎者 但是 我认识他 也遵守他的话 你们的父亲亚巴郎 曾欢心喜乐地 期望看到我的日子 他看见了 极其高兴 犹太人 犹太人就对他说 你还没有五十岁 就见过亚巴郎吗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在亚巴郎出现以前 我就有 他们就拿起石头来 要向他投去 耶稣却隐没了 从圣殿里出去了 若望福音第九章 耶稣前行时 看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 他的门徒就问他说 拉比 谁犯了罪 是他 还是他的父母 竟是他生来瞎眼呢 耶稣答复说 也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趁着白天 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 黑夜来到 就没有人能工作了 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 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了这话以后 便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和了些泥 把泥抹在瞎子的眼上 对他说 去 到史罗亚水池里洗洗吧 史罗亚 解说 被派遣的 瞎子去了 洗了 回来就看见了 于是 邻居和那些素来 曾见他讨饭的人就说 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 有的说 就是这人 有的说 不 是另一个很相识他的人 那人却说 就是我 他们问他说 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 他答复说 名叫耶稣的那个人 破了些泥 抹在我的眼上 给我说 你往史罗亚去洗洗吧 我去了 洗了 就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那个人在哪里 他说 我不知道 他们便将先前瞎眼的人 领到法利赛人那里 耶稣霍泥 开他眼睛的那天 正是安息日 于是 法利赛人又结问他 怎样看见了 那人就向他们说 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 我洗了 就看见了 法利赛人中 有的说 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 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 有的却说 一个罪人 怎能行这样的奇迹 他们中间便发生了纷争 于是 他们又问瞎子说 对于 那开了你眼睛的人 你说什么呢 瞎子说 他是一位先知 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 他先是瞎子 而后看见了 等到叫了复明者的父母来 问他们说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就瞎吗 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 他的父母答复说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 也生来就瞎 如今 他究竟怎么看见了 我们却不知道 或者 谁开了他的眼睛 我们也不知道 你们问他吧 他已经成年 会说自己的事了 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 才这样说 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 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 就必备逐出会堂 为此 他的父母说 他已经成年 你们问他吧 于是法利赛人 再把那先前瞎眼的人 叫过来 向他说 归光荣于天主吧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那人回答说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曾是个瞎子 现在我却看见了 他们又问他说 他给你做了什么 怎样开了你的眼睛 他回答说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不听 为什么又愿意听呢 莫非你们也愿意 做他的门徒吗 他们辱骂他说 你去做他的门徒好了 我们是梅色的门徒 我们知道 天主曾给梅色说过话 至于这人 我们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那人回答说 这真奇怪 你们不知道 他是从哪里来的 他却开了我的眼睛 我们都晓得 天主不抚听罪人 只抚听那恭敬天主 并成行他旨意的人 自古以来从未听说 有人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睛 这人若不是由天主来的 他什么也不能做 他们却向他说 你整个生于罪恶中 竟来教训我们 便把他赶出去了 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了 后来遇见了他 就给他说 你信任子吗 那人便回答说 主 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 耶稣对他说 你已看见他了 和你讲话的就是 他遂说道 主 我信 遂俯伏朝拜了耶稣 耶稣遂说 我是为了判别 才到这世界上来 叫那些看不见的 看得见 叫那些看得见的 反而成为瞎子 有些和他在一起的 法利赛人 一听了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 耶稣回答说 你们如果是瞎子 就没有罪了 但你们如今说 我们看得见 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 若望福音第十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不由门进入洋站 而由别处爬进去的 便是贼 是强盗 由门进去的 才是羊的牧人 看门的给他开门 羊听他的声音 他按着名字 呼唤自己的羊 并引领出来 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 就走在羊前面 羊也跟随他 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绝不跟随陌生人 反而逃避他 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 耶稣给他们讲了这个比喻 他们却不明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 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我是羊的门 凡在我已先来的 都是贼和强盗 羊没有听从他们 我就是门 谁若经过我进来 必得安全 可以进 可以出 可以找找草场 贼来 无非是为偷窃 杀害 毁灭 我来 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 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 我是善牧 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 雍公 因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一看见狼来 便弃羊逃跑 狼就抓住羊 把羊赶散了 因为他是雍公 对羊漠不关心 我是善牧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 我也认识父一样 我并且为羊 舍掉我的性命 我还有别的羊 还不属于这一战 我也该把他们引来 他们要听我的声音 这样 将只有一个羊群 一个牧人 父爱我 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 为再取回他来 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 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 我有权舍掉他 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 这是我有我父 所接受的命令 因了这些话 犹太人中间又发生了纷争 他们中有许多人说 他附魔发疯 为什么还听他呢 另有些人说 这话不是附魔的人所能说的 难道魔鬼能开瞎子的眼睛吗 那时在耶路撒冷举行重建节 正是冬天 耶稣徘徊于圣殿内 撒罗满游廊下 犹太人围起他来 向他说 你是我们的心神悬疑不定 要到几时呢 你如果是墨西亚 就坦白告诉我们吧 耶稣答复说 我已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相信 我以我父的名所做的工作 为我作证 但你们还是不信 因为你们不是属于我的羊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随我 我赐予他们永生 他们永远不会散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 把他们夺去 我那赐给我羊群的父 超越一切 为此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将他们夺去 我与父原是一体 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 要砸死他 耶稣向他们说 我赖我父给你们显示了许多善事 为了哪一件 你们要砸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善事 我们不会砸死你 而是为了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人 却把你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却向他们说 在你们的法律上 不是记载着 我说过你们是神吗 如果那些承受天主化的 天主尚且称他们为神 而经书是不能废弃的 那么 父所著圣 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 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说 你说亵渎的话吗 假使我不做我父的工作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是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工作 如此 你们必定认出 父在我内 我在父内 他们又企图捉拿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走脱了 耶稣又到约旦河对岸 若汉先前施洗的地方去了 并住在那里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 若汉固然没有行过神迹 但若汉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许多人就在那里信了耶稣 若望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个病人 名叫拉扎路 住在伯达尼 即玛利亚和他姐姐 马尔大所住的村庄 玛利亚就是那 曾用香叶敷抹过主 并用自己的头发 擦干过他脚的妇人 患病的拉扎路 是他的兄弟 他们姊妹二人 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 主啊 你所爱的病了 耶稣听了便说 这病不至于死 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 并为叫天主子 因此受到光荣 耶稣素素爱马尔大 及他的妹妹和拉扎路 当他听说拉扎路病了 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 此后才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向他说 拉扎比 近来犹太人 图谋砸死你 你又要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 人若在白日行路 不会碰跌 因为看得见 这世界的光 人若在黑夜行路 就要碰跌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些话 又给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扎路睡着了 我要去叫醒他 门徒便对他说 主 若是他睡着了 必定好了 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 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 然后 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 拉扎路死了 为了你们 我喜欢我不在那里 好叫你们相信 我们到他那里去吧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便向其他的同伴说 我们也去 同他一起死吧 耶稣移到了伯达尼 得知拉扎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 相距约十五斯塔迪 因而 有许多犹太人 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 为他们兄弟的死 安慰他们 马尔大一听说 耶稣来了 便去迎接他 玛利亚仍坐在家里 马尔大对耶稣说 主 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绝不会死 就是现在 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 天主必要赐给你 耶稣对他说 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 马尔大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时 他必要复活 耶稣对他说 我就是复活 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 即使死了 仍要活着 凡活着 而信从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吗 他回答说 是的 主 我信你是墨西亚 天主子 要来到世界上的 那一位 他说了这话 就去叫他的妹妹 玛利亚 偷偷地说 师父来了 他叫你 玛利亚一听说 历史起身 到耶稣那里去了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庄 仍在马尔大 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在家 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身出去 便跟着他 以为他往坟墓上 去哭泣 当玛利亚来到 耶稣所在的地方 一看见他 就俯伏在他脚前 向他说 主 若是你在这里 我的兄弟绝不会死 耶稣看见他哭泣 还有同他一起来的 犹太人也哭泣 便心神感伤 难过起来 所以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主 你来看吧 耶稣流泪了 于是犹太人说 看 他多么爱他 其中有些人说 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 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 耶稣心中又赶伤起来 来到坟墓前 这坟墓是个洞穴 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 耶稣说 挪开这块石头 死者的姐姐 马尔大向他说 主 已经臭了 因为已有四天了 耶稣对他说 我不是告诉过你 如果你信 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 他们便挪开了石头 耶稣举目向上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俯听了我 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 但是 我说这话 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 好叫他们信 是你派遣了我 说完这话 便大声喊说 拉萨路 出来吧 死者便出来了 脚和手都缠着布条 面上还蒙着焊金 耶稣向他们说 解开它 让它行走吧 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 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 就有许多人信了他 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塞人那里去 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 因此 司机长和法利塞人召集了会议 说 这人行了许多奇迹 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让他这样 众人都会信从他 罗马人必要来 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 他们中 有一个名叫盖法的 正是那一年的大司机 对他们说 你们什么都不懂 也不想想 叫一个人替百姓死 以免全民族灭亡 这为你们多么有利 这话不是犹他自己说出的 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机 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 不但为犹太民族 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 都聚集归一 从那一天起 他们就一决要杀害耶稣 因此 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 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 来到一座名叫厄弗拉因的城 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了 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 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 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 要圣洁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并站在圣殿内 彼此谈论说 你们想什么 他来不来过节呢 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 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就该通知他们 好去捉拿他 若望福音第十二章 逾越节前六天 耶稣来到伯达尼 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扎路的地方 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 马尔大寺后 而拉扎路也是和耶稣一起作息的一位 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耳朵香叶 敷抹了耶稣的脚 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屋里便充满了香叶的气味 那要复卖耶稣的伊斯加略尤达斯 及他的一个门徒 便说 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去卖三百块得纳 试试给穷人呢 他说这话 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 只因为他是个贼 掌管钱囊 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 耶稣就说 由他吧 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 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至于我 你们却不常有 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就来了 不但是为耶稣 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扎路 为此 司机长一觉连拉扎路也要杀掉 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扎路的缘故离开他们 而信从了耶税 所记载的 起初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 然而当耶稣受光荣以后 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 为此 他们就这样对他做了 当耶稣叫拉扎路从坟墓中出来 由死者中唤起他时 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为所见的作证 因此有一群人去迎接他 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 于是法利赛人便彼此说 看 你们一无所成 瞧 全世界都跟他去了 在那些上来过节 崇拜天主的人中 有些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里雷亚贝特赛达人 斐里伯前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拜见耶稣 斐里伯就去告诉安德类 然后安德类和斐里伯便来告诉耶稣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 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若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现在我心神烦乱 我可说什么呢 我说 父啊 就我脱离这时辰吧 但正是为此 我才到了这时辰 父啊 光荣你的名吧 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 我已光荣了我的名 我还要光荣 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 这是打雷 另有人说 是天使同他说话 耶稣回答说 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 而是为你们 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 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 至于我 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 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 他说这话 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 于是群众回答他说 我们从法律上知道 墨西亚要存留到永远 你怎么说 人子必须被举起呢 这个人子是谁 耶稣遂给他们说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 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 应该行走 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 那在黑暗中行走的 不知道往哪里去 即使你们还有光 应当信从光 好成为光明之子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就躲开他们 隐藏去了 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 行了这么多的神迹 他们仍然不信他 这正应验了 伊撒伊亚先知所说的话 上主 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 上主的手臂 又向谁显示了出来呢 他们不能信 因为伊撒伊亚又说过 上主使他们瞎了眼 使他们硬了心 免得他们眼睛看见 心里觉悟而悔改 使我治好他们 伊撒伊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 所以指着他讲了这话 事虽如此 但在首领中 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 只为了法利塞人而不敢明认 免得被逐出会堂 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 胜过天主的光荣 耶稣呼喊说 信我的 不是信我 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 看见我的 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 我身为光荣 来到了世界上 使凡信我的 不留在黑暗中 无论谁 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 我不审判他 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 乃是为拯救世界 拒绝我 及不接受我话的 自由审判他的 就是我所说的话 要在末日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 而是派遣我来的父 他给我出了命 叫我该说什么 该讲什么 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 所以我所讲论的 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 而讲论的 在逾越节庆日前 耶稣知道 他离此事归父的时辰已到 他既然爱了世上属于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正吃晚餐的时候 魔鬼已使伊斯加略人 西满的儿子尤达斯 决意出卖耶稣 耶稣因知道父把一切已交在他手中 也知道自己是从天主来的 又要往天主那里去 就从席间起来 脱下外衣 拿起一条手巾 竖在腰间 然后把水倒在盆里 开始洗门徒的脚 用竖着的手巾擦干 急至来到西满伯多路跟前 伯多路对他说 主 你给我洗脚吗 耶稣回答说 我所做的 你现在还不明白 但以后你会明白 伯多路对他说 不 你永远不可给我洗脚 耶稣回答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份 西满伯多路遂说 主 不但我的脚 而且连手带头都给我洗吧 耶稣向他说 沐浴过的人 以全身清洁 只需洗脚就够了 你们原是洁净的 但不都是 原来 耶稣知道谁要出卖他 为此说 你们不都是洁净的 即至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 穿上外衣 又去坐下 对他们说 你们明白我给你们所做的吗 你们称我师父 主子 说的正对 我原来是 若我为主子 为师父的 给你们洗脚 你们也该彼此洗脚 我给你们立了榜样 叫你们也照我给你们所做的去做 我实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 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 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 如果实行便是有福的 我不是说你们全体 我认识我所拣选的 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 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 就在现在 事未发生以前 我告诉你们 好叫事发生以后 你们相信我就是那一位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接待我所派遣的 就是接待我 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 耶稣说了这些话 心神烦乱 就明明地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中有一个要出卖我 门徒便互相观望 猜疑他说的是谁 他门徒中有一个是耶稣所爱的 他那时协依在耶稣的怀里 西满伯多路就向他示意说 你问他说的是谁 那位就紧靠在耶稣的胸膛上 问他说 主是谁 耶稣答复说 我占这片饼递给谁 谁就是 耶稣就占了一片饼 递给伊斯加略人 西满的儿子尤达斯 随着那片饼 撒旦进入了他的心 于是耶稣对他说 你所要做的 你快去做吧 同袭的人 谁也没有明白 耶稣为什么向他说了这话 不过 有人因为尤达斯掌管钱囊 以为耶稣是给他说 你去买我们过节所需要的 或者要他给穷人施舍一些东西 尤达斯一吃了那一片饼就立时出去了 那时正是黑夜 尤达斯出去以后 耶稣就说 现在人子受到了光荣 天主也在人子身上受到了光荣 天主既然在人子身上得到了光荣 天主也要在自己内使人子得到光荣 并且历时就要光荣 孩子们 我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 以后你们要寻找我 就如我曾向犹太人说过 我所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去 现在我也给你们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如果你们之间彼此相亲相爱 世人因此就可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 西满伯多路问耶稣说 主 你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如今不能跟我去 但后来却要跟我去 伯多路向他说 主 为什么现在我不能跟你去 我要为你舍掉我的性命 耶稣答复说 你要为我舍掉你的性命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鸡尾教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若望福音第十四章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你们要信赖天主 也要信赖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我去 原是为给你们预备地方 如不然 我早就告诉了你们 我去了 为你们预备了地方以后 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为的是我在哪里 你们也在哪里 我去的地方 你们知道往那里去的路 多默说 主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回答说 我是道路 真理 生命 除非经过我 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必然认识我父 现在你们已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里伯对他说 主 把父显示给我们 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耶稣回答说 腓里伯 这么长久的时候 我和你们在一起 而你还不认识我吗 谁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把父显示给我们呢 你不信我在父内 父在我内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我自己讲的 而是住在我内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业 你们要相信我 我在父内 父也在我内 若不然 你们至少该因那些事业 而相信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凡信我的 我所做的事业 他也要做 并且还要做 比这些更大的事业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求父什么 我必要践行 为教父在子身上 获得光荣 你们若因我的名 向我求什么 我必要践行 如果你们爱我 就要遵守我的命令 我也要求父 他必会赐给你们 另一位护卫者 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是世界 所不能领受的真理之神 因为世界看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与你们同在 并在你们内 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 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 不久以后 世界就再看不见我 你们却要看见我 因为我生活 你们也要生活 到那一天 你们便知道 我在我父内 你们在我内 我也在你们内 接受我的命令 而遵守的 便是爱我的人 谁爱我 我父也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将我自己 显示给他 尤达斯 不是那个 伊斯加略人 所以问他说 主 究竟为了什么 你要将你自己 显示给我们 而不显示给世界呢 耶稣 耶稣回答说 谁爱我 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也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并要在他那里 做我们的住所 那不爱我的 就不遵守我的话 你们所听到的话 并不是我的 而是派遣我来的 父的话 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 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但那护卫者 就是父 因我的名 所要派遣来的圣神 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 也要使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 所说的一切 我把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给你们的 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 你们心里不要烦乱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了 我给你们说过 我去 但我还要回到 你们这里来 如果你们爱我 就该喜欢我 往父那里去 因为父比我大 如今 在事发生前 我就告诉了你们 为教你们 当事发生时 能相信 我不再同你们 多谈了 因为世界的首领 就要来到 他在我身上 一无所能 但为教世界 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命令我 我就照样去行 起来 我们从这里走吧 若望福音 第十五章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园丁 凡在我身上 不结实的枝条 它便剪掉 凡结实的 它就清理 使它结更多的果实 你们因我 对你们所讲的话 已是清洁的了 你们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你们内 正如枝条 若不留在葡萄树上 凭自己不能结实 你们若不住在我内 也一无所能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条 那住在我内 我也住在它内的 它就结许多的果实 因为离了我 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谁若不住在我内 便仿佛枝条 丢在外面 而枯干了 人便把它拾起来 投入火中焚烧 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而我的话 也存在你们内 如此 你们愿意什么 求吧 必给你们成就 我父受光荣 即在与你们多结果实 如此 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 正如父爱了我 同样 我也爱了你们 你们应存在我的爱内 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 便存在我的爱内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而存在他的爱内一样 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为使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内 使你们喜乐圆满无缺 这是我的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人若为自己的朋友舍掉性命 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爱情了 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 你们就是我的朋友 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 因为仆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 我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 我都显示给你们了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而是我拣选了你们 并派你们去结果实 去结长存的果实 如此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赐给你们 这就是我命令你们的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世界若恨你们 你们该知道 在你们以前 他已恨了我 若是你们属于世界 世界必喜爱你们 犹如属于自己的人 但因你们不属于世界 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为此世界才恨你们 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 所说过的话 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 如果人们迫害了我 也要迫害你们 如果他们遵守了我的话 也要遵守你们的 但是 他们为了我名字的缘故 要向你们做这一切 因为他们不认识 那派遣我来的 假使我没有来 没有教训他们 他们就没有罪 但现在 他们对自己的罪 是无可推诿的 恨我的 也恨我的父 假使我在他们中 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 从未做过的事业 他们便没有罪 然而 现在他们看见了 却仍恨了我和我父 但这是为应验 他们法律上所记载的话 他们无故地恼恨了我 当护卫者 就是我从父那里 要给你们派遣的 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 他必要为我作证 并且你们也要作证 因为你们从开始 就和我在一起 若望福音 第十六章 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 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 并且时候必到 凡杀害你们的 还以为是 敬恭敬天主的义务 他们这样做 是因为没有认识父 也没有认识我 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一切 是为叫你们在这一切发生时 想起我早就告诉了你们这一切 这些事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 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 现在我就往派遣我者那里去 你们中却没有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只因我给你们说了这话 你们就满心忧闷 然而 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为你们有意 因为我若不去 护卫者便不会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了 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里来 当他来到时 就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 正义和审判所犯的错误 关于罪恶 因为他们没有信从我 关于正义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而你们再见不到我 关于审判 因为这世界的首领 已被判断了 我本来还有许多事 要告诉你们 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 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 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 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 并把未来的事 传告给你们 他要光荣我 因为他要把 由我所领受的 传告给你们 凡复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的 为此我说 他要由我领受 而传告给你们 只有片时 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 你们又要看见我 于是 他门途中 有几个彼此说 他给我们所说的 只有片时 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 你们又要看见我 还有 我往父那里去 是什么意思 又说 他说的这 只有片时 究竟有什么意思 我们不明白 他讲什么 耶稣看出 他们愿意问他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彼此 询问我所说的 只有片时 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再过片时 你们又要看见 我的话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要痛哭 哀嚎 世界却要欢乐 你们将要忧愁 但你们的忧愁 却要变为喜乐 父女生产的时候 感到忧苦 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 既生了孩子 因了喜乐 再不记忆那苦楚了 因为一个人 已生在世上了 如今 你们固然感到忧愁 但我要再见到你们 那时 你们心里要喜乐 并且你们的喜乐 谁也不能从你们夺去 到那一天 你们什么也不必问我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因我的名 无论向父求什么 他必赐给你们 直到现在 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 求吧 必会得到 好使你们的喜乐 得以圆满 我用比喻 对你们讲了这一切 但时候来到 我不再用比喻 对你们说话 而要明明的向你们传报 有关父的一切 在那一天 你们要因我的名 祈求 我不向你们说 我要为你们求父 因为父自己爱你们 因你们爱了我 且相信我出自天主 我出自父 来到了世界上 我又离开世界 往父那里去 他的门徒便说 看 现在你明明的讲论 不用什么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 你知道一切 不需要有人问你 因此 我们相信 你是出自天主 耶稣回答说 现在你们相信吗 看 时辰要来 且已来到 你们要被驱散 个人归个人的地方去 撇下我独自一个 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给你们讲了这一切 是要你们在我内 得到平安 在世界上 你们要受苦难 然而你们放心 我已战胜了世界 若望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讲完了这些话 便举目向天说 父啊 时辰来到了 求你光荣你的子 好叫子也光荣你 因为你赐给了他权柄 掌管烦有血肉的人 是为叫他将永生 赐给一切 你所赐给他的人 永生 永生就是认识你 唯一的真天主 和你所派前来的 耶稣基督 我在地上 已光荣了你 完成了你所委托我 所做的工作 父啊 父啊 在你面前光荣 我吧 赐给我在世界 未有以前 我在你前 所有的光荣 我将你的名 以显示给那些 你由世界中 所赐给我的人 他们远属于你 你把他们 托给了我 他们也遵守了 你的话 现在 他们已知道 凡你赐给我的 都是由你而来的 因为你所 受给我的话 我都传给了他们 他们也接受了 也确实知道 我是出于你 并且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我为他们祈求 不为世界祈求 只为你赐给我的人 祈求 因为他们 原是属于你的 我的一切 都是你的 你的一切 都是我的 我因他们 已受到了光荣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界上了 但他们 仍在世界上 我却到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 因你的名 保全那些 你所赐给我的人 使他们 合而为一 正如我们一样 当我和他们 同在时 我因你的名 保全了 你所赐给我的人 护卫了他们 其中除了那 丧亡之子 没有丧亡一个 这是为应验 经上的话 但如今 我到你那里去 我在世上 讲这话 是为叫他们的心 充满我的喜乐 我已将你的话 授给了他们 世界却憎恨他们 因为他们 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 一样 我不求你将他们 从世界上撤去 只求你保护他们 脱免邪恶 他们不属于世界 就如我不属于世界 一样 求你以真理 祝圣他们 你的话就是真理 就如你派遣我到世界上来 照样 我也派遣他们到世界上去 我为他们 祝圣我自己 为叫他们 也因真理 而被祝圣 我不但为他们祈求 而且也为那些 因他们的话 而信从我的人 祈求 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父啊 愿他们在我们内 合而为一 就如你在我内 我在你内 为叫世界相信 是你派遣了我 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 赐给了他们 为叫他们 合而为一 就如我们 原为一体一样 我在他们内 你在我内 是他们完全 合而为一 为叫世界之道 是你派遣了我 并且你爱了他们 如爱了我一样 父啊 你所赐给我的人 我愿我在哪里 他们也同我在一起 使他们想见 你所赐给我的光荣 因为你在创世之前 就爱了我 公义的父啊 世界没有认识你 我却认识了你 这些人也知道 是你派遣了我 我已经将你的名 宣誓给他们了 我还要宣誓 好使你爱我的爱 在他们内 我也在他们内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和门徒出去 到了克德龙西的对岸 在那里有一个园子 他和门徒便进去了 出卖他的 尤达斯也知道那地方 因为耶稣同门徒 曾屡次在那里聚集 尤达斯便领了一队兵 和尤斯记长及法利赛人 派来的差役 带着火把 灯笼与武器来到那里 耶稣既知道要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事 便上前去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答复说 那咱类人耶稣 他向他们说 我就是 出卖他的 出卖他的尤达斯 也同他们站在一起 耶稣一对他们说了 我就是 他们便倒退 跌在地上 于是他又问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说 那咱类人耶稣 耶稣答复说 我已给你们说了 我就是 你们既然找我 就让这些人去吧 这是为应验 他先前所说的话 你赐给我的人 其中我没有丧失一个 西满伯多禄 有一把剑 就拔出来 向大司祭的一个仆人砍去 削下了他的诱饵 那仆人名叫马尔河 耶稣就对伯多禄说 把剑收入窍内 付赐给我的杯 我岂能不喝吗 于是兵队 千夫长和犹太人的差役 拘捕了耶稣 把他捆起来 先借送到亚纳斯那里 亚纳斯是那一年 当大司祭的盖法的岳父 就是这个盖法 曾给犹太人出过主意 叫一个人替百姓死 是有利的 那时 西满伯多禄 同另一个门徒 跟着耶稣 那门徒 是大司祭所认识的 便同耶稣一起 进了大司祭的庭院 伯多禄 却站在门外 大司祭认识的那个门徒 所以出来 对看门的侍女 说了一声 就领伯多禄进去 那看门的侍女 对伯多禄说 你不也是这人的 一个门徒吗 他说 我不是 那时 仆人和差役 因为天冷 就生了炭火 站着烤火取暖 伯多禄也同他们 站在一起 烤火取暖 大司祭就有关 他的门徒 和他的教义 审问耶稣 耶稣答复他说 我向来公开地 对世人讲话 我常常在会堂 和圣殿内 集中犹太人 所聚集的地方施教 在暗地里 我并没有讲过什么 你为什么问我 你问那些 听过我的人 我给他们讲了什么 他们知道我所说的 他刚说完这话 势力在旁的一个差役 就给了耶稣一个耳光 说 你就这样答复大司祭吗 耶稣答复他说 我若说的不对 你指证哪里不对 若对 你为什么打我 亚纳斯 所以把被捆的耶稣 借送到大司祭盖法那里去 西满伯多禄 仍站着烤火取暖 于是有人向他说 你不也是他门徒中的一个吗 伯多禄否认说 我不是 有大司祭的一个仆役 是伯多禄削下耳朵的那人的亲戚 对他说 我不是在山源中 看见你同他在一起吗 伯多禄又否认了 历时鸡就叫了 然后他们从盖法那里把耶稣借往总督府 那时是清晨 他们自己却没有进入总督府 怕受了沾污 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 因此 彼拉多出来 到外面向他们说 你们对这人提出什么控告 他们回答说 如果这人不是作恶的 我们便不会把他交给你 彼拉多便对他们说 你们自己把他带去 按照你们的法律审判他吧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是不许处死任何人的 这是为应验耶稣论及自己将怎样死去而说过的话 彼拉多于是又进了总督府 叫了耶稣来 对他说 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 耶稣答复说 这话是你由自己说的 或是别人论我而对你说的 彼拉多答说 莫非我是个犹太人 你的民族和司机长把你交付给我 你做了什么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 假使我的国属于这世界 我的臣民早已反抗了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但是 我的国不是这世界的 于是彼拉多对他说 那么你就是君王了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我是君王 我为此而生 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 为给真理作证 凡属于真理的 必听从我的声音 彼拉多遂说 什么是真理 说了这话 再出去到犹太人那里 向他们说 我在这人身上 查不出什么罪状来 你们有个惯例 在逾越节 我该给你们释放一人 那么 你们愿意我 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君王吗 他们就大声喊说 不要这人 而要巴拉巴 巴拉巴原是个强盗 那时 彼拉多命人 把耶稣带去鞭打了 然后兵士们 用荆棘编了个瓷关 放在他头上 给他披上一件紫红袍 来到他跟前说 犹太人的君王 万岁 并给他耳光 彼拉多又出去到外面 向他们说 卡 我给你们领出他来 为叫你们知道 我在他身上 查不出什么罪状 于是 耶稣带着瓷关 披着紫红袍出来了 彼拉多就对他们说 卡 这个人 司机长和差役们 一看见耶稣 就喊说 定在十字架上 定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对他们说 你们把他带去 定在十字架上吧 我在他身上 查不出什么罪状 犹太人答复他说 我们有法律 按法律 他应该死 因为他自称为天主子 彼拉多听了这话 越发害怕 所以又进了总督府 对耶稣说 你到底是哪里的 耶稣却没有回答他 于是彼拉多对他说 你对我也不说话吗 你不知道 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定你在十字架上吗 耶稣答说 若不是由上次给你 你对我什么权柄也没有 为此 把我交付给你的人 负罪更大 从此 彼拉多设法要释放耶稣 犹太人却喊说 你如果释放这人 你就不是凯撒的朋友 因为凡自宠为王的 就是背叛凯撒 彼拉多一听这话 就把耶稣领出来 到了一个名叫石铺地 西伯来话叫加巴达的地方 坐在审判座位上 时值逾越节的预备日 约末第六时辰 彼拉多对犹太人说 看你们的君王 他们就喊叫说 除掉除掉 定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对他们说 要我把你们的君王 定在十字架上吗 司机长答说 除了凯撒 我们没有君王 于是彼拉多把耶稣 交给他们去钉死 他们就把耶稣带去了 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 到了一个名叫独楼的地方 西伯来话叫哥尔哥达 他们就在那里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同他一起另有两个人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耶稣在中间 彼拉多写了个牌子 放在十字架上端 写的是 纳扎类人耶稣 犹太人的君王 这牌子有许多犹太人念了 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离城很近 字是用西伯来 罗马和希腊文写的 于是 犹太人的司机长 就对彼拉多说 不要写犹太人的君王 该写他自己说 我是犹太人的君王 彼拉多答够说 我写了 就写了 写士将耶稣 彼拉多答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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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对那门徒说 看 你的母亲 就从那时起 那门徒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此后 耶稣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 为应验经上的话 所以说 我渴 有一个盛满了醋的器皿 放在那里 有人便将海绵浸满了醋 绑在长枪上 送到他的口边 耶稣一尝了那醋 便说 完成了 就低下头 交付了灵魂 犹太人因那日子是预备日 免得安息日内 那安息日原是个大节日 尸首留在十字架上 就来请求彼拉多 打断他们的腿 把他们拿去 兵士岁前来 把第一个人的 并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的 第二个人的腿打断了 可是 急至来到耶稣跟前 看见他已经死了 就没有打断他的腿 但是 有一个兵士 用枪刺透了他的肋膀 立时流出了血和水 那看见这事的人就作证 而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并且 那位知道他所说的是真实的 未教你们也相信 这些事发生 正应验了经上的话说 不可将他的骨头打断 经上另有一句说 他们要瞻望 他们所刺透的 这些事以后 阿里玛特亚人若瑟 他因怕犹太人 暗中做了耶稣的门徒 来求彼拉多 为领取耶稣的遗体 彼拉多允许了 于是 他来把耶稣的遗体领去了 那以前 夜间来见耶稣的 尼克德摩也来了 带着墨药 及沉香调和的香料 约有一百斤 他们取下了耶稣的遗体 照犹太人埋葬的习俗 用炼布和香料 把它裹好 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在那园子里 有一座新坟墓 里面还没有安葬过人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坟墓又近 就在那里安葬了耶稣 若望福音 第二十章 一周的第一天 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 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 于是 他跑去见西满伯多路 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从坟墓中 把主办走了 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伯多路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了 两人一起跑 但那另一个门徒 比伯多路跑得快 先来到了坟墓那里 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链布 却没有进去 随着他的西满伯多路也来到了 进了坟墓 看见了放着的链布 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焊金 不同链布放在一起 而另在一处卷着 那时 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 一看见就相信了 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 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然后两个门徒又回到家里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痛哭 他痛哭的时候 就俯身向坟墓里面窥看 见有两位穿白衣的天使 坐在安放过耶稣遗体的地方 一位在头部 一位在脚部 那两位天使对他说 女人 你哭什么 他答说 有人把我主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 说了这话 就向后转身 见耶稣站在那里 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说 女人 你哭什么 你找谁 他以为是圆钉 就说 先生 若是你把他搬走了 请告诉我 你把他放在哪里 我去取回他来 耶稣给他说 玛利亚 他便转身 用希伯来话 对他说 拉布尼 就是说 师父 耶稣向他说 你别拉住我不放 因为我还没有生到父那里 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 告诉他们 我生到我的父 和你们的父那里去 生到我的天主 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 玛利亚 玛达雷纳 就去告诉门徒说 我见了主 并报告了耶稣 对他所说的那些话 正是那一周的第一天晚上 门徒所在的地方 因为怕犹太人 门户都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便把手和肋膀 指给他们看 门徒见了主 便喜欢起来 耶稣又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就如父派遣了我 我也同样派遣你们 说了这话 就向他们 虚了一口气 说 你们领受圣神吧 你们赦免谁的罪 就给谁赦免 你们存留谁的 就给谁存留 十二人中的一个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当耶稣来时 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别的门徒向他说 我们看见了主 但他对他们说 我除非看见他手上的钉孔 用我的指头探入钉孔 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巴 我绝不信 八天以后 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 多默也和他们在一起 门户关着 耶稣来了 站在中间说 愿你们平安 然后对多默说 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 看看我的手吧 并伸过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巴 不要做无信的人 但要做个有信德的人 多默回答说 我主 我天主 耶稣对他说 因为你看见了我 才相信吗 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 才是有福的 耶稣在门徒前 还行了许多其他的神迹 没有记在这部书上 这些所记录的 是为叫你们信耶稣 是墨西亚 天主子 并使你们信的人 赖他的名获得生命 这些时候 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 又显现给门徒 他是这样显现的 当西满伯多禄 号称迪迪摩的多默 加里雷亚加纳的纳塔乃尔 在伯德的两个儿子 和其他两个门徒 在一起的时候 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 什么也没有捕到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 他是耶稣来 于是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 你们有些鱼吃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向他们说 向船右边撒网 就会捕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 因为鱼太多 竟不能拉上网来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禄说 是主 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 他原是赤着身 就树上外衣 纵身跳入海里 其他的门徒 因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轴 坐着小船 拖着一网鱼而来 当他们上了岸 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 拿一些来 西满伯多禄便上去 把网拉上岸来 网里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 递给他们 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是第三次 吃完了早饭 耶稣对西满伯多禄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比他们更爱我们 伯多禄回答说 主 是的 你知道 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羔羊 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博多禄回答说 主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就对他说 你目放我的羊群 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爱我吗 伯多禄 因耶稣第三次问他说 你爱我吗 便忧愁起来 所以向他说 主啊 一切你都知道 你晓得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羊群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你年少时 自己竖上腰 任意往来 但到了老年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给你竖上腰 带你往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去 耶稣说这话 是指他将以怎样的死 去光荣天主 说完这话 又对他说 跟随我吧 伯多禄转过身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即在晚餐时 靠耶稣胸膛前问 主是谁出卖你的那个门徒 伯多禄一看见他 就对耶稣说 主 他怎样 耶稣向他说 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 与你何干 你只管跟随我 于是在兄弟们中间 传出这话说 那门徒不死 其实 耶稣并没有说 他不死 而只说 我如果要他存留直到我来 与你何干 为这些事作证 且写下这些事的 就是这个门徒 我们知道 他的作证是真实的 耶稣所行的 还有许多别的事 假使要一一写出来 我想所要写的书 连这世界也容不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